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少 聊斋之意的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 有揭露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 控诉官吏腐败的 比方说促之这一篇 促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蟋蟀 这篇讲道 明朝宣德年间 因为皇帝爱动蟋蟀 让老百姓尽现善斗的蟋蟀 官吏趁机敲诈勒索 导致老百姓很多都倾家荡产 本文的主人公成明 就为了一头蟋蟀 把儿子的性命险些都赔上了 还有抨击科举制度对文人造成的迫害的 比方说夜生 夜生这篇呢 就是讲一个姓夜的书生 活着的时候未能考中科举 死了以后灵魂也要参加考试 最终虽然考中 却发现自己已经是个鬼 不能再享受功名富贵 读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当然也还有很多歌颂美好爱情的 追求理想生活的 比方说瑞云 相遇 黄英 阿仙等等 还有很多篇章 劝人向善 宣传正能量的 甚至还有写怕老婆的故事的 讽刺不学无数 爱写错别字的故事的 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 了解制意深邃的思想 精辟的见地 犀利而无情的批判 时刻给后人一启迪 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手法 把现实与幻想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呈现给读者 一幅一真一幻 一神一奇的绚烂图画 时至今日 这幅美妙的图画 依然熠熠生辉 相信大家听了我的这部专辑 会看到一个多姿多彩的 聊斋世界 认识到许多性格鲜明的 聊斋人物的 综观聊斋之意 积极的内容是它的主要部分 但是由于作者思想和时代的局限 也存在许多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没有收听价值的内容 在这里我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把聊斋之意故事的 白话版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希望大家多多地 帮我分享点赞 谢谢大家 我姐夫的祖父 名叫宋涛 是本县的林生 有一天 他生病卧床 见一个小官吏 拿着帖子 牵着一匹 额上有白毛的马 来找他 对他说 请你去考试 宋公说 考官还没来 为什么马上就考试 来的官吏也不多说 只是催宋公上路 宋公没办法 只好带病 骑上马跟他走了 走的这一路很生疏 到了一座城郭 好像是一个国王的国都 一煞时 他就跟那人进入了王府 只见王府内的宫殿 非常辉煌华丽 正面大殿 坐着十几位官员 都不认的是什么人 唯有官地神他认的 殿外屋檐下 摆着两张桌子 两个座墩 已经有一个秀才 坐在那里 宋公便与这个秀才 并肩坐下 桌上分别放着笔和纸 不多时 就发下试题来 一看 上面有八个字 一人二人 有心无心 一会儿 两人的文章就做完了 成交殿上 宋公文章中 有这样的句子 有心为善 虽善不少 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诸位神人传着看完 称赞不已 便传教宋公上殿 下令说 河南 却一个城皇神 你很称职 宋公听了 恍然大悟 随即叩头在地 哭着说 大神 人错爱我 叫我去当城皇 不敢推辞 只是我家有老母 七十多岁了 无人奉养 请求大神 准我 事后母亲 去事后 再去上任 正面 正面坐着一位 向帝王的人 叫取宋公母亲的 寿命簿来查看 一个长着胡子的官吏 碰过簿子来翻看一遍 并告说 还有阳寿九年 诸神都犹豫了 一时拿不出主意 官帝神说 不妨先叫张生代理九年吧 便对宋公说 本应叫你马上上任 念你有孝心 给你九年假期 到时再叫你来 接着 官帝神又勉励了秀才几句话 两个考生便叩头下垫 秀才握着宋公的手 送到郊外 自己介绍说 是长山县人 姓张 还给宋公做送别诗一首 原文都忘记了 只记得有这样的句子 有花有酒 春常在 无竹无灯 夜自明 宋公便上马 坐别而回 宋公到了家 像是做了一个梦醒来 那时 他已经死了三天了 他母亲听见棺材中 有深吟声 打开棺材 见他醒了过来 就把他扶出来 后来到长山县打听 果然有个姓张的秀才 在这一天死去 九年后 宋公的母亲果然去世 宋公料理完了丧事 洗了个澡 穿上新衣服 进屋就死了 他的岳父家住 城西西门里 一天 忽然看见 宋公骑着红鹰大马 带着许多车马 到他家拜别 一家人都非常精益 不知道他已经成了神了 急忙跑到宋公家一问 才知道 宋公已经死了 宋公自己既有小传 可惜兵荒马乱中 没有存下来 这里的记载 只是个大概而已 同人语 书生方栋 在长安城里 很有点名气 但他为人很轻跳 不守礼节 每在郊外 遇到游玩的女子 就很不礼貌地 尾随在后头 清明节的前一天 他偶然到城郊游玩 见到一辆小车子 挂着珠红色的膝帘 围着绣花促紧的车围 几位女婢骑着马 跟在车后 其中一个婢女 骑着匹小马 容貌美丽极了 方董稍向前凑近 偷眼一看 见车的围慢拉开着 车里坐着一位 十五六岁的女郎 她妆容非常艳丽 真是生平从未见到过 方董目光缭乱 神志昏昏 跟在车的前前后后 舍不得离开 这样跟着 走了好几里 呼听车中女郎 把婢女叫到车边 说 给我把帘子放下来 哪里来的这么一个 狂妄书生 频频地来偷看 婢女把膝帘放下 回过头愤怒地看着方董说 这是芙蓉城里七郎的心腹回娘家 不是一个乡下女子 随便让秀才偷看的 说完 就从车道上扬起一把土 朝着方董扬去 方董眯眼睁不开 刚刚用手擦拭眼睛 女郎的车马已经远去了 她惊恐疑惑地回到家里 觉得眼睛里不舒服 请人扒开眼瞼一看 眼球上生出了一层薄膜 过了一宿 越发严重 眼泪不止地速速流下来 白色的膝膜渐渐大起来 又过了几天 就像个铜钳那么厚 右边的那个眼球上 起了如同螺旋状的厚膝膜 用各种药物医治都不见效 这时方董心中懊悔极了 很愧会自己做法不当 她听说佛家的光明经 能消除灾难 就手拿一卷 请别人交送 最初读时 心情很烦躁 时间久了 渐渐地就习惯了 一天早晚 无别的事可做 只盘腿坐着 碾珠诵经 就这样 她持续了一年 什么杂乱的念头 也没有了 忽然 听到左边眼睛中 有如小莹的声音 说 黑如漆 真难受死了 右边的眼睛中 硬声说 可以一同出去游玩一会儿 出出这口闷气 方栋渐渐觉得两鼻孔中 如如动弹 很痒 好像有东西 从鼻孔里爬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 又返回来 又从鼻孔 进到眼眶里 他们又说 好长时间 没看到园中的亭台了 那珍珠兰快要哭死了 方栋生平 很喜欢兰花 园中 种植了许多兰花 以前自己常去灌水 自从两眼失明 长久没再过问 忽然听到这话 急忙问他的妻子 兰花怎么弄得快干死了 妻子问方栋怎么知道的 方栋就把实情告诉妻子 妻子到花园中一看 果然兰花枯萎了 妻子感到惊异 静静躲在屋里 看个究竟 见有小人从方栋的鼻子中出来 大小不如一粒豆子 转转悠悠地 进到门外去了 越走越远 接着就看不清了 一会儿 两个小人又跨着胳膊回来 飞到方栋的脸上 好像蜜蜂和蚂蚁回窝一样 就这样倒腾了两三天 方栋又听左眼中小人说 这条隧道弯弯曲曲 来来去去很是不方便 还不如自己另开一个门 右眼睛中小人说 我这里洞壁太厚 要开门不太容易 左边的说 我来试试看 若能开开 咱俩就住到一块儿算了 方栋接着感到左眼框内 隐隐地痛 似抓猎一样 一会儿睁开眼一看 突然屋里的桌椅等物 看得很清楚 方栋很高兴地告诉妻子 妻子仔细查看 左眼中那层小织膜 破开一个小孔 露出亮晶晶的黑色眼球 才有半个胡椒力大 过了一宿 那层西膜全笑退了 细细一看 竟然是两个同仁 而右眼厚厚的西膜 仍是老样子 这才知 两个同仁 合聚在一个眼眶里了 方栋虽然瞎了一只眼睛 但比以前两个眼睛时 看东西更清楚 自这以后 他对自己的行为 就更简点约束了 乡亲们都称赞他的品德好 意识是说 乡里有个世人 和两个朋友一起出去 途中看见一个少妇 骑着毛驴出现在他前头 戏谑地说道 有美人哪 回头看了 回头看了看两个朋友说 追他 三人于是笑着跟从 等到追上一看 是他的儿媳 心里很羞愧丧气 不再说话 朋友假装不知道 凭头论足十分猥争 诗人很尴尬扭尼 支支吾吾地说 这是我长子媳妇啊 于是各自偷笑而止 轻薄的人往往自取其辱 真是很可笑啊 至于双眼被迷失明 又是鬼神的惨痛报应啊 芙蓉成主 不知道是何处神仙 难道不是菩萨现身吗 然而 年轻人刚刚开始生活 犯了错误 鬼神纵然凶恶 又何尝不允许别人 改过自新呢 画壁 江西的孟龙潭 与朱举人客居在京城 他们偶然来到一座寺院 见殿堂僧社都不太宽敞 只有一位云游四方的老僧 暂住在里面 老僧借有客人进门 便整理了一下衣服 出来迎接 引导他俩在寺内游览 大殿中 素着手足都做鸟爪形状的 制弓像 两边墙上的壁画 非常精妙 上面的人物 徐序如生 东边墙壁上 画着好多散花的天女 他们中间有一个垂条少女 年华微笑 阴唇欲动 眼波江流 周举人紧盯着他看了很久 不觉神摇一动 顿时沉浸在亲心爱慕的宁死之中 忽然间 他感到自己的身子飘飘悠悠 像是驾着云雾 已经来到了壁画中 见殿堂楼阁重重叠叠 不再是人间的景象 有一位老僧在座上宣讲佛法 四周众多僧人围绕着天讲 朱举人也掺杀 不一会儿 好像有人偷偷牵他的衣襟 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垂条少女 正微笑着走开 朱举人便立即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曲曲折折的栅栏 少女进了一间小房舍 朱举人停下脚步 不敢再往前走 少女回过头来 举起手中的花 远远地向他打招呼 朱举人这才跟了进去 建房子里寂静无人 他就去拥抱少女 少女也不太抗拒 于是和他亲热起来 不久 少女关上门出去 祝福朱举人 不要咳嗽弄出动静 夜里他又来道 这样过了两天 女伴发觉了 一块儿把朱举人搜了出来 对少女开玩笑说 腹内的小儿已多大了 还想垂发学处女吗 都拿来头三耳环 催促他 改书成少妇发行 少女羞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女伴说 姊妹们 我们不要在这里久待 恐怕人家不高兴 众女伴笑着离去 朱举人看了 朱举人看了看少女 静云高醋 环凤低垂 比垂发时更加厌绝人寰 他见四周无人 便渐渐地和少女亲密起来 兰花色香的气味 沉人心疲 两人沉浸在欢乐之中 忽然听到猛烈的 皮靴走路的枪枪声 并伴随着绳索 哗哗啦啦的声响 旋即又传来乱纷纷的 喧哗争辩的声音 少女惊起 与朱举人一起偷偷地 往外看去 就见有个穿着金甲的神人 黑脸如漆 手握绳索 提着大锤 很多女子围绕着他 金甲神说 全到了没有 众女回答 已经到全了 他又说 若有藏匿下界凡人的 你们要立即告发 不要自己找罪受 众女子同声说 没有 金甲神反转身来 像鱼鹰一样 凶狠地看着周围 想要进行搜查 少女非常害怕 吓得面如死灰 惊慌失措地对朱举人说 赶快藏到床底下 他自己则开开墙上的小门 仓皇逃去 朱举人趴在床底下 大气不敢出 不久听到皮靴声来到房内 又走了出去 一会儿众人的喧闹声 渐渐远去 朱举人的心情 才稍微的安定了一点 然而 门外总是来往 有说话议论的人 他心神不宁地 趴了很久 觉得耳如蝉鸣 眼里冒火 几乎没法忍耐 但也只有静静听着 等待少女归来 竟然不再记得 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 当时 孟龙潭在大殿中 转眼不见了朱举人 便很奇怪地问老僧 老僧笑着说 去听宣讲佛法去了 孟龙潭问道 在什么地方 老僧回答说 不远 过了一会儿 老僧用手指 弹着墙壁呼唤说 朱施主 游玩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归来 立即见壁画上 出现了朱举人的响 他侧耳站立 像是听见了 老僧又呼唤说 你的游瓣久等了 朱举人于是飘飘乎乎地 从墙壁上下来 灰心呆立 目瞪阻软 孟龙潭大为吃惊 慢慢问他 原来朱举人刚才正扶在床下 听到寇墙声如雷 因此出房来听听看看 这时 他们再看壁画上 那个蔫花少女 已是逻辑高俏 不再垂发了 朱举人很惊异地 向老僧行礼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老僧笑着说 幻觉生自人心 贫僧怎么能解呢 朱举人胸中郁闷不舒 梦龙潭心中 则惊害无主 两人立即起身告辞 瞬间而下 出门离去 意识是说 幻想由人产生 说这话的像是一个有道之人 人有银心 于是产生了轻慢之境 人有污秽之心 于是产生了恐怖之境 菩萨典话愚钝未开蒙之人 千种幻象并起 其实都是人的心 在那里妄动啊 菩萨教人心切 可惜他们没有听从菩萨的话 而大彻大悟 披散头发 顿入深山 王六郎 有个姓许的 家住滋川县城北 以打鱼为生 他每天傍晚 总要带酒到河边去 边喝酒边打鱼 而喝酒前 又总是先针上一钟祭奠一下 并祷告说 河中的溺鬼 请来喝酒吧 这样便习以为常 其他人往往打鱼很少 而他每天都打满筐的鱼 一天傍晚 徐某刚刚独自饮酒 见一少年走来 在他身边转来转去 徐某让他同饮 少年也不推辞 二人便对银起来 这一夜 竟连一条鱼也未能打到 徐某很有些丧气 少年起立躬身说 我到下游为你赶鱼 说吧 朝下游飘然走去 一会儿 少年回来说 大群鱼来了 果然听到 有许多鱼吞吃耳食的声音 徐某便撒网 一网捕了十数尾 持靶长的大鱼 他非常高兴 对少年申表感谢 少年欲走 许送鱼给他 少年不要 并说 屡次喝你的好酒 这点小事 怎能提到感谢呢 如您不暇麻烦 我将常来找您 徐某说 才相见一晚 怎说多次 你如愿来相助 我是求之不得 可我怎样报答 你的情意呢 于是便问少年姓名 少年说 我姓王 没有名字 你见面 就叫我王六郎吧 说吧 便告辞而去 次日 徐某将鱼卖掉 顺便多买了些酒 当晚 徐某来到河边时 六郎早已先在等候 二人便开怀畅饮 饮几杯后 六郎便为徐某赶鱼 就这样 半年过去了 一天 六郎忽然对许说 你我相识 青铜手足 可是咱们马上就要分别了 说得很是悲伤 徐某甚为诧异 问六郎为何这样 六郎考虑再三 才说 你我既然亲如兄弟 我说了 你也不必惊讶 如今将要分别 无妨如实告知 我实际 是一鬼 只因生前饮酒过量 最后溺水而死 已经好几年了 以前你之所以补到 比别人更多的鱼 都是我暗中帮你驱赶 以此来愁些殿酒之情 明日我的期限已满 将有人来代替我 我将要投生于人间 你我相聚只有今晚了 所以我不能平静 徐某听了 起初十分害怕 然而 因为长期相处 不再恐怖 反而难过起来 于是 他满满珍了一杯酒 捧在手中说 六郎 我敬你这杯酒 忘你饮了 不要难过 你我从此不能相见 虽很伤心 但你由此解脱灾难 我应该祝贺你 不要悲伤 应该高兴才是 于是 二人继续畅饮 许问六郎 何人来相替 六郎说 兄长明天 可在河边阴处等候 正当午时 有一女子渡河 溺水而死 即是替我之人 二人听到村鸡鸣叫 方洒泪而别 次日 许在河边暗暗观看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午时 国友已怀抱婴儿的妇女 到河边便坠入水中 婴儿被抛在岸上 举手蹬脚的啼哭 妇女几次浮上尘下 后来竟有水淋淋地爬上河岸 坐在地上稍稍休息后 抱起婴儿走了 当徐某看到妇女 掉入水中时 很不忍心 想去相救 但一想 这是六郎的替身 才打消救人的念头 当又看到妇人未溺死 心中怀疑 六郎所言有些荒唐 当晚 有机会 但又不知何时 再有替死的人 也许 是你我缘分未尽啊 徐某开叹地说 你这种 人死之心 总可以感动上帝的 从此 二人一如既往 饮酒 捕鱼 过了几天 六郎又来向徐某告别 徐以为 又有替六郎之人 六郎说 不是的 我前次之好心 果然感动了上帝 因而 招我为 朝远县 乌镇的土地 明日要去复任 如你不忘 咱俩的交情 不要闲路远 去朝远看我 徐某祝贺说 显地行为正直 而做了神 我感到十分欣慰 但人和神之间 相隔遥远 即使我不怕路远 又怎样 才能见到你呢 六郎说 只管前往 不要顾虑 再三嘱咐而去 徐某回到家 便要置办行装 东下朝远 他妻子笑着说 这一去几百里路 即使有这个地方 恐怕和一个 你偶像 也无法交谈 徐某不听 竟然去了朝远 问当地居民 果然有个屋镇 他找到了屋镇 便住进一个客店 向主人打听 土地瓷在什么地方 主人惊异地说 客人莫非姓许 徐某说 是的 但是您怎么知道 店主人又问 客人莫非是资川人 徐某说 是的 然则您又是 怎么知道的 店主人并不回答 很快地走出去 过了一会儿 只见 丈夫抱着小儿 大姑娘小媳妇 在门外偷看 村里人纷纷到来 唯看徐某 如四面围墙一般 徐某更为惊异 大家告诉他说 前几天 梦见神人来告知 有一个资川姓许的人 将来此地 可以给些资助 因而 在此等候多时 徐某甚为奇怪 便到土地瓷祭祀六郎 祷告说 自从与你分别后 睡梦中都铭记在心 为此远道而来 赴昔日之约 又蒙你托梦 告知村里人 心中十分感谢 很惭愧 我没有厚礼可赠 只有一杯薄酒 如不嫌弃 当如过去在河边那样 对饮一番 祷告壁又烧了些纸钱 倾客 见到一阵旋风 起于神座之后 旋转许久 才散去 当夜 徐某梦当六郎到来 衣冠楚楚地 与过去大不相同 六郎致谢道 有劳你远道而来看望我 使我既欢喜又悲伤 但我现在有植物在身 不便与你相会 近在咫尺 却如远隔山河 心中十分气创 村中有人微薄的礼物相赠 就算带我筹谢一下旧日的好友 当你回去的时候 我必来相送 徐某住了几天 打算回家 大家殷勤挽留 每天早晚都轮流 做东道主 为徐某践行 许坚决告辞 村中人 争着送来许多礼物 为他充实形状 不到一天 送的礼物 装满行囊 男女老少 都聚集 来送许出村 忽然刮起一阵旋风 跟随徐某 十余利路 许对着旋风再败说 柳郎珍重 不要远送了 你心怀仁爱 自然能为一方百姓造福 无需老朋友嘱咐了 旋风又盘旋许久 才离去 村中的人 也都揭探着返回了 徐某回到家里 家境稍稍宽欲学 便不再打鱼了 后来见到昭远的人 向他们打听土地的情况 据说 灵验得像传说的那样 远近闻名 意识是说 王六郎置身青云 无望贫贱 此其所以神也 今日坐在车里面的显贵 难道还认识 那个带着斗笠的人吗 我的乡里 有一个退休了的人 家里非常贫穷 他有一个年小的时候 就交往的朋友 如今坐了显贵 他想 要是投奔他去 一定会得到周济照顾 于是 竭尽全力置办行装 奔波了 上千里路 结果 非常失望地回来 他花光了行囊里 所有的钱财 并卖掉了坐骑 才能够回来 他的足地 是个很诙谐的人 做了一首阅令 来嘲讽这件事说 是岁月也 哥哥志 彪帽解 散盖不张 马化为驴 削使收生 意思是 这个月 哥哥回来了 彪皮帽子 也解下来了 车马散盖 也没有张开 马也变成驴了 靴子 这才没了声音 念此 可为一笑 偷逃 我童年的时候 一次到济南府 参加考试 正巧遇到过春节 按旧式风俗 春节的前一天 城里的各行各业 做生意的 要抬着彩楼 吹吹打打的 到布正斯衙门 去祝贺春节 这叫做眼春 我也跟着朋友 到那里去看热闹 那天 游人很多 人们把四面围得 像堵墙 水泄不通 大堂上坐着四位官员 身上都穿着红袍 东西面对坐着 那时我年纪还小 也不懂得堂上 是什么官 只听得人声嘈杂 鼓乐喧天 震耳欲聋 忽然有一个人 领着一个 披头散发的童子 挑着一副担子 走上堂来 好像说了一些话 只是人声鼎沸 也听不见 他说了些什么 只见大堂上的人 在笑 接着就有个 穿黑色衣服的 牙翼传话说 让他们演戏 那人答应了 刚要表演 又问道 耍什么戏法 堂上的人 相互商量了几句 就见有个牙翼 走下堂来 问他 有什么拿手的好戏法 那人回答道 我能颠倒生物的实力 生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牙翼回到堂上禀拜后 又走下来 说叫他表演 取桃子 耍戏法的点头答应了 脱下衣服 盖在竹箱上 故意装出一副 满月的样子说 馆长们为时不明白事理 眼下兵还没有话 叫我哪里去取桃子呢 不去取吧 怕惹得馆长生气 这可叫我怎么办 他的儿子说 父亲已经答应了 又怎么好推辞呢 耍戏法的人 为难了一阵子 说道 我认真想过了 眼下还是初春天气 冰雪还未融化 在人间哪里找得到桃子啊 只有王母娘娘 那盘桃园里 四季如春 兴许会有桃子 可是必须到天上去投 才能得到桃子 儿子说 戏 天可以像有台阶似的走上去吗 耍戏法的说 我自有办法 说完就打开竹箱子 从里面取出一团绳子 大约有几十丈长 他理出一个绳头 向空中一抛 绳子竟然挂在半空 好像有什么东西牵着似的 眼看着绳子不断上升 愈升愈高 隐隐约约的升到云端 手中的绳子也用完了 这时 他把儿子叫到身边 说 孩子你来 我老了 身体疲乏笨拙 上不去 你替我走一趟吧 接着 就把绳子头交给儿子 说 抓着这根绳子就可登上去 儿子接过绳子 脸上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埋怨说 爹爹真是老糊涂了 这样一条细细的绳子 就叫我顺着它爬上万丈高天 假若中途绳子断了 掉下来也是粉身碎骨 父亲哄着而又严肃地说 我已经出口答应人家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还是麻烦儿子去走一趟 不要怕苦 万一偷得来桃子 一定能得到百金的赏赐 那时 我一定给你娶个漂亮的媳妇 儿子无奈 用手拉住绳子 盘旋着向上攀去 脚随着手向上移动 活像蜘蛛走丝网那样 渐渐没入云端 看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 从天上掉下一个桃子 像碗口那么大 耍戏法得很高兴 用双手捧着桃子 陷到堂上 堂上的官员 看了老半天 也说不清是真是假 这时 绳子忽然从天上落下来 耍戏法得惊慌失色地喊道 糟了 天上有人把绳子砍断了 我儿子可怎么下来呀 又过了一会儿 又掉下个东西来 一看 原来是他儿子的头 他捧着儿子的头 哭着说 这一定是兜桃石 被那看守人发现了 我的儿子散完了 正哭得伤心时 从天上又掉下一只脚来 不一会儿 肢体躯干都纷纷地落下来 刷戏法的人很是伤心 一件一件的都捡起来 装进箱子 然后加上盖说 老汉只有这么个儿子 每天跟我走南闯北 今天遵照官长的严命 没有料到遭到这样的残祸 只好把他背回去安葬 于是他走到堂上 跪下哀求说 为了去偷桃子 我儿子被杀害了 大人们可怜小人 请赏给几个钱 也好收拾儿子尸骨 日后我死了 也当报答各位官长的恩情 堂上的官员很惊骇 各自拿出许多银钱赏他 他接过钱缠到腰上 从堂上走下来 用手拍打着箱子 招呼说 巴巴儿啊 不赶快出来 谢谢各位大人的赏钱 还等到什么时候 忽然 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孩 用头顶开箱盖 从箱子里走出来 朝堂上扣头 一看 原来就是他的儿子 因为这个戏法 刷得太神奇了 直到现在 我还记得很深刻 后来听人说 白莲教能表演这个法术 我想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后代吧 种梨 有个乡下人 在集市上卖梨 梨的味道非常香甜 但价钱很贵 有个道士 戴着破头巾 穿着破烂道袍 在车前伸手 向乡下人乞讨 乡下人呵斥他 他也不走 乡下人生气了 大声地辱骂起来 道士说 你这一车里 有好几百个 拼到只讨你一个 对你来说 没多大损失 为什么还要发 这么大的脾气呢 观看的人 劝乡下人 拿一个不好的梨 给老道士 打发他走算了 乡下人坚决不肯 路旁店铺里的 一个伙计 见他们吵得不成样子 就拿出钱 买了一个梨 给了道士 道士败谢 然后对着众人说 出家人 不知道吝惜东西 我有好梨 请大家品尝 有人问 你既然有梨 为什么不吃自己的 道士说 我是需要 这个梨盒做种子 于是 碰着梨 大口大口地 吃了起来 道士吃完梨 把盒放在手里 取下背在肩上的小铁铲 在地上挖了一个几寸深的坑 然后放进梨盒 盖上土 向旁边的人 要点热水浇灌 有好事的人 便到路边店铺中 提来一壶滚开的水 道士接过开水 浇进了坑里 大家都瞪着眼看着 只见一颗嫩芽 冒了出来 并渐渐长大 一会儿就长成了一棵 枝繁叶茂的大树 转眼间开花结果 又大又香的梨子 挂满了枝头 道士从树上摘下梨子 分给围观的人吃 一会儿功夫就吃光了 然后道士就用铁铲砍树 叮叮当当的砍了好长时间 方才砍断 道士把满袋枝叶的梨树 扛在肩上 不慌不忙地走了 一开始 道士做戏法时 那个乡下人 也砸在人群中 伸着脖子瞪着眼看 竟忘记了自己的营生 道士走了以后 他才回来去看顾 他车上的梨 却已经一个也没有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 道士刚才分的梨子 都是他的 再细细一看 一根车把没有了 茶口是新砍断的 乡下人心里非常气愤 急忙去追赶道士 转过一个墙角 见砍断的车把扔在墙角下 这才知道 道士刚才砍的那棵梨树 就是他的车把 而道士却已经不知去向了 满集市上的人都笑得和不上嘴 意识是评论 乡人烦闷昏庸的样子 憨壮可居 十分吃傻 他受世人嘲笑 也是有道理的 我每每见到乡中富人 至亲好友向他起米求助 就表现出一副气愤的样子 久计较说 这是好几天的乌兹开支了 如果劝他救济危难的人 给孤独无靠的人饭吃 则又愤然 又计较说 这是十个人五个人的饭量 甚至连父子兄弟 及威系的钱财 也要彻底计较 但是一旦关乎荒银烂赌 则整个囊带家产也不吝啬 就算刀具架在头颈上 连赌命也来不及 诸如此类的事 正是说之不尽 而愚蠢的乡下人的做法 那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县里有个姓王的书生 排行第七 是官宦之家的子弟 从小就羡慕倒数 他听说 牢山上仙人很多 就背上行李 前去寻仙访道 他登上一座山顶 看见一所道观 环境非常幽静 有一个道士坐在蒲团上 满头白发披肩 两眼意义有神 王生上前见过礼 并与他交谈起来 觉得道士讲的道理 非常玄妙 便请求道士 收他为徒 道士说 恐怕你娇气懒惰惯了 不能吃苦 王生回答说 我能吃苦 道士的徒弟很多 傍晚的时候 都急拢来了 王生一一向他们 行过见面礼 就留在道观中 第二天凌晨 道士把王生叫去 交给他一把斧头 让他随众 一起去砍柴 王生恭恭敬敬地答应了 过了一个月 王生的手脚 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再也忍受不了 这样的苦累 暗暗产生了回家的念头 有一天傍晚 他回到冠里 看见两个客人 与师父共作饮酒 天已经晚了 还没有点上蜡烛 师父就剪了一张 像镜子形状的纸 贴在墙上 一会儿 那纸变成一轮明月 照亮室内 光芒刺射 各位弟子 都在周围奔走侍候 一个客人说 凉宵美景 其乐无穷 不能不共同享受 于是 从桌上拿起酒壶 把酒分赏给众弟子 并且嘱咐 可以尽情地畅饮 王生心里想 七八个人 一壶酒怎么能够喝 于是 个人寻杯蜜碗 争先抢喝 唯恐湖里的酒干了 然而众人往来不断地道 那湖里的酒 竟一点也不少 王生心里 非常纳闷 过了一会儿 一个客人说 承蒙赐给我们月光来照明 但这样饮酒 还是有些寂寞 为什么不叫嫦娥来呢 于是 就把筷子向月亮中扔去 只见一个美女 从月光中飘出 起初不到一尺 等落到地上 便和平常人一样了 她扭动纤细的腰身 秀美的景象 翩翩地跳起霓裳舞 接着唱道 神仙啊 你回到人间 而为什么 把我幽禁在广寒宫 那歌声清脆悠扬 美妙如同吹奏管销 唱完歌后 盘旋着飘然而起 跳到了桌子上 大家惊奇地观望之间 以还原为筷子 师父与两位客人 开怀大笑 又一位客人说 今晚最高兴了 然而我已经快喝醉了 二位陪伴我 到月宫里 喝杯剑行酒好吗 于是三人移动席位 渐渐进入月宫中 众弟子仰望三个人 坐在月宫中饮酒 胡须眉毛 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像人照在镜子里的影子一样 过了一会儿 月亮的光渐渐暗淡下来 弟子点上蜡烛来 只见道士独自坐在那里 而客人已不知去向 桌子上的菜肴果盒 还残萃在那里 那墙上的月亮 只不过是一张 像镜子一样的圆的纸罢了 道士问众弟子 喝够了吗 大家回答说 够了 道士说 喝够了就早去睡觉 不要耽误了明天打柴 众弟子答应着退了出去 王生心里惊喜羡慕 回家的念头随即打消了 又过了一个月 王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苦力 而道士还是连一个法术也不传授 他心里实在憋不住 就向道士雌星说 弟子不远数百里来拜仙师学习 即使不能得到长生不老的法术 若能学习点小法术 也可以安慰我求教的心情 如今过了两三个月 不过早上出去打柴 晚上回来睡觉 弟子在家中 从没吃过这种苦 道士笑着说 我本来就说你不能吃苦 现在果然如此 明天早晨就送你回去 王生说 弟子在这里劳作了多日 请师父稍微教我一点小法术 我这次来也没算白跑一趟 道士问 你要求学点什么法术 王生说 平常我见师父所到之处 墙壁也不能阻挡 只要能学到这个法术 我就知足了 道士笑着答应了 于是就传授他秘诀 让他自己念完了 道士大声说 进墙去 王生面对着墙 不敢进去 道士又说 你试着往里走 王生就从容地向前走 到了墙跟前 被墙挡住 道士说 低头猛进 不要犹豫 王生果然离开墙树部 奔跑着冲过去 过墙时 像空虚无物 回头一看 身子果然在墙外了 王生非常高兴 回去拜谢了师父 道士说 回去后要洁身自爱 否则法术就不灵验 于是就给他些路费 打发他回去了 王生回到家里 自己夸耀遇到了仙道 坚固的墙壁也不能阻挡他 他的妻子不相信 王生便仿效起那天的一举一动 离墙数尺 奔跑着冲去 头撞到坚硬的墙上 猛然跌倒在地 妻子扶起他来一看 额头上鼓起大包 像个大鸡蛋一样 妻子讥笑他 王生又惭愧又气愤 骂老道士 美安好心 意识是说 听说王生这个故事的人 没有不大笑的 殊不知 世上的王生还真不少 现在有那么一个匹夫 喜欢别人阿谀奉承 不喜欢忠言劝谏 于是 那些阿谀迎逢的小人 就乘上那些可承威扬豹的气量 来迎合他 并骗他说 靠着这个本事 就可以横行无阻了 一开始试验都有小灵验 于是就说天下之大 都可以像这样横行 真是一个不碰南墙 不回头的人呢 东郡有个人 以耍蛇为生 他曾经训养着两条蛇 都是青色的 把大的叫大青 小的叫二青 二青的前额上长有红点 尤其聪明驯服 智慧他盘旋表演 无不如意 因此 蛇人对他的宠爱 超过了其他的蛇 过了一年 大青死了 蛇人想再找一条 来补上空缺 但一直没顾得上 一天晚上 他寄宿在山里的一所寺院 天明打开烛箱一看 二青也不见了 蛇人懊悔得要死 明处暗处搜寻呼叫 始终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先前每到草木丰盛的地方 就把蛇放出去 让他们自由自在一番 不久自己就会回来 由于这个原因 蛇人还希望他自己能回来 便坐着等待 直到太阳升起很高 自己也绝望了 才泱泱不乐地离开 出门刚走了几步 蛇人忽然听见 杂乱的草丛中 传来嘻嘻嗦嗦的声音 他停下脚步 惊愕地一看 是二青回来了 蛇人非常高兴 像得了无价之宝似的 把担子放在路边 二青也停下来 再一看他的后边 还跟着一条小蛇 他抚摸着二青说道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那小家伙是你推荐来的吗 说着就拿出饲料来喂他 同时也给小蛇一些 小蛇虽然不离开 但喂缩在那里 不敢来吃 二青用嘴含着饲料喂他 好像主人招待客人似的 蛇人再喂他 他才吃了 吃完 小蛇跟随二青 一块儿攥进了烛箱中 蛇人挑回去训练 小蛇盘旋弯曲兜河要求 与二青没有多少差别 因此 给他取名叫小青 蛇人带着他俩 四方表演献祭 赚了不少钱 一般耍蛇人耍弄的蛇 不过二尺 再大就太重了 就得更换一条 因为二青很训练 所以蛇人没有马上把它换掉 又过了两三年 二青已经长到三尺多长了 握进烛箱里 竹箱被塞得满满的 于是蛇人决定把它放走 一天 蛇人来到四川县东山里 拿出最好的食物喂二青 向他祝福一番后 便把它放了 二青走了 一会儿却又回来了 围着竹箱 蛇人 蛇人挥手赶他说 走吧 世上没有百年不散的宴席 从此以后 你隐身在深山大谷中 将来一定能修炼成一条神龙 竹箱怎么可以长期居住呢 二青才离开 蛇人目送他离开 但一会儿 二青又回来 蛇人怎么赶他也不走 还用头碰竹箱 小青在竹箱里 也不停地窜动 蛇人恍然大悟说 你是不是想和小青告别呀 说着就打开竹箱 小青从竹箱里 静止窜出来 二青与他交头吐蛇 好像互相嘱咐话语 接着两条蛇依偎着一起走了 蛇人正在想 小青不会回来了 一会儿 小青却又独自回来 爬进竹箱卧下 从此 蛇人随时都在寻找物色新蛇 但一直没有合适的 而小青也渐渐长大 不便于表演了 后来蛇人得到一条蛇 也很驯服 然而到底不如小青出色 这时 小青已经长得 比小孩的胳膊还要粗了 先前 二青在山中 打柴的人经常见到他 又过了几年 二青长得好几尺长 顽口那么粗 渐渐地出来追赶人 因此 行人旅客都互相告诫 不敢从他出没的那条路走 一天 蛇人经过那里 一条蛇猛然窜出 形入咒风 蛇人大为惊恐 拼命奔跑 蛇追得更急 他回头一看 已经快追上了 突然看见 舌头上俨然有一个红点 这才明白 这就是二青 他放下担子 高声叫道 二青 二青 那蛇顿时停住 昂起头来 待了很久 纵身上前 就把蛇人缠住 就像以前表演的样子 蛇人察觉到 二青并没有害他的意思 只是身躯太重 自己经不起他缠绕 只好倒在地上 高声祈祷 于是 二青就放开了他 二青又用头 去碰烛箱子 蛇人明白了他的意思 打开烛箱 放出小青 两条蛇一相见 立即紧紧交缠地 像怡堂一样 站在一起 很久才分开 蛇人祝福小青说 我早就想和你分别 今天你有伴了 又对二青说 小青原本是你引来的 还可以领他走 我在叮嘱你一句话 深山里不缺你的吃喝 不要惊扰过路行人 免得遭受上天的惩罚 两条蛇都吹下头 好像接受了他的劝告 马上窜起离去 二青在前 小青在后 所过之处 树木草丛都被丛中分开 向两边倒去 蛇人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 直到看不见了才离开 从此以后 行人经过那一带 像先前一样平安无事 不知那两条蛇到哪里去了 意识是说 蛇虽然没什么智商 然而 却和人相处久了 有了感情 也十分听从主人的劝告 从善如流 只有人这种动物比较奇怪 好些人 救命恩人 十年的好友 一转身就落井下石 要不就是不听良言 甚至反目成仇 恩将仇报者 这些人的德行 还不如一条蛇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嫁女 山东历城的殷尚书 年轻时家里很贫寒 但是她却很有胆量材略 县里有个士族大家的宅院 方圆几十亩地 楼房相连成片 因为经常出现怪异现象 所以被废弃 无人再住 时间长了 里面渐渐长满了棚 好 即使是大白天 也没人敢进去了 正巧 阴公和铜窗学友们一起饮酒 其中有人开玩笑说 有能在这个院子里睡上一宿的 咱们大家共同出钱请客 阴公一跌而起 阴公一跌而起 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 便带上一张席子去了 众人把他送到那家大门口 戏弄他说 我们在时在这里等着你 如果见到妖怪 就赶紧喊叫 阴公笑着说 若有鬼狐的话 我一定捉住他 做个证明 说完就进了门 走进院子 只见长长的沙草 掩没了路径 爱好如蚂蚁一样多 这时正是月初 幸好有昏黄的月光 门户还能辨认出来 阴公摸索着过了几重院落 这才到了后楼 登上月台 见上面光洁可爱 就停住了脚步 看了看西边的月亮 已落到山后 只剩下一线余晖 坐了很久 见没出现什么怪事 便暗笑传言的荒谬 就地枕着块石头 仰面躺着 观赏起天上的 牛郎之女星来 一经将近的时候 阴公迷迷糊糊想睡 忽然听见 楼下有脚步声 纷纷从下面上来 他便假装睡去 斜眼看去 见一个穿轻衣的人 挑着一盏莲花灯上来 突然发现了阴公 他大吃一惊往后退却 对后边的人说道 有生人在上面 下面的人问 是谁呀 轻衣人回答说 不认识 顷刻间 一个老翁上来 对着阴公 仔细看了看 说 这是阴尚书 他已经睡熟了 只管办我们的事 阴相公不居俗里 或许不会责怪 于是便领着人 相继上了楼 把楼上的门都打开了 过了一会儿 进出往来的人更多了 楼上灯火辉煌 就像白天一样 阴公略微翻了翻身 打了个喷嚏 老翁听见他醒了 于是出来 跪下说道 小人有个女儿 今夜出嫁 没想到处犯贵人 万万不要怪罪 阴公起身 拉起老翁说 不知今夜 贵府有大喜事 很惭愧 没有贺礼奉上 老翁说 贵人光临 押除凶神恶煞 就很有幸了 麻烦您陪坐一会儿 小人全家 倍加光荣 阴公很高兴 便答应了 阴公进楼一看 里面摆设得很华丽 这时就有个妇人 出来拜见 年纪约有四十多岁 老翁说 这是我妻子 阴公向他拱手还礼 顷刻间 听到声管鼓乐 震耳其名 有人抱上来说 来了 老翁急忙出门去迎接 阴公也站起来等候 不一会儿 有好多沙灯 引导着新郎进来了 新郎大约有十七八岁 相貌俊雅 老翁让他先给阴公行了礼 新郎两眼看着阴公 阴公就像婚礼主持人一样 还了半逐礼 紧接着 翁絮互拜 拜完后就入席 一会儿 年轻的丫鬟侍女们 一个接着一个 送来热气腾腾的佳肴美酒 玉碗金杯 映照得桌子发亮 酒过数旬 老翁叫侍女去请小姐来 侍女应声而去 过了很久没见出来 老翁起身 自己掀开为慢 去催促 过了片刻 几个丫鬟仆妇 簇拥着新娘子出来 环佩叮当作响 蓝色熏香四散 老翁叫女儿上前面行礼 起来后 他就坐到了母亲的旁边 阴公稍微看了一眼 只见他既插翡翠凤差 带着明月耳坠 容貌艳丽 举世无双 二后改用金桀针灸 金桀很大 能成树豆 阴公自私 这东西可以拿给同学作证 就偷偷地放进衣袖中 他假装醉酒 趴在桌子上 像是睡着了 席上的人都说 音响公醉了 不多时 听新郎说要走 升谷管月 猛然间响了起来 人们纷纷离席 下楼走了 最后 主人收拾酒具 发现少了一只金桀 怎么找也找不到 有人暗中议论 金桀可能在罪卧的阴公手里 老汪听说 急忙告诫人们 不要乱讲 唯恐阴公听见 过了一阵 内外都没了动静 音公才起来 四周围暗无灯光 只有脂粉的方腔 和浓郁的酒气 充满整个屋内 见东方已经发白 音公慢慢地下了楼 伸手摸了摸袖中 金爵仍然还在里面 音公到了大门口 学友们先在那里等候了 都怀疑他是夜里出来 早晨又进去的 音公拿出金爵让大家看 众人惊讶地询问来历 音公就把夜里的情形 说了一遍 大家都认为 这样贵重的东西 不是贫寒的读书人 所能有的 于是就相信了 他的话 后来音公考中了晋士 被派到河北广平府 肥丘县当县令 当地的官宦世家朱某 宴请音公 叫家人去拿大酒杯 过了很久没拿来 有个小童捂着嘴 小生和主人说了些什么话 主人脸上有了怒涩 不一会儿 捧来金爵 劝音公喝酒 音公仔细看去 金爵的样式和上面雕刻的图像 与狐狸的金爵毫无区别 大为惊奇 便问是什么地方制造的 朱某回答说 这样的金爵 家里共有八只 是先父当金官时 找金巧的将功监制的 这是家传的贵重物品 层层包裹珍藏 已经很久了 因为县尊大人光临 刚才从竹箱里取出来 竟然仅存七只 怀疑是家人偷了去 但包裹上 十年来的尘土厚积着 依然是原样没动过 实在没法解释 殷公笑着说 你那只金爵成仙飞生了 然而传世的珍宝不可丢失 我也有一只 和您的金爵非常近似 一定奉赠给您 算了息 殷公回到关书 找出金爵 差人诉讼朱家 朱某拿着 反复查看后 大为敬意 他亲自到关书 感谢殷公 并问金爵的来历 殷公于是叙述了 世青的始末 这才知道 千里以外的物品 狐狸也能摄取到手 但是 却不敢最终 留在自己的手里 交纳 书生孔雪莉 是孔圣人的后裔 为人宽厚有涵养 善于作诗 他有位挚友 在浙江天台当县令 来信请他去 孔圣应邀前往 而县令恰恰去世了 他漂泊无依 穷困潦倒 回不了家 只好寄居在普陀寺 被四僧雇佣 抄录经文 普陀寺西面百步开外 有善先生家的宅院 善先生是世家子弟 因为打了一场大官司 家境败落 人口也少了 便迁移到乡下居住 这座宅子 于是空闲起来 有一天 大雪纷飞 道上静悄悄的 没有行人 孔圣偶然经过 善家门口 看见一个少年 从里面出来 容貌美好 仪态风雅 少年看到孔圣 便过来向他行礼 略知问候以后 就邀请他进家说话 孔圣很喜欢他 非常高兴地 跟他进了门 建房屋 虽然不太宽敞 但是处处悬着紧 断为慢 墙壁上挂着许多 古人的字画 案头上有一册书 封面提名 狼环所记 他翻阅了一下 内容都是过去 从未见过的 孔生见少年 住在这座宅院 以为他是善家的主人 也就不再问他的 姓氏家族了 少年详细地询问了 孔圣的经历 很同情他 劝他社馆教书 孔圣叹息道 我这流落在外的人 谁能推荐我呢 少年说 如果不嫌弃我拙劣 我愿意拜您为师 孔圣大喜 不敢当少年的老师 请他以朋友相待 便问少年说 您家里为什么老关着大门 少年回答道 这是善家的宅子 以前因为善公子回乡居住 所以空闲了很久 我姓黄甫 祖先住在陕西 因为家宅被野火烧了 暂且借居安顿在这里 孔圣这才知道 少年不是善家的主人 当晚两人谈笑风生 非常高兴 少年就留下孔圣 和他同床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就有个小书童进屋来 生着了炭火 少年先起床进了内宅 孔圣还围着被子 在床上坐着 书童进来说 太公来了 孔圣大惊 急忙起床 一位白发老人进来 向孔圣殷切地感谢说 先生不嫌弃我那鱼丸小子 愿意叫他念书 他才初学读书席字 请不要因为朋友的关系 而按同辈看待他 说完后 送上一套紧断衣服 一顶貂皮帽子 鞋和袜子各一双 老人看孔圣 书洗完了 于是吩咐上酒上菜 房内摆设的桌椅 和人们穿着的衣裙 光彩耀眼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做成的 久过数询 老人起身告辞 提上拐杖走了 吃完了饭 黄府公子送上所学的功课 都是些古文诗词 并无当时的八古文 孔圣问他是何缘故 公子笑着回答说 我不是为了求取功名 到了傍晚 公子又摆上韭菜说 今夜尽情欢迎 明天便不允许这样了 又喊书童说 看看太公睡了没有 如果睡了 可悄悄把香奴叫来 书童去不久 先用绣囊 把琵琶带了回来 过了片刻 一个侍女进来 身穿红装 艳丽无比 公子让他弹奏香飞曲 香奴用象牙波子 勾动琴弦 旋律激扬哀烈 节拍不像以前所听到的 又让他用大杯针酒 二人一直喝到三耕田才罢 第二天 两人早起一同读书 公子非常聪慧 过目成颂 两三个月后 下笔成文 令人惊叹叫绝 他们约好 每五天饮酒一次 每次饮酒 必定叫香奴来陪 一天晚上 喝到半醉的时候 孔生的两只眼睛 紧紧地盯住了香奴 公子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意 说 这个侍女是老父亲抚养的 您离家既远 又无妻事 我替您日夜筹划 已经很久了 想为您找一位美貌的妻子 孔生说 假如真要帮我的忙 必须找一个像香奴这样的 公子笑着说 您真正成了少见而多怪的人了 要是认为香奴漂亮的话 那您的心愿也太容易满足了 过了半年多 孔生想到郊野去游玩 到了大门口 接两扇门板外边上着锁 便问公子是什么原因 公子说 家父恐怕结交一些朋友 扰乱心绪 所以闭门谢客 孔生听说后 也就安下心来 当时正值盛夏湿热季节 他们便把书房移到园厅中 孔生的胸膛上 突然肿起一个像核桃一样的窗窃 过了一夜 竟然长得像碗一样大了 他疼痛难忍 身影不止 公子朝夕趟望 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又过了几天 孔生痛得更加厉害 渐渐不能吃喝了 太公夜来探望 父子相对叹息 公子说 我前天夜里考虑 先生的病情 只有交纳妹妹能治疗 已经派人到外祖母家去叫她了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来 话刚说完 书童进来说 纳姑到了 姨婆和松姑也一同来了 父子俩急忙进了内宅 一煞时 公子领着妹妹娇纳来看孔生 娇纳年约十三四岁 美艳聪慧 窈窕多姿 孔生一见到他的美貌 顿时忘记了身影 精神也为之一爽 公子便对妹妹说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不亚于同胞兄弟 妹妹要好好为他医治 娇纳于是 娇纳于是收起自己的羞容 垂着长袖 靠在床上 为孔生诊断病情 手把手之间 孔生闻到娇纳身上散发着的芳香 剩余兰华 娇纳笑着说 应该得这种病 心脉都动了 病情虽然危急 但是还可医治 只是皮肤窗块已经凝结 非割皮割肉不可 收完就脱下手臂上的金镯 安放到孔生的患处 慢慢压了下去 窗戒凸起一寸多 高除金镯以外 而窗根的红肿部位 都被收在镯内 不像以前如晚那样大了 娇纳又用另一只手 掀起衣襟 解下配刀 刀刃比纸还薄 他一手按镯 一手握刀 轻轻沿着窗根割去 子血顺着刀流出来 沾染了床席 孔生贪恋娇纳的美姿 不仅不觉得疼痛 反而还怕早早割完 没法再和他多威棒一会儿 不多时 把窗上的烂肉都割了下来 圆团团的就像树上割下来的流子 娇纳又叫拿水来 把割开的伤口洗净 然后从嘴里吐出一粒红丸 像蛋丸一样大小 放到割去了窗戒的肉上 用手按着它旋转 才转了一圈 孔生就觉得热火蒸腾 再一圈便觉得息息发痒 转完三圈 亦是浑身清凉 透入骨髓 娇纳收起红丸 放回嘴里说 治好了 说完便快步走了 孔生一跃起身 追出门外感谢 觉得长时间的病痛 像是一下全没了 而心里却挂念 苦想着娇纳的美貌 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从此 孔生闭眷呆坐 抱百无聊赖 公子已经看出他的心事 说 我为您物色了很久 终于选得一位好姑娘 孔生问 是谁呀 公子回答说 也是我的亲属 孔生苦想了好长时间 只是说 不必要啦 然后 面对墙壁 引诵原整的诗句道 曾经沧海 难为水 出雀乌山 不是云 公子领会了他的意思 说 家父仰慕您的大财 常想连为婚姻 只是我仅有一个小妹娇纳 年龄又太小 我还有个姨表姐阿松 一十八岁了 长相不俗 如果不信的话 松表姐天天都来游园艇 您等候在前厢房 可以望见她 孔生便按公子说的到了那里 果然看见 娇纳和一个美人一起来了 这女子化带弯额 连钩促缝 欲娇纳 难分上下 孔生大喜便求公子做美 第二天 公子从内宅出来 向孔生祝贺说 事情办好了 于是 清扫另一个院子 为孔生举行婚礼 这天夜里 古月齐名 热闹异常 孔生觉得 好似月亮中的仙女 忽然来和她同亲而卧 竟然怀疑 广寒宫殿 其在眼前 未必在云霄之上了 结婚之后 孔生心里 非常满足 一天夜里 公子对孔生说 您对我增长学问的指点 我永远不会忘记 只是最近 善公子解除官司回来 索要宅子很急 我家想要离开此地西去 看样子 很难再相聚 因而 离情别墅 叫得心里非常难受 孔生愿意跟随他家西行 公子劝他 还是回山东故乡 孔生感到很为难 公子说 不用忧虑 可以立即送您走 不多时 太公领着松娘来到 拿出一百两黄金 赠送给孔生 公子伸出两只手 紧握着孔生夫妇的手 盯住二人 闭上眼睛 不要看 他们飘然腾空 只觉得耳边 风声呼呼地响 过了很久 公子说 到了 孔生睁开眼 见果然到了家乡 这才知道 公子并非人类 他高兴地叫开家门 母亲出乎意料 又看到漂亮的儿媳 全家都非常喜悦 等到回头一看 公子早已无影无踪了 松娘侍奉婆母很孝顺 她的美貌和贤惠的名声 传送远近 后来 孔生考中了近视 被授予延安府私立官职 携带着家眷上任了 他的母亲因为路远没一同去 松娘生了个男孩 取名叫小焕 孔生后来因为冒犯了御史刑台 而被罢官 受阻回不了家乡 有一次 他偶然到郊外打猎 碰见了一位美貌少年 骑着匹黑马鞠 频频回头看他 孔生仔细看了看 原来是皇甫公子 急忙收将勒马 两人相认 悲喜交加 公子邀请孔生 跟他一起回去 他们走到一村 树木茂密 浓荫蔽日 进了公子家 见门上是有金色的炮钉 仿佛士族大家 孔生问娇娜妹子的情况 知道她已经出嫁了 有知岳母也已去世 非常感慨伤心 她住了一宿回去 又和妻子一同返回来 这时正好娇娜也来了 她接过孔生的儿子 上下抛斗着玩 说 姐姐乱了我家的肿了 孔生拜谢她先前的恩德 娇娜笑道 姐夫显贵了 窗口已经好了吧 没忘记疼吧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 吴朗也来拜见 在这里 住了两夜才离去 一天 皇甫公子忽然带忧愁的神色 对孔生说道 天降灾祸 您能相救吗 孔生虽然不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事 但却立即表示 自己甘愿成当 公子急忙出去 招呼全家人来到 排列在堂上 向孔生行礼 跪拜 孔生大为敬意 急问缘故 公子说 我们不是人类 而是狐狸 既有雷霆劫难 您愿意一身抵挡 我们就都能生存 不然的话 请您抱着孩子走吧 免得让您受牵累 孔生发誓 与公子全家共存亡 于是 公子让孔生 手指利剑 站在门口 叮嘱他说 霹雳轰击 也不要动 孔生按公子说的去办 国剑阴云密布 白昼如夜 昏天黑地 回头一看住过的地方 宽大的房舍没有了 只有一座高大的坟种 有个深不见底的大洞穴 正在惊异不定的时候 霹雳一声巨响 震撼山岳 狂风暴雨昼气 把老树都连根拔出 孔生虽然感到耳聋眼花 却依然屹立在那里 一动不动 在浓烟黑雾之中 忽见有个鬼样的怪物 尖嘴长爪 从深洞中抓出一个人来 随着烟雾上升 孔生瞥了一眼 那人的衣上鞋子 觉得很像交纳 急忙一跃而起 用利剑向怪物刺去 随手坠落一物 突然 又一个炸雷爆裂 孔生被震倒在地 竟然昏死过去 过了一会儿 天晴云散 娇纳自己慢慢苏醒过来 当她看到孔生死在身旁 便大哭着说道 孔狼为我而死 我为什么还活着 松娘也从洞内出来 一起把孔生抬了出去 娇纳让松娘捧着孔生的头 让公子用金簪 剥开孔生的牙齿 她自己两手搓着孔生的腮 用舌头把口里的红丸 送到她的嘴里 又口对口地往里吹气 红丸随着气 进入孔生的喉咙 发出格格的响声 不一会儿 孔生竟然苏醒过来 见亲属们都在面前 仿佛如梦中醒来 于是 一家团圆不再惊慌 万分喜悦 孔生认为 墓穴不可久住 提议让大家和他一同 回自己的故乡 满屋的人都交口称赞 只有焦纳不高兴 孔生请他与吴郎一起去 焦纳又怕公婆不肯离开幼子 一整天也没商量出结果 忽然见吴家一个小仆人 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来到 大家惊慌地再三追问 才知道 吴郎家也在同一天遭难 全家都死了 焦纳听说 顿祖悲伤 啼哭不止 大家一起劝慰他 直到这时 大家一同随孔生回归故乡的计划 才算定下来 孔生进城料理了几天 回来就连夜催促整理新装 孔生回到家乡后 把自己一处闲置的宅子 给皇甫公子一家住 平常繁琐着圆门 只有孔生和松娘来到 才开门 孔生与公子 焦纳兄妹在一起 下棋饮酒 聊天聚会 亲密的就像一家人 孔生的儿子小患长大了 容貌美好 有狐狸的神情 他到城里去游玩 人们都知道 他是狐狸生的儿子 意识是说 我对于孔生 并不羡慕 他有一个美艳的妻子 而是羡慕他 有一个亲密的女友 看到他的容貌 可以忘记饥饿 听到他的声音 可以展颜而笑 得到这样一个好友 不时一起喝酒 不时一起喝酒续谈 这种精神之恋 真是远胜于那肉欲之爱呀 夜生 河南淮阳有个姓夜的秀才 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文章词赋 在当时首屈一指 但是命运不济 始终未能考中举人 恰巧 关东的丁承赫 来担任怀仰县令 他见到夜生的文章 认为不同寻常 便找夜生来谈话 结果非常高兴 便让夜生在官府读书 并资助他学习费用 还时常拿钱粮救济他家 到了开科考试的时候 丁公在学史面前称赞夜生 使他得了科室第一名 丁公对夜生的前途 寄予极大的希望 相试考完 丁公要夜生的文稿来阅读 拍案较好 没料想 时运现人 文章虽好命不佳 发榜后 夜生仍旧闽落森山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感到辜负了丁公的期望 很惭愧 身形消瘦 呆如木偶 丁公听说 照他来劝慰了一番 夜生落泪不止 丁公很同情他 约好等自己三年任满进京 带着他一起北上 夜生非常感激 辞别丁公回家 从此闭门不出 没过多久 夜生病倒在床上 丁公经常送东西 慰问他 可是 夜生服用了一百多服药 根本不见效 丁公正巧因冒犯上司 被免了官职 将要离任回乡 他给夜生写了封信 大致意思说 我冬归的日期已经定了 所以迟迟不走的原因 是为了等待您 您若早晨来到 我晚上就可以上路了 信被送到了病床上 夜生看着信 哭得非常伤心 他让送信的人 烧话给夜公说 我的病很重 很难立即痊愈 请先动身吧 送信人回去 如是说了 丁公不忍心就走 仍慢慢等着他 过了几天 看门的人 忽然通报说 夜生来了 丁公大喜 迎上前来问问他 夜生说 因为小人的病 又劳先生您久等 心里怎么也不安宁 今天有幸 可以跟随在您的身边了 丁公于是整理行装 赶早上路 丁公回到家 让儿子拜夜生为师 并让好好伺候 早晚都和他住在一起 丁公子名叫在昌 当时16岁 还不能写文章 但是特别聪慧 文章看上两三遍 就不会忘记 过了一年 公子便能落笔成文 加上丁公的力量 于是他进了县学 成为秀才 夜生把自己过去 考举人的范文习作 全部抄下来 教公子送读 结果 相识出的七个题目 都在准备的习作中 无一脱漏 公子考了个第二名 一天 丁公对夜生说 您拿出自己学问的剩余部分 就使我的儿子成了名 然而您这般贤才 却被长期埋没 有什么办法呢 夜生说 这恐怕是命中注定的吧 不过 能托您家的福 为文章吐口气 让天下人知道 我半生的沦落 不是因为文章低劣 我的心愿也就足了 况且 读书之人能一知己 也没什么遗憾了 何必非要穿上官服 泡掉袖裁衣裳 才说是发迹走运呢 丁公认为 夜生长期客居外省 怕他耽误了参加岁市 便劝他回家 夜生听说后 脸上现出了 凄惨不乐的神色 丁公不忍心抢让他走 就嘱咐公子 到京城参加会试时 一定要为夜生 捎纳个剑生 丁公子考中了晋试 备受不忠主政 上任时带着夜生 并送他进太学国子剑读书 与他早晚在一起 过了一年 夜生参加顺天府乡试 终于考中了举人 正遇上丁公子 奉派主管河南公务 他就对夜生说 此去离您的家乡不远 先生已经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 该何等令人高兴啊 夜生也很喜悦 他们则定即日上路 到了淮阳县界 丁公子派仆人 用车马护送夜生回了家 夜生到家下车 看见自己的门户很萧条 心里非常难过 他慢慢地走到院子里 妻子正好拿着波及 从屋里走出来 猛然看到夜生 吓得扔了波及就走 夜生凄惨地说 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 才三四年不见 怎么竟不认识我了 妻子站在远处地对他说 您死了已经很久了 怎么又说显贵了呢 之所以一直停放着您的棺木 没有埋葬 是因为家里贫穷 和儿子太小的缘故 如今儿子阿大已经成人 正要选择墓地为您安葬 请不要作怪来惊吓活人 夜生听完这些话 非常的伤感和懊恼 他慢慢进了屋 见自己的棺材还停放在那里 便一下扑到地上 没了踪影 妻子惊恐地看了看 这件夜生的衣帽鞋袜 脱落在地上 他悲痛极了 抱起地上的衣服 伤心地大哭起来 儿子从学堂中回来 看见门前拴着马车 他问明赶车人的来历 吓得急忙跑去告诉母亲 母亲便流着眼泪 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儿子 娘俩又仔细询问了 护送夜生的仆人 才得知事情的始末 仆人返回 如实报告了主人 丁公子听说 泪水浸湿了胸前的衣襟 他立即乘着马车 哭奔到夜生的灵堂祭拜 出钱休墓办理丧事 用举人的葬礼 安葬了夜生 又送了很多钱财 给夜生的儿子 并为他请了老师教读 后来丁公子向学士推荐 使夜生的儿子第二年入县学 成了秀才 意识是说 魂魄跟从知己 竟然会忘记了自己已经死了 听说的人都表示怀疑 我却深信不疑 知心的情侣 可以离魂相随 亲密的友谊 纵使千里 亦可以与好友梦中相会 又何况 应举文章 是我被读书人 精心结传 善写 它是否能与真上 正决定着 我们命运的穷通呢 叹息啊 命运不减 时运不济 经虑之处 纵难愈合 只能空字对影仇叹 生就临寻傲骨 不能魅俗取荣 唯有自惜自怜 可叹穷恶困顿 招致势力小人的潮舞 多次落榜的人 从人身到文章 都被世俗积贬得毫无是处 一旦名落孙山 则文章到处都是瑕疵 故今痛哭的人 只有献何事必的变和和你呀 去世闲于道智 能慧眼识人的伯乐 如今又在哪里 当道无爱才之人 不值得指望 反侧展望 可叹四海茫茫 竟无以容身之所 人生在世上 只有闭着眼睛走路 任凭造物主的安排而已 天下才华不凡 却如夜生那样沦落的才子 也是不少 回首四顾 天下哪里会再有一个 丁令威出现 让他生死跟随呢 唉 成仙 文灯一个姓周的书生 与一个姓成的书生 小时候在一个书桌上读书写字 成为知己好友 成生家中贫穷 一年到头都依靠周生接济 周生比成生大 所以成生管周生的妻子叫嫂嫂 封年过节都去拜访 像一家人一样 后来周生的妻子因生孩子 产后得疾病死了 周生接着又娶了个继妻王室 成生因为新嫂嫂比自己年纪小 所以没要求周生让自己见见他 一天 王室的弟弟来看望姐姐 周生便在卧室里设宴招待 正好成生来了 仆人来通报 周生坐在筵席上 命人快请他进来 成生不进 告辞要走 周生便将酒席移到外见 将成生追了回来 刚刚坐下 就有人禀告 一个庄园里的仆人 被县太爷重打了 原因是 黄历布家有个放牛的 放牛时采了周家的田 两家仆人发生争吵谩骂 黄家放牛的回去告诉了主人 周家仆人就被捉去送官 所以挨了重打 周生听说 很气愤地骂道 黄某这个放诸奴 怎敢这样 他前辈是我祖上的奴才 刚得志就目中无人了 周生气满胸膛 愤愤地起来要去找黄家 成生按住他制止说 强调世界 本来没有青红皂白 况且 今日的官府一半是不打棋子的强盗呢 周生不听 成生再三劝说 一致掉了眼泪 周生才勉强忍下 但是 周生的怒气始终不能消除 一夜翻来覆去 没有睡着 对家人说 皇家欺负我们 是我们的仇家 这先不说 县官是朝廷的命官 并不是有势力人家的官 就是互有争端 也应传两家对质 何至于像哈巴狗一样跟着叫 我也去告他家的仆人 看县官怎么处置他们 家人们也鼓动他 于是 他就写了橙子送到县衙 可是 县官只看了一眼 就把橙子撕了 扔在地下 周生气急了 顺口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 冒犯了县官 县官恼羞成怒 就把周生拘捕了 这天早饭后 成生又去找周生 才知道周生去县城告状去了 他急忙追去想阻止 不料周生却已在监狱里了 急得他直跺脚 无计可施 这时 官府正抓了三个海盗 县官与皇历部 用钱买通了海盗 让他们捏造周生是同党 然后根据假证词 割去了周生的功名 更加残酷地拷打他 成生来看他 两人抱头痛哭 他二人偷着商量 还得上告 周生说 我身在监牢 像鸟在笼子里 家里虽有一个弟弟 也只能给我送点饭来 谁能替我上告呢 成生表示 愿一人承担 说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朋友有难而不能急救 还算什么朋友 说吧就走 周生的弟弟 打算送路费给他时 他已经走远了 成生到了京城 上告无门 正急得不得了的时候 听人传说 皇帝要出城打猎 成生就暗藏在墓室中 待了不多时 皇帝的大队人马 果然从这里经过 成生趴在地上 大声喊怨 皇帝问明了原因 准了他的状 叫他等着 并把他的状子 批到不愿 命不愿赴审上奏 此时 据周生入狱 已经十个多月了 周生受刑不过 驱打成招 定了罪名 不愿官员 接到皇上御批 非常惊惧 打算亲自复审 皇家知道后 也很害怕 就计划暗中谋害周生 首先买通看奸的狱卒 不给周生饭吃 周生的弟弟来送饭 也不让他见面 成生又到不愿喊怨 不愿才提审 这时周生已恶地 站不起来了 不愿官员 见了大怒 贺令将狱卒打死 黄历部更害怕 就拿几千两银子 托人为他说情 不愿官员 才打了个马虎眼 免了黄历部的罪 县官因为王法 被判流放 周生被放 越发对成生感激不尽 成生经过这场官司 也厌世了 因此就与周生商量 一起隐居 然而 周生因为有年轻的妻子 不忍离去 一直以言笑推脱 成生见周生态度不明 虽然没再说什么 自己决心已定 准备出走 两人分别以后 成生一连几天 没有来找周生 周生就派人 到成生家去打听 而成生家 还认为在周家呢 这才知道 成生不见了 周生心里明白 急忙派人到处找 所有远近的四贯勾股 都找遍了 还是不见成生的踪影 周生只好经常送钱 送粮给成生的儿子 帮助成家过日子 又过了八九年的功夫 成生忽然自己回来了 他头戴皇冠 身穿大肠 一副先锋倒鼓的样子 周生见了亲热的不得了 一把拉住成生的胳膊说 你到哪里去了 让我们到处找 成生笑着说 孤云也鹤 哪有一定的地方 分别后 幸亏还康健就好 周生赶快命家人 摆酒席招待 略说几句客套话以后 周生就催着成生 换下道符来 成生只笑不说话 周生说 你真傻 为什么不要老婆孩子 把他们像旧鞋一样扔掉呢 成生笑着回答说 不对 是别人抛弃了我 哪里是我抛弃别人呢 周生又问成生住哪里 成生说在牢山清宫 两人当夜就抵足而眠 正睡间 周生梦见 成生光着身子 压在自己胸上 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惊讶地问 这是为什么 成生也不回答 忽然就醒了 汉成生不答应 坐起来找成生 却不知哪里去了 定了定神 才发现自己是在成生睡的地方 他惊骇地自言自语 昨晚没有喝醉 为什么糊涂到这个地步 于是叫家人拿灯来照 家人只见成生坐在那里 周生不见了 周生本来胡子很多 此时他用手一缕 稀稀拉拉地没有几根了 拿镜子一照 周生大惊失色地说 成生在这里 我哪里去了呢 接着一想 才恍然大悟 原来 这是成生用幻术 招他去隐居 他想进卧室 去找妻子 他弟弟 因他已变为成生了 不让他进去 他自己也无法说明白 只好不进去 别悟他法 周生只好叫仆人背了马 驻仆二人前去牢山找成生 走了好几天 才到牢山 周生骑马走得快 仆人在后面 一时没有跟上来 他就坐在树下休息 但见这里道士来去不断 内中一个道士 看了他一眼 周生就顺势问他 知不知道成生 道士笑着说 听说过这个人 好像是在上清宫 说吧 就走了 周生目送那道士 见他走出一件地之外 又与另一人说话 也不过说了几句 那人就走了过来 一看原来是同学 那人见了周生 以为是成生 吃惊地说 几年不见了 听别人说 你已在明山学道 为什么还游戏在人间呢 周生知道 他把自己当成成生了 于是就把自己的事 说了一遍 那人惊讶地说 我刚才还遇见他 以为是你呢 才走了不多时 或者没有走远 周生觉得很奇怪 说 怪呀 我为什么见了自己的面目 还不认得呢 过了一会儿 仆人追上来 他们急忙快走 可是走了半天 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前面的路 一望无际 遥远得很 拿不定主意 是走还是回去 可是 转又一想 已经没有回去的可能了 只有向前走 追上成生才行 但路却越发险恶难行 马也不能再骑了 周生就把马交给仆人 叫他转回去 自己沿着崎岖的山道 一步一步走去 走了一段路 远远看见一个小道童坐在那里 周生便走向前去问路 并说来找什么人 道童说 自己是成生的弟子 并帮周生拿着行李 领他一块儿走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 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走去 走了三天三夜 才到一个地方 但这里又不是世上传说的上青宫 当时是十月天起 可是山路两边却山花烂满 一点不像是初冬 道童进去禀报 成生很快就出来迎接 周生这才认出自己的面貌 两人手拉手进了大殿 接着就摆上酒席 饮酒谈心 但见珍奇的小鸟 飞来飞去 一点也不怕人 叫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好听 不时还到桌上叫几声 周生心里非常惊奇 然而 他仍然思念尘世 反乡心切 无意在这里待下去 饮完了酒 间地上有两个蒲团 成生拉周生并坐在上面 约二更以后 万赖俱计 周生忽然打了一个盹 觉得自己与成生换了个位置 心里很奇怪 自己随便用手摸了一下下颌 胡子已经和从前一样了 天亮了 周生回家心切 要求走 成生坚持留他多住几天 又住了三天后 成生对周生说 请你稍微闭一下眼 我送你回家 周生刚一合眼 就听见成生叫着说 形状都已齐备 于是 周生起来跟着就走 一路走的并不是原道 但是走了不多时 就看到家乡了 成生坐在路边等着 叫周生自己回家 周生抢邀成生一块回家 成生执意不肯 周生就一个人到了家门 他见大门关着 就叫了几声 里面没有回答 刚想跳墙 就觉得自己的身子 像树叶一样 轻飘飘进了院子 又跳了几道墙 才到了卧室 见卧室内灯光昏暗 妻子还没有睡觉 听到屋里咕咕喉喉 好像有人说话 他悄悄舔开窗纸 往里一看 见妻子正与一个仆人 用一个杯子喝酒 样子非常亲密 周生大怒 想立即进屋捉住他们 可又怕自己一人 难以对付他们两人 就悄悄出门去 请成生来帮忙 成生慷慨答应 立即跟周生 一直到了卧室 周生拿石头砸门 屋内二人吓慌了神 砸得越急 门关得越紧 成生用剑拨门 一下两扇门都开了 周生跑进去捉人 那个仆人冲出门外 向外跑 成生在门外一箭砍去 砍下了仆人一条臂膀 周生进屋 捉住妻子拷问 才知道刚去他进门时 他就与仆人私通了 周生拿过成生的剑 割下妻子的头 挑出他的肠子 挂在院里的树上 才跟着成生 远路返回 周生忽然一觉醒来 原来身子还在床上 惊异地说 怪梦七长八段 真使人怕死了 成生一旁笑着说 是梦 胸却以为是真 而真 胸却以为是梦 周生不明白 是什么道理 就问成生 成生拿出剑来 给他看 剑上的血迹仍在 周生吓得要死 暗暗疑惑 成生已会换束了 成生也知道周生的心思 就催他整理行装 送他回家去 二人辗转走到了家门 成生对周生说 那天夜里 我倚着剑等你 不是在这里吗 我厌恶看见污浊 还在这里等你 如果过了身时不回来 我就自己回去了 周生到了家门 门庭冷冷清清 好像没有人住一样 又到了弟弟家里 弟弟见了他 双肋交流 对他说 哥哥你走后 贼业里来杀了嫂嫂 还把肠子挂在树上 真是可怕 至今官府还没有破案 周生才大梦方醒 把一切事情告诉了弟弟 并嘱咐他不要再追究了 他弟弟下呆了很长时间 周生问起孩子 弟弟叫奶妈抱来 周生看了说 这孩子是咱家的后代 请你好好照看 兄要告辞人事了 说吧 起身就走 弟弟哭着追出挽留 周生笑着走了 连头也没回 到了郊外 见了成生 二人一起上了路 远远地回过头来笑说 能忍就是最大的乐事 他弟弟追着 想再说几句话 成生一举袖子 就无影无踪了 弟弟呆立多时 哭着回了家 周生的弟弟忠厚老实 但没有能力 不会治理家务 过了几年 家里越发穷了 周生的孩子渐渐长大 没有钱请老师教学 他就亲自教侄子读书 一天 清早到书房里 见桌子上放着一封信 风口粘得很结实 信封上写着二弟起 细看是他哥哥的笔迹 拆开信一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个着甲 有二尺来长 心里觉得很奇怪 他把着甲放在燕台上 出来问家人 这信是哪里送来的 家人们都不知道 回到屋里一看 燕台闪闪发光 已变成了黄金 他更加惊奇 又放在铜铁上试试 都变成了黄金 从此他家大富起来 他拿出千金 给成生的孩子 后来 香船两家 都有点识成金的法术 王蓝 历金县有个叫王蓝的人 生疾病死了 阎王复查生死簿 王蓝不该死 是鬼族错把他抓了来的 就责令鬼族送他还生 但王蓝的尸体已经腐烂 鬼族怕他不能还生 阎王治罪 就与王蓝商量说 人成了鬼受苦 鬼成了仙就享乐 只要有乐享 何必再还生为人呢 王蓝认为很对 就同意了 小鬼对王蓝说 这地方有个湖 成天炼蛋 现在已经炼成 我领你去偷那丹来吃 你的魂就不会散 可以长存于事 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没有办不到的事 你愿意不愿意 王蓝听了 表示同意 那鬼族就领王蓝 走进一个高大的院落 建院内楼阁整齐 清静优雅 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一只狐 在月光下仰头望天 从口中呼出一粒丹丸 静止飞入月中 一吸气 那丹丸又落入湖口中 这样一呼一吸 接连不断 鬼族悄悄等在 湖的身旁 等湖又呼出时 急忙用手来抢 交给王蓝 叫他赶快咽下去 湖大吃一惊 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一看是两个鬼 怕斗不过他们 就气愤地走了 王蓝 王蓝与鬼族告别 回到自己家中 他的妻子见了他就跑 王蓝叫住他 告诉妻子前后经过 他妻子才渐渐不害怕了 从此 他夫妻住在一起 像往常一样生活 王蓝有个朋友 姓张 听说王蓝回来了 就来看他 见面后 互相问好 王蓝便对张说 我与你家素来都很穷 现在有办法可以发财了 你能跟我出去游历一番吗 姓张的没有表态 王蓝又说 我能不用药就治病 不用补算就知道人的吉凶 我想现原形 又恐怕认识我的人害怕 所以我只有附在你身上 咱两人在一起才能办事 你说行不行 姓张的这才答应了 于是两人当天就打点行装 出发了 他俩到了山西地界 听说当地一个财主的女儿 生了疾病 眼看要死了 前后不知请过多少医生术士 都没治好 姓张的带了王蓝的魂 放到财主家 自称有办法治病 保证起死回生 这个财主只有一个女儿 爱如掌上明珠 治病心切 愿出千斤报答 张要求看看小姐的病 随财主到小姐房里 见女子躺在那里 双眼紧闭 掀开被子 用手摸摸身子 也没有知觉 和死了一样 只剩一口气 王蓝附在张身上说 这女子的魂已出射了 应赶快找回来 于是 姓张的就告诉财主 你女儿十分危险 但能治好 财主问她 需要什么药 张说 什么药也不要 是小姐的魂跑了 我已派神仙去找了 过了一个时辰 王蓝回来 附在张的耳朵上说 女子魂已找回来了 姓张的请财主再进屋看看 他又摸了一下女子 一会儿女子伸了伸腰 一下就睁开眼了 财主大喜 马上安慰女儿 并问他情况 女儿说 前几天我去园子里玩 见一个少年用弹弓打麻雀 几个人牵着高头大马 跟在他后面 我急着想躲起来 被他们挡住了 少年拿弓给我 教我打弹弓 我觉得害羞 说了他几句 他就捉了我上马 笑着对我说 我乐意与你玩 你不要害羞 走了几里路 进了山 我在马上一面喊一面骂 少年生气 就把我从马上推下来 我想回家又找不到路 正没办法时 一个人来捉住我的胳膊 一路小跑 转眼就到了家 只觉得 晃晃乎乎乎 像做了个噩梦 财主一听 认为太神奇了 果然拿出千金 作为报酬 王兰与姓张的当夜商量 把得到的千金报酬留下 二百两作为他俩的路费 余下的全部由王兰送回家去 交给王兰的儿子 再命儿子给姓张的妻子三百两 王兰办完了 当夜又返回来 第二天 与财主告别时 财主不见姓张的 带着那千金 觉得他更加神奇 又送了些重礼给他 过了几天 姓张的在郊外 遇到同乡贺财 这个贺财 整日喝酒赌博 不务正业 穷的和要饭的一样 贺财听说 姓张的有发财的法术 得了许多金钱 就到处找他 王兰暗中劝姓张的 稍稍给贺财几个钱 打发他走 可是贺财改不了老毛病 十天就把钱用光了 还要来找张 王兰已经知道了 就再一次对张说 贺财放荡疯狂 不能常与他相处 只宜给些钱叫他走 空惹货还少 过了几天 贺财果然又来找张 抢要和张合作 张就对贺财说 我就知道你还会来找我 你天天酗酒赌博 千金也满足不了你的无底洞 你要真心改过自新 我就给你一百两银子 你自谋生路 贺财高兴的满口答应 张就倒了到口袋的钱 都给了贺财 贺财有百两银子 反而赌得更厉害 又添了嫖妓的毛病 灰金如土 县里的牙医 见他花钱那么容易 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正 就逮捕了他 贺财到大堂被拷打审问 受刑不过就说了实话 供出钱的来历 县官派人带着贺财去捉姓张的 几天后 贺财磅伤溃烂 死在路上 但贺财的魂 还没有忘记姓张的 又去找到他 附在他身上 与王兰在一起 一天 张、贺、王三人聚在烟墩喝酒 贺财醉了大喊大叫 王兰制止他 他不听 正遇上寻方御史 从这里经过 听到有人大叫 就命人搜查 抓住了姓张的 张害怕 就说了实话 御史听了大怒 打了张一顿板子 并写了蝶文 报告神领 御史当夜做了个梦 见金家神人告诉他 金察 王兰是无辜而死 金为鬼仙 从医也是人术 不能按妖媚治罪 金奉上帝旨意 受为清道使 贺财邪当 以罚他到铁围山 张某无罪 应立即释放 御史醒来 觉得好生奇怪 就按梦中神人所说的 放了姓张的 张某整置行装 回到家里 口袋还存着几百两银子 就把一半 公送到王兰家 王兰家的儿孙们 从此就富了起来 王城 王城原是平原县 一个旧官僚家的子弟 他生心懒惰 生活越来越没着落 后来 只剩下几间破屋 与妻子睡在破草席上 经常互相怨骂 难以度日 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 村子外边 原来有个周家的花园 已经强倒屋塌 只剩下一个亭子 村里有许多人 来这里住宿乘凉 王城也在其中 有一天 天亮后 睡在这里的人都走了 太阳升起三杆高了 王城才起来 摇摇晃晃的 想要回家 忽然看见 草丛中有一股金钗 他拾起来一看 上面刻着 宜宾斧灶一行小字 王城的祖父 原来是横宫王府的宜宾 什么叫宜宾呢 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明朝的时候 郡主的丈夫就被称为宜宾 郡主也就是王爷的女儿 因为王城的祖父 原来是横宫王府的宜宾 家里的旧物 很多都是这种款式 因此 王城拿着金钗 筹筹了半天 这时 有个老婆婆来寻金钗 王城虽然很穷 但秉性耿直 急忙拿出来交给了她 老婆婆很高兴 极力称赞王城的品德 说 金钗不值几个钱 可这是已故丈夫的遗物 王城问 您夫君是谁呀 老婆婆回答说 是已故宜宾王俭之 王城吃惊地说 那是我祖父 你们怎么认识的 老婆婆也惊讶地说 你就是王俭之的孙子吗 我是胡仙 一百年前 我同你祖父相好 你祖父死后 我就隐居起来了 今天经过这里时 仪式了金钗 恰好被你识到 这不是上天的安排吗 王城也曾听说过 祖父有个胡奇 便相信了老婆婆的话 邀请她到家中去坐 老婆婆跟她去了 王城叫妻子出来相见 只见她穿着破烂的衣服 面黄鸡瘦 老婆婆叹息说 唉 王俭之的孙子 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又见破锅就造 没有一丝烟火 老婆婆说 家境如此 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王七就把贫苦的状况 细细地述说给老婆婆听 忍不住 呜呜叶叶地哭泣起来 老婆婆把金钗交给王七 让她到市上 当了钱 买些米来暂且度日 三天以后再来相见 王城挽留她 老婆婆说 一个妻子你还养活不了 我在这里 你只能仰望屋顶 无可奈何 有什么用呢 说完 王城对妻子讲了老婆婆的来历 妻子很害怕 王城称颂她的人意 让妻子像带婆母那样侍奉她 妻子答应了 三天后 三天后老婆婆果然来了 拿出一些银子 让王城买米面割一蛋 夜里 她就同王城的妻子一块儿睡在短床上 妻子开始很害怕 但后来看到她心一诚恳 就不再疑心了 第二天 老婆婆对王城说 孙子不要再懒惰了 应该做点小买卖 做吃上空 怎么能长久呢 王城告诉她 没有本钱 老婆婆说 你祖父在时 金银筹段任凭我取 我因自己是世外之人 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多拿过 只积攒下卖花粉的四十两银子 至今还存着 长久放在我那儿也没用处 你可以拿去 全买成葛布 立即赶到京城卖掉 可赚点利钱 王城听从了她的话 买了五十多匹葛布回来 老婆婆让她马上收拾行装 估计六七天就可以到京城 并嘱咐王城 一勤勿揽 一急勿缓 吃之一日 会之一晚 王城恭敬地答应了 带着货物上了路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王城中途郁郁 衣服鞋子全湿透了 他平生从未经历过风霜之苦 疲惫不堪 就决定暂时在旅店休息 不想 大雨下了一整夜 房檐雨流如生 过了一夜 道路更加拟拧难走 王城见来往的行人 积水没过脚脖 心中怕苦 等到中午 雨才不下了 但一会儿 阴云密布 又下起大雨 王城之后 又住了一宿才走 快到京城时 听说葛布价格飞涨 王城心中暗暗高兴 进京后 来到客店解下行装 店主非常惋惜 他来晚了 原来 南方的道路刚开通 葛布运至京城的极少 贝勒府又急着购买 价格顿时上涨 比平时贵三倍 前一天才刚购买数额 后来的人都很失望 店主人把缘故告诉王城 王城闷闷不乐 过了一天 葛布运到京城的越来越多 价格更下跌了 王城因为没有利润 不肯出手 迟延了十余天 算计时速 花费很多 更加烦闷忧愁 店主人劝他 把葛布建卖掉 该做别的买卖 王城只好听从了 亏了十几两银子 把布全部脱了手 早晨起来 王城准备回去 打开行囊一看 银子全没了 王城惊慌地告诉店主人 主人也没有办法 有人让王城报告官府 要店主偿还 王城叹息说 唉 这时我命该如此 和店主有什么关系 店主听后 很感激他 赠送他五两银子 劝慰他 让他回去 王城自己考虑着 没脸回去见祖母 里里外外地 犹豫徘徊 进退两难 一天 王城恰好看见 有豆鞍春的 一赌就是几千文钱 每买一只鞍春 常常花费不止一百文 他忽然心中一动 算了算行囊中的钱 仅够贩卖鞍春的 就回去同店主人商议 店主人极力怂恿他 并且约好 让他借住店中 管饭吃 不收他钱 王城很高兴 就上路了 他买了满满一袋鞍春 又回到京城 店主人很高兴 祝他早点卖光 到了夜里 大雨一直下到天明 天亮后 街上水流如何 雨还是没停 王城只好住在店里 等待晴天 可是 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不停 看看龙中 鞍春 慢慢死了一些 王城害怕极了 不知怎么办才好 又过了一天 死得更多 仅剩下几只 合并到一个笼子内养着 过了一夜又去看 还有一只活着 王城告诉了店主人 忍不住泪流满面 店主人也为他叹息 王城觉得 银两亏尽 有家难回 只想寻死 店主人劝慰他 同他一块去看 那只活下来的鞍春 店主人仔细审视一番后说 这只鞍春 好像不同寻常 那些死了的鞍春 未必不是被他逗杀的 你现在也闲着没事 就训练训练他 如果是个两种 用他来赌博 也可以谋生 王城 王城遵照店主人的意思 去做了 训好以后 店主人让他拿着到街头 赌些酒饭吃 这只鞍春十分健壮 几次都赢了 店主人很欢喜 交给王城些银子 让他与富家子弟赌 又是屡赌屡胜 过了半年多 王城积攒了二十两银子 心里见感宽慰 把这只鞍春 看作性命一般 起先 有个大亲王好斗鞍春 每逢元宵节 就放民间养鞍春的 晋王府 与他的鞍春搅斗 店主人告诉王城说 现在发财可以说很容易 所不知道的 就是你的运气如何了 于是就把大亲王府 斗鞍春的事告诉他 带他一起前去 嘱咐说 如果败了 就自认丧气处来 倘若万一斗胜了 大亲王肯定要买下来 你不要答应 如果他抢买 你看我的脸色行事 等我点头以后 再答应他 王城说 行 来到王府 来斗鞍春的人 已经拥挤在殿阶下 不一会儿 亲王走出御殿 左右随从宣告说 有愿斗的上来 立即有一个人 手把鞍春 快步上去 亲王命令 放出王府的鞍春 客人也放出自己的 两只鞍春刚一搏斗 客方已经败了 亲王大笑 不一会儿 登台拜下来的 已经有好几个人 店主人说 可以了 和王城登上台 亲王端详了一下 王城的鞍春 说 眼睛 眼睛里有怒脉 这是只凶猛 煽斗的鸟 不可轻敌 命取一只 叫铁嘴的鞍春 来对阵 经过一番 藤月搏斗 王府的鞍春 败下阵来 又选出 更好的一只 但换一只 败一只 亲王急忙命 取来宫中的 愚蠢 片刻功夫 有人把着 这只鞍春出来 只见 他全身雪白 像鹿鸟一样 神俊不凡 王城胆怯了 跪下 请求霸斗 说 大王的鞍春 是神物 我怕伤了我的鸟 砸了我的饭碗 亲王笑着说 放出来吧 如果你的豆死了 我会重重地 赔偿你的 王城这才放出鞍春 亲王的郁唇 直扑过来 这时 王城的那只 正像怒鸡一样 浮在那里 眼镇一袋 郁唇猛地一啄 王城的鞍春 突然飞起 像仙鹤似的 攻击他 两只鞍春 上下腾飞 相持了很久 郁唇渐渐不知了 而王城的 却更加气盛勇猛 越斗越挤 不一会儿 郁唇雪白的羽毛 纷纷被着落 垂斥而逃 周围观看的上千人 无不赞叹 无不赞叹羡慕 王城的鞍春 亲王于是把这只鞍春 要过来 放在手上 亲自把着它 从嘴到爪 审视一遍 问王城说 你的鞍春 卖吗 王城回答说 小人没什么产业 与他相依为命 不愿卖它 亲王说 赐你好价钱 中等人家的财产 马上可以到手 你愿意吗 王城低头思索了 许久说 本来不愿卖 大王既然这么喜欢它 如果大王真能让我 得到一份 衣食不愁的产业 我还有什么 可求的呢 亲王便问价钱 王城回答说 一千两银子 亲王笑着说 痴男子 这是什么珍宝 能值一千两银子 王城说 大王不认为它是宝 臣民我却认为 价值连城的宝玉 也没它值钱 亲王说 为什么 王城说 小人拿着它 到市上去赌斗 每次能得几两银子 换成米 一家十几口人 指望它吃饭 没有挨饿受冻之忧 什么宝物 能比得上它 亲王说 我不亏待你 给你二百两银子 王城摇头 亲王又加百两 王城看了店主人一眼 见店主人没动声色 便说 成蒙大王愿买 我愿捡一百两 九百两银子卖了 亲王说 算了吧 谁肯用九百两银子 换一只鞍蠢 王城装起鞍蠢就要走 亲王忙喊 养鞍蠢的回来 我实实在在给你六百两银子 肯就卖 否则就算了 王城又看店主人 店主人仍没什么表情 王城心中已非常满足 唯恐失掉这次机会 说 以这个树卖给你 心中实在不情愿 但讨了半天价 买卖弱不成 得罪了王爷 我担当不起 没别的办法 只好按王爷的意思办 王爷很高兴 立刻撑出银子交给他 王城装好银子 败谢赏赐出来 店主人埋怨说 我怎么说的 你这样急着自己做主卖了 再还一下价 八百链银子到手了 王城回去后 把银子扔在桌上 请店主人自己拿 店主人不要 王城再三相让 店主人才把他的饭钱 算清收下 王城整治好行装回到家 详细述说了自己的经历 拿出银子 让大家共享快乐 老婆婆让他买了三百亩良田 盖房子制家具 居然又恢复了祖上的世家景象 老婆婆每天很早就起床 让王城督促拥工种地 王城的妻子督促家人纺织 稍有懒惰 老婆婆就斥责他俩 夫妇两人安守本分 不敢有怨言 过了三年 家里更富了 老婆婆辞别要走 夫妻二人共同挽留他 直到难过的流泪 老婆婆才留了下来 可是第二天早晨 夫妻二人去问安时 老婆婆已经药无踪影了 意识是说 富贵皆因勤劳而得 而王城反而因懒惰而得 也算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但要知道 王城其为人 贫贱不能疑 又不贪心 心存忠厚 这就是为什么 上天一开始抛弃他 但最终爱护他的原因 懒惰中 怎么可能真的有富贵呢 清凤 山西太原耿家 原来是官宦世家 宅院宽阔 气势宏大 后来家世衰落 接连成片的楼房瓦舍 大都空废着 于是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屋门总是自开自观 家人常常半夜里惊醒呼喊 耿家房主对此很担忧 便搬到别墅里去住 只留下一个老翁看着门 从此 宅院更加荒凉败落 有时还能听到里面 说笑唱歌 吹奏乐器的声音 耿家房主的侄子叫耿去病 性格狂放不羁 他嘱咐看门的老翁 只要听见或者看到了什么 就跑去告诉他 到了夜里 老翁见楼上灯光闪烁 就去告诉了他 耿生要去看看 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老翁劝阻他 他不听 耿生本来就很熟悉 院内的房屋门户 便手拨捧薅 顺着曲折的路径 进了院子 他登上楼房 没有看见 有什么奇怪的情景 穿过这座楼 再往后走 听见 有轻微的说话声 偷偷看去 只见 两只巨大的蜡烛燃烧着 照得四周通明 如同白昼 一位头戴如冠的老头 朝南坐着 一位老妇人 坐在他的对面 二人都在四十以上的年纪 朝东坐着一位年轻人 约有二十多岁 右边坐着一位女郎 才刚十五六岁的样子 酒菜摆了满满一桌 四人正围坐着说笑 耿生突然走进房内 笑着喊道 有一个不速之客来到 里面的人大为惊慌 奔逃躲避 只有老头出来呵斥道 是谁闯进人家的内室来了 耿生说 这是我家的内室 却被您占了 没酒自己饮 也不邀请主人 岂不有点太吝啬 老头仔细看了看他说 你不是这里的主人 耿生说 我是狂生耿去病 主人的侄子 老头致敬说 酒养大名 酒养大名 座医请耿生入座 喊家人车换酒窑 耿生不让他换 老头就为耿生针上酒 耿生说 咱们是老师教了 刚才酒席上的人没必要回避 还请他们来一起喝酒 老头喊道 小儿 不一会儿 年轻人从外面进来了 老头对耿生说 这是我的儿子 孝儿行了个拱手礼坐下 耿生大致问了一下 他们的家族姓氏 老头说道 我叫义君 姓胡 耿生一向豪爽 谈笑风生 孝儿也很超脱 不同凡俗 两人轻怀畅谈 意气相投 非常喜悦 耿生二十一岁 比孝儿大两岁 就称他为弟 胡索说 听说您的祖父 曾经编转过一部 屠山外传 您知道吗 耿生回答说 知道 胡索说 我是屠山氏的后裔 自唐朝以后的家谱世系 我仍然记得 五代以上的就失传了 希望公子能够指教 耿生大致叙述了 屠山女嫁给大鱼 并帮助她治水的功劳 言谈中 历词妙语 犹如泉涌 胡索听了大喜 对孝儿说道 今天有幸听到了 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事情 公子也不是外人 可请你母亲和清凤 一起来听听 也好让他们知道 我们祖宗的功德 孝儿便走进了账卖里面 一会儿 老人带着女郎出来了 耿生仔细看去 女郎若态生交 秋波流慧 人间再也找不出 比她更漂亮的女子了 胡索指着妇人说 这是我的老妻 又指着女郎说 这是清凤 是我的侄女 很聪明 所见所闻 总是牢记不忘 因此 叫她来听听这些事情 耿生叙述完了 又喝酒 两眼紧紧盯着清凤 连眼珠子都不转了 清凤察觉了 就低下了头 耿生暗中去踩清凤的脚 清凤急忙把脚往后缩 脸上也没有怒色 耿生神摇易动 控制不住自己 派案大声说道 若得到清凤这样的妻子 面男为王都不换 妇人见耿生 见罪见狂 便急忙和清凤一同起身 聊开为慢走了 耿生很失望 便辞别了胡索出来 但心里老挂念着清凤 时刻都忘不了 到了夜里 耿生又登上楼去 里面蓝色芳香仍存 宁神等待了一整夜 始终寂静无声 他回家和妻子商议 想把家搬到楼上去住 盼望能再遇见清凤 妻子不同意 耿生于是自己前去 住在楼下读书 夜里 耿生刚刚靠在桌子上 只见一个鬼 披头散发地进了门 脸黑如漆 瞪着两眼看着耿生 耿生笑了笑 用手指沾着墨汁涂黑自己的脸 目光灼灼地和鬼对视 那鬼很羞惨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 夜已经很深了 耿生吹灭了蜡烛正想睡觉 忽然听见楼后面的门插销 发出砰的一声响 耿生急忙起来过去探看 原来门扇半开了 不一会儿听到细碎的脚步声 有人拿着点燃的蜡烛 从房子里出来 一看竟是清凤 清凤猛然看见耿生 吓得往后变退 急忙回去把两扇门关上 耿生直挺挺地跪下 对门内的清凤说 小声冒着险恶而来 确实是为了您的缘故 幸好这里没有别人 您能让我握一下手 我死了也不遗憾了 清凤远远地隔着门说 您对我情深意志 我岂能不知道 只是叔父管输得很严 我不敢答应您的要求 耿生苦苦哀求说 我现在也不敢再有 和您握手的奢望了 只想见您一面就满足了 清凤好似同意了 开门出来 抓着耿生的胳膊 拉他起来 耿生喜出望外 两个携手到了楼下 耿生把清凤抱起来 放在自己的膝上 清凤说道 幸好有缘分 过了今夜 就是相思也没有用了 耿生问 为什么 清凤回答说 阿叔畏惧您太狂 所以变成厉鬼来吓唬您 您却纹丝不动 现在他已另找好了别的住处 全家人都搬东西到新居去了 我留下看守 明天就走了 说完就想离去 说 恐怕叔叔叔回来 耿生硬不让他走 想和他亲热 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 胡索不声不响地进来了 清凤又羞又怕 无地自容 低头已在床上 手拈衣袋 不敢说话 胡索愤怒地说 见丫头辱没了我的门户 再不快走 就用鞭子抽你了 清凤低着头 急忙走了 胡索也跟了出去 耿生位随在后面 听见胡索不住地怒骂 又听见清凤 硬硬的小生抽气 耿生心如刀割 大声说 追在小生身上 与清凤有什么关系 倘若饶了清凤 任你刀砍斧舵 小生甘愿自身承受 过了很长时间 一点动静也没有了 耿生这才回去睡觉 从此以后 宅院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怪异的声音 耿生的叔叔听说后 认为耿生不同寻常 愿意把房子卖给他住 也不计较价钱多少 耿生很乐意 便把家口搬了过来 住了一年多 耿生觉得非常舒适 但是一刻也没有忘记清凤 转眼到了清凤节 上坟回来 耿生见到两只小狐狸 被大狗追逼 一只钻进荒草丛中逃窜了 另一只惊慌失措 沿路奔跑 看见耿生 便依依不舍地哀鸣着 很温顺地俯首锤耳 好似求他救援 耿生很可怜他 便解开衣襟 把他提起来抱回了家 关上门 把他放在床上 一看竟是清凤 耿生大喜 赶忙慰问他 清凤说 刚才和丫鬟在外面游玩 遭此大难 如果不是狼君相救 我必定葬身狗腹无遗 希望您不要因为我 不是人类而厌恶我 耿生说 我天天都思念你 真是魂牵梦营 现在见到你 如获至宝 怎么会厌恶呢 清凤说 这也是天术 不是因为遭此大难 怎么能跟随您呢 而且 这真是太幸运了 丫鬟一定以为 我已经死了 这样 正好可以和您终生 在一起了 耿生很高兴 便整理好另一间屋 让清凤住下 过了两年多 一天夜里 耿生正在读书 笑儿忽然进来了 耿生放下书卷 惊讶地问他来干什么 笑儿跪在地上 悲伤地说 家父将遭恨难 非您不能拯救 他本想亲自来求求您 又恐怕您不愿见他 所以只好让我来了 耿生问 耿生问 什么事 笑儿说 你认识墨三郎吗 耿生说 他是我同窗学友的儿子 笑儿说 明日他将经过您的门前 倘若他携带着列来的狐狸 希望您能把他要过来留下 耿生说 那一年楼下的羞辱 我至今耿耿于怀 他的事我不想过问 若非要我笑威劳的话 非让清凤来求不可 笑儿落泪说 凤妹已死于荒野三年了 耿生气愤地用袖子一服衣服 说 既然如此 那怨恨就更深了 说完 拿起书卷高声朗读起来 再也不去理他 笑儿从地上爬起来 失声痛哭 用衣袖遮掩着脸走了 耿生到了清凤那里 把事情告诉了他 清凤大惊失色说 你究竟救不救他 耿生说道 就是肯定救他 刚才之所以没答应 是想报复一下 他以前的蛮横罢了 清凤这才高兴地说 我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依靠叔叔才长起来 过去虽然受到他的责罚 按照家规 也是应该那样的 耿生说 的确是这样 只是使人不能不耿耿于怀罢了 假若你那次真死了 我绝不会救他 清凤笑着说 你的心可真狠啊 第二天 莫三郎果然来到 他骑着胸带金式的骏马 配戴着 绣有猛虎的公套 适从众多 很有声势 耿生出门迎接他 见他猎祸的禽兽非常多 其中有一只黑狐狸 伤口流出的血 把皮毛都染红了 用手摸了摸他 身上还温和 耿生便假说 自己的皮破了 请求要这只狐狸的皮来补坠 莫三郎很慷慨地 解下他相赠 耿生把狐狸交给了清凤 这才去与客人欢迎 客人走了以后 清凤把狐狸抱在怀里 过了三天 他才苏醒 一转身 又变成了狐狩 狐狩一抬眼 看见了清凤 怀疑这不是在人间 清凤把事情的前后经过 说给他听 狐狩于是向耿生下败 面色羞惨 对以前的过失 表示歉意 又很高兴地 看着清凤说 我本来就说你不曾死 今天过真正时了 清凤对耿生说 您若爱恋我的话 还求您把楼房借给我家住 好让我能够对老人尽点孝心 耿生答应了他的要求 狐狩面带愧涩 道谢告别而去 到了夜里 狐狩全家果然搬来了 从此 两家亲如家人父子 不再互相猜忌 耿生在书房居住 孝儿经常来与他交谈 耿生的正气的儿子 渐渐长大了 就让孝儿做他的老师 孝儿寻寻善幼 很有老师的风范 古儿 又名商人子 湖北有个老翁 在外地经商 只剩妻子一人在家 意思 他妻子梦见与别人睡觉 醒了后一摸 是一个又矮又小的男人 看样子不像是人 他心知是狐狸 不一会儿 狐狸下床 门没开 就消失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 妇人叫来给自己做饭的 仆妇做伴 妇人有个儿子才十岁 平时在别的床上睡觉 这时也把他叫了来 夜深后 仆妇和孩子都睡着了 狐狸又来了 妇人梦中 喃喃地说起梦话来 仆妇惊醒 大声喊叫 狐狸才走了 从此后 妇人神志恍惚 整天像丢了东西一样 到了夜晚 她不敢熄灯睡觉 告诉儿子 不要睡得太死 夜深后 孩子和仆妇 都靠着墙壁打盹 一觉醒来 不见了妇人 还以为她去厕所了 等了很久也没回来 才开始怀疑起来 仆妇害怕 不敢出去寻找 孩子独自一人端着灯 到院子里到处照了一遍 来到另一间屋子 这间母亲赤裸着身体 躺在里面 孩子上前扶起她来 妇人也不知害羞退缩 从此后 妇人变疯了 整天又哭又唱 连喊代骂 一到夜晚 她就讨厌和别人住在一处 让儿子去别的床上睡 仆妇也被她赶走了 孩子每晚听到母亲笑语 就端起来灯 查看 母亲反愤怒地痛骂她 孩子也不介意 因此大家都夸孩子胆子大 此后 孩子忽然变得无节制的戏耍 天天模仿泥瓦匠 用砖头石块堵窗户 劝她也不听 有人如果从窗上拿下一块石头 她就在地上打滚 撒娇地啼哭 人们没有敢惹她的 几天后 两个窗子都被她堵死了 没一点光亮 然后又活泥堵墙壁上的洞 整天忙忙碌碌的 也不嫌累 墙洞堵完了 没事可干 她又把菜刀拿来 霍霍地磨个不停 看见的人都厌恶她太顽皮 没人愿意理她 一天半夜 孩子把菜刀吹在怀里 用个瓢扣着灯 等到母亲又说起梦话来 她急忙把瓢拿开 用灯照着鸣 把身子堵住门口 大声叫喊起来 过了很久 没有动静 便离开门口 扬言要搜 还做出要搜的样子 忽然 有个像野猫般的东西 疏地窜向门口 孩子急忙挥刀砍去 只砍掉了她的尾巴 约两寸来场 还滴着鲜血 起初 孩子一端端起来 她母亲便骂个不停 孩子充耳不闻 继而没砍死狐狸 孩子非常傲恨 只得去睡下了 自己想 虽然没宰了那东西 但庆幸她从此以后 不会再来了 天明后 孩子见狐狸低下的血迹 越墙而去 便一路追踪 见血迹一直通向 何家园子 到了夜晚 狐狸果然没来 孩子安安喜欢 只是 母亲依旧痴痴地躺着 像死了一般 不久 老翁回来 到床前询问 妻子的病情 妻子对她谩骂不止 像是对待仇人一般 儿子把经过一说 老翁大惊 请来医生 用药治疗 妇人把药泼了 还是大骂 老翁便把药 掺和在汤水里 让她喝下 几天后 渐渐安定下来 父子二人都很高兴 一夜 父子睡醒后 又不见了妇人 二人 重又在另一间屋子里 找到了她 从此 妇人又发疯了 不愿跟丈夫住在一起 一到天黑 就自己跑到别的屋子里去 想拉住她 她骂得更厉害 老翁无计可施 便把别的屋子的门 全部锁死 但妇人一跑了出去 门就自己打开了 老翁很忧虑 请来法师做法驱赶狐狸 一点笑宴也没有 一天 孩子在天快黑的时候 偷偷地进入荷家园子里 藏在乱树丛中 要探查狐狸的踪迹 月亮刚升上来 忽然听到有人说话 孩子剖开树枝往外一瞧 见两个人正坐在地上喝酒 有个长胡子的奴仆 捧着酒壶在一边伺候 他们穿着深棕色的衣服 谈话声很低很低 隐隐约约听不太清楚 一会儿听见一人说 明天可去取瓶白酒来 接着二人都走了 只剩下长胡子的奴仆 脱下衣服 睡在庭院石头上 孩子仔细端详了一下 见那奴仆 四肢都跟人一样 只是有条尾巴吹在后面 孩子想回去 又恐怕仆人发觉 便在乱树丛里蹲了一夜 天还没亮 又听见前次那二人相继走来 叽叽咕咕地说着话 进入竹丛中走了 孩子于是回了家 老翁问他晚上去哪儿了 他回答说 睡在阿伯家 一次 孩子跟着父亲到街市上去 看见帽店里挂着狐狸尾巴出手 便恳求父亲买一条 老翁不同意 孩子拉着父亲的衣服撒娇 吵闹着非要买 老翁不忍过于围了孩子 便买了一条 父亲在市场上做着买卖 孩子在一边玩耍 趁父亲没看见 偷了钱跑了 他先去买了瓶白酒 寄存在酒店的廊下 他有个舅舅在城里住 以打猎为生 孩子跑到舅舅家 正好舅舅不在 舅舅询问他母亲的病情 孩子回答说 这几天稍好一些 但又因为老鼠啃破了衣服 惹得他恼怒得啼哭不止 所以让我来讨猎药 舅母便打开箱子 取了一钱猎药 包起来交给了他 孩子觉得太少 舅母要包水饺给他吃 孩子趁他出去 屋里没人 自己打开药包 偷了满满衣捧藏在怀里 然后急忙跑去告诉舅母 让他不要做饭了 说 父亲正在街市上等着我 来不及吃了 说完便走了 走到酒店 把偷的烈药全都暗暗地 掺在买来的酒里 又在街上 东游西逛了一阵子 直到天黑了才回家 父亲问他去哪里 他假说是在舅舅家 孩子从此后 天天在街上店铺里 转来转去 一天 他见那个长胡子的仆人 也砸在人群里 孩子认准了是他 悄悄地跟着 渐渐地和他搭上了话 孩子便询问他住在哪里 仆人回答说 北村 又询问孩子 孩子假称 住山洞 仆人奇怪他住在山洞里 孩子笑着说 我祖祖贝贝都住在山洞里 您难道不是吗 那人越发吃惊 又询问孩子的庆名 孩子说 我是胡家的儿子 好像曾在哪里见过你 跟着两个年轻人 你忘了吗 仆人仔细地看了看孩子 半信半疑 孩子微微拉开下衣 稍露出一节甲尾巴 说 我们混迹在人群中 只是这东西去不掉 真是可恨哪 仆人便问 你在世上干什么 孩子回答说 父亲让我来买酒 仆人告诉他 自己也是出来买酒 孩子问 买到了吗 仆人回答 我们大都很贫穷 所以 偷的时候多 孩子同情地说 这差事也太苦了 担惊受怕的 仆人也说 受主人知识 不得不干 孩子趁机问他 主人是谁 仆人回答说 就是过去你曾见过的那两个年轻兄弟 一个迷上了北城王家的媳妇 另一个睡在东村某老翁家 老翁家的孩子太可恶 我的那个主人被他砍掉了尾巴 十天后伤才好 现在主人又去他家了 说完便要告辞 说 不要耽误了我的事 孩子说 偷酒难 不如买酒容易 我自己已先买了一瓶 既存在酒店的廊下 就把这瓶酒送给你吧 我口袋里还有点钱 不愁再买一瓶 仆人惭愧没东西报答 孩子说 我们本是同类 练习这点东西干嘛 空闲时 我还要请你通饮一场呢 仆人跟着孩子去到酒店 孩子取出那瓶酒来交给他 自己便回来了 到了夜晚 孩子的母亲竟睡得很安稳 不再往外跑 孩子心知定有缘故 告诉父亲 一同去荷家园子里查看 只见有两只狐狸死在瓶子里 另一只死在草丛中 嘴里还在滴滴答答的躺着血 酒瓶子 酒瓶子还在一边 拿起来咬了咬 里面还有剩酒 父亲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孩子说 狐狸最有灵性 一旦泄露 他就知道了 老翁高兴地说 我儿真是讨伐狐狸的陈平呢 于是 父子二人扛着狐狸回了家 见其中一只尾巴是秃的 刀痕还很明显 从此以后 老翁家终于太平下来 妇人病得非常疾瘦 心里渐渐明白 但接着又咳嗽 谈一吐就是几声 不久就死了 北城王家的媳妇 过去一直被狐狸迷住 现在又去问了问 狐狸绝技了 他的病也渐渐好了 老翁由此很珍惜儿子 叫他骑马射箭 后来 孩子长大做官 一直做到总兵 眼睛 鹿畔 羚羊人猪尔旦 自小明 性情豪放 但他生性迟钝 读书虽然很勤苦 却一直没有成名 一天 猪尔旦跟几个文友一块喝酒 有人跟他开玩笑说 你以豪放文明 如能在深夜去石王殿 把左廊下那个判官背了来 我们大家就坐冬请你喝酒 原来 羚羊有座石王殿 殿里供奉着的鬼神像 都是木头雕成的 装饰得栩栩如生 在大殿东廊里 有个站着的判官 绿色脸堂 红色胡须 相貌尤其猙獰凶恶 有人曾听见 夜间两廊里 传出审讯拷大声 凡进过殿的人 无不毛骨悚然 所以大家提出这个要求 来为难猪尔旦 猪听了一笑而起 静自离席而去 过了不久 只听门外大叫 我把大胡子宗师请来了 大家刚站起来 猪尔旦背着判官 走了进来 他把判官放在桌子上 端起酒杯来 连进了三杯 众人看见判官的模样 一个个在座上惊恐不安 忙请猪尔旦再背回去 猪又举起酒杯 把酒气垫在地上 祷告说 学生粗鲁无礼 两大宗师不会见怪 我家俱子不远 请您什么时候有兴致了 去喝两杯 千万不要拘于 人神有别而见外 说完 仍将判官背了回去 第二天 大家果然请猪尔旦喝酒 一直喝到天黑 猪尔旦喝得醉醺醺的 回到家中 酒也没过 他又掌上灯 一个人自珍自饮 忽然 有个人一掀门帘走了进来 猪尔旦抬头一看 竟是那个判官 他盲站起身说 咦 看来我要死了 昨晚冒犯了您 今晚是来要我的命吧 判官大胡子一动一动的 微笑着说 不是的 昨晚承蒙你慷慨相邀 今晚正好有空 所以特来赴你这位 通达之人的约会 猪尔旦大喜 拉着判官的衣服 请他快坐下 自己起来刷洗酒具 又烧上火要温酒 判官说 天气暖和 我们凉喝吧 猪尔旦听从了 把酒瓶放在桌子上 跑了去告诉家人 置办菜肴水果 他妻子知道后 大吃一惊 劝阻他躲在屋子里 憋出去了 猪尔旦不听 力等他准备好菜肴 然后端了过去 又换了酒杯 两个人便对饮起来 猪尔旦询问判官的姓名 判官说 我姓陆没有名字 猪尔旦跟他谈起古典学问 判官对答如六 猪尔旦又问他 懂得现实的八股文吗 判官说 好坏还能分得出来 阴间里读书作文 跟人事差不多 判官酒量极大 一连喝了十大杯 猪尔旦因为已喝了一整天 不觉大醉 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等到一觉醒来 只见残烛昏黄 鬼客已经走了 从此以后 陆判官两三天就来一次 两人更加融洽 经常同床而眠 猪尔旦把自己的文章习作 呈给陆判官看 陆判官拿起红笔 批改一番 都说不好 一夜 两人喝过酒后 猪尔旦醉了 自己先去睡了 陆判官还在自饮 猪尔旦睡梦中 觉得脏腑有点疼 醒了一看 只见陆判官端坐床前 已经给他剖开肚子 掏出肠子来 正在一根一根地理着 猪尔旦惊恶地说 我们并无仇怨 为什么要杀我呢 陆判官笑着说 你别害怕 我要为你换颗聪明的心 说完 不紧不慢地 把肠子理好 放进猪尔旦的肚子里 把刀口合上 最后用裹脚布 把腰缠起来 一切完毕 见床上 一点血迹也没有 猪尔旦只觉得肚子上 微微有些发麻 又见陆判官 把一团肉放到桌子上 猪尔旦问是什么东西 陆判官说 这就是你原来的那颗心 你纹丝不敏捷 我知道 是因为你心窍 被堵塞的缘故 刚才我在阴间里 从千万颗心中 选了一颗最好的 替你换上了 留下这个 不足缺数吧 说完 起身 眼上房门 就走了 天明后 猪尔旦解开袋子一看 伤口已好了 只在肚子上 留下了一条红线 从此以后 他纹丝大尽 文章过目不忘 过了几天 他再拿出自己的文章 给陆判官看 陆判官说 可以啦 不过你福气薄 不能做大官 顶多中个举人而已 猪尔旦问 什么时候考中 今年必考第一 陆判官回答 不久 猪尔旦已投名 考中秀才 秋天科考时 又中了投名举人 他的同窗好友 一向瞧不起他 等见了他的考试文章 不禁面面相觑 大为惊讶 仔细询问 猪尔旦 才知道 是陆判官 给他换了颗 会心的结果 众人便请陆尔段 把判官 给大家介绍介绍 都想结交他 陆判官痛快地答应了 众人便大白酒席 等着招待陆判官 到了一更时分 陆判官来了 只见他 红色的大胡子 飘动着 目光炯炯如电 直透人心 众人脸上茫然失色 牙齿不禁 咯咯作响 过了不久 便一个跟着一个 离席逃走了 猪尔旦便请陆判官 到自己家去喝酒 二人喝得最熏熏的时候 猪尔旦说 你替我喜尝换心 我受你的恩惠 也不少了 我还有件事 想麻烦你 不知可以吗 陆判官请他说 猪尔旦说 心肠既能换 想来面目 也可以换了 我的结发妻子 身子倒还不坏 只是眉眼不太漂亮 还想麻烦你 动动刀斧 怎么样 陆判官笑着说 好吧 让我慢慢想办法 过了几天 陆判官半夜来敲门 猪尔旦急忙起床 请他进来 点上蜡烛一照 见陆判官 用衣巾包着一个东西 猪尔旦问是什么 陆判官说 你上次嘱咐我的事 一直不好物色 刚才恰巧得到一个美人头 特来旅行诺言来了 猪尔旦拨开他的衣巾一看 只见那脑袋脖子上的血 还是湿的 陆判官催促快去卧室 不要惊动鸡犬 猪尔旦拨担心 猪尔旦担心妻子卧室的门插上了 陆判官一到 伸出一只手一推 门就开了 进了卧室 见猪尔旦的妻子 侧身熟睡在床上 陆判官把那颗脑袋 交给猪尔旦抱着 自己从靴中摸出把匕首 一手按住猪尔旦的脖子 另一只手像切豆腐一样 用力一割 猪尔的脑袋就滚在地上 陆判官急忙从猪尔旦怀中 取过那颗美人头 按在猪尔的脖子上 又仔细看了看是否周正 用力按了按 然后移过枕头 塞到猪尔脑袋下面 一切完毕 命猪尔旦把割下的脑袋 埋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自己才离去了 猪妻第二天醒来 觉得脖子上微微发麻 脸上干巴巴的 用手一搓有些血片 大吃一惊 盲害丫鬟取水洗脸 丫鬟端水进来 见她一脸血污惊害万分 猪妻洗了脸 一盆水全变成了红色 她一抬头 丫鬟猛然见她面目全非 更加吃惊 猪妻自己取过镜子来照了照 惊恶万分 百思不得其解 猪尔旦进来后 告诉了妻子 路盘官给换头的经过 又反复打量妻子 见她袖眉弯弯 摔两边一对酒窝 真像是化伤的美人 解开衣领一看 脖子上只留下一圈红线 红线上下的皮肤 颜色截然不同 在此以前 吴世玉有个女儿 非常漂亮 先后两次定亲 但都没过门 丈夫就死了 所以 十九岁了 还没嫁人 上元节时 吴女去逛十望店 当时有人又多又杂 那中有个无赖 窥视到她容貌艳丽 便暗暗访查到她的家 夜晚用梯子翻墙进院 从她卧室的门上 打个洞钻进去 先把一个丫鬟杀死在床下 然后 威逼要奸淫吴女 吴女奋力抗拒 大声呼救 无赖发怒 一刀把她的脑袋砍了下来 吴夫人隐约听见 女儿卧室里有动静 喊丫鬟去查看 丫鬟一见 房间里的尸体 差点吓死过去 全家人都起来了 把尸体挺放在堂屋里 把舞女的头 放在她的脖子一侧 一家人嚎啕大哭 乱了一整夜 第二天黎明 吴夫人掀开 女儿尸体上的被子一看 身子在 头却不见了 气得她 将看守尸体的侍女们 挨个儿痛打了一顿 还以为是他们看守不严 被狗叼去吃了 吴氏玉立即把女儿被杀的事 告诉了郡府 郡守严令限期击捕凶手 可三个月过去了 凶手仍没抓到 不久 猪尔旦的妻子 换了脑袋的奇异消息 渐渐传入无事欲的耳朵里 她起了疑团 派了一个老妈子 借故去猪家探看 老妈子一见 猪夫人的模样 立刻惊骇地跑回来 告诉了蜈蚣 蜈蚣见女儿的尸体还在 心中惊异不定 猜测可能是猪尔旦 用邪术杀了女儿 便亲自去盘问猪尔旦 猪说 我的妻子在睡梦中被换了脑袋 实在不知是怎么回事 说我杀了你女儿 真是冤枉 蜈蚣不信 告了郡府 郡守又把猪尔旦的家人 抓去审讯 结果和猪说的一样 郡守也判断不清 猪尔旦回家后 向路判官求计 路判官说 这不难 我让他女儿自己说清楚 到了夜晚 吴玉士梦见女儿跟自己说 女儿是被苏西的杨大年杀害的 与猪举人没有关系 猪举人现妻子长得丑 所以路判官把女儿的头 给猪妻换上了 现在女儿虽然死了 但脑袋还活着 愿我们家不要跟猪举人为仇 吴氏玉醒后 忙把梦告诉了夫人 夫人也做了个同样的梦 于是又告诉了郡府 郡守一问 果然有个杨大年 立即抓来来 一拷问 杨大年 共认了罪行 吴氏玉便去拜访猪尔旦 请求见一见猪夫人 又认了猪夫人为女儿 和猪尔旦 结成了翁婿 于是 把猪夫人的脑袋 安在 吴女的尸体上 埋葬了 后来 猪尔旦又三次进京考进士 都因为违犯了考场规矩 而被处名 他由此灰心丧气 不再想做官 过了三十年 有一晚 路盘官告诉猪尔旦说 你的寿命快到头了 猪尔旦询问死的日期 路盘官回答说 五天后 能挽救吗 路盘官说 生死权有天定 人怎么能改变呢 况且在通达人看来 生和死是一样的 何必活着就认为是快乐 而死了就觉得悲哀呢 猪尔旦听了 觉得很对 便置办起兽衣棺材 五天后 他穿着盛装 去世了 第二天 猪夫人正在 抚着灵鹫痛哭 猪尔旦忽然飘飘乎乎的 从外面走来了 猪夫人害怕 猪尔旦说 我确实是鬼 但和活着时 没什么两样 我挂念着 你们孤儿寡母 实在是恋恋不舍啊 夫人听了 嚎啕大哭 泪水一直流到胸前 猪尔旦爱抚地劝慰着妻子 夫人说 古时有缓魂的说法 你既然有灵 为什么不再脱生呢 猪尔旦说 天术怎能违背呢 妻子又问 你在阴间干些什么 猪尔旦回答说 陆判官推荐我掌管文书 还封了官爵 也没什么苦处 妻子还想再问 猪尔旦说 陆公跟我一块来了 快点准备韭菜吧 说完便出去了 猪夫人立即按照 丈夫吩咐地去准备 一会儿便听见 陆判官和猪尔旦二人 在室内饮酒欢笑 高腔大嗓 宛如生前 到了半夜 再往屋里一看 两人都已不见了 从此后 猪尔旦几天就回来一次 有时就在家里和妻子同宿 顺便料理料理家务事 当时 他的儿子猪尾才五岁 猪尔旦来了后 就抱着他 猪尔旦长到七八岁 猪尔旦又在灯下教他读书 儿子很聪明 九岁就能写文章 十五岁就靠近了献血 还依然不知道 自己的父亲早已去世多年 但此后 猪尔旦来的次数 渐渐少了 有时各把月才来一次 又一天晚上 猪尔旦来了 跟妻子说 现在要和你永别了 妻子问 你要去哪里 猪回答说 承蒙上帝任命我为太华卿 马上就要去远方赴任 公务繁忙 路途又遥远 所以不能再来了 妻子和儿子听了 抱着他痛哭 猪尔旦安慰说 不要这样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家境也还过得去 世上哪有百年不散的夫妻 又看着儿子嘱咐说 好好做人 不要荒废了父亲交给的学业 十年后还能再见面 说完 竟直出门走了 从此再没有来过 后来 朱伟二十五岁时 考中了晋士 做了行人官 奉皇帝令去祭祀西越华山 路过华阴的时候 忽然又只打着仪仗的人马 急速冲来 也不回避 朱伟的队伍 朱伟十分敬意 细看对方车中坐着的人 竟是父亲 朱伟忙跳下马来 跪在路边痛哭 父亲停下车子 说 你做官的声誉很好 我可以闭目了 我可以闭目了 朱伟哭着跪在地上不起来 朱尔弹不顾 催促车辆飞速迟去 刚走了不几步 又回头望了望 借下身上的佩刀 派个人回来送给朱伟 远远地喊道 配上这把刀 可以富贵 朱伟要追着跟去 只见父亲的车马从人 飘飘乎乎的像风一样 瞬间便消失不见了 朱伟畅通了很久 无可奈何 抽出父亲送给的刀 看了看 制作极其精细 刀上刻着一行字 胆愈大而心愈小 智愈圆而行愈方 后来 朱伟做官一直做到司马 生了五个儿子 意思是 朱臣 朱浅 朱密 朱魂 朱身 有一晚 朱伟梦见父亲告诉自己说 佩刀应赠给朱魂 朱伟听从了 后来 朱魂官至总县 很有正声 聚现罗殿的王子福 很早就死了父亲 他非常聪明 十四岁时考中了秀才 母亲十分疼爱他 平时不让他到野外去玩 王子福先是聘了 萧家的女儿为妻 但萧女还没过门就死了 所以他一直还没娶亲 依此 正赶上上缘节 王子福一个舅舅家的儿子 吴生 来邀请他出去游玩 二人刚走到村外 舅舅家来了一个仆人 把吴生叫走了 王子福见四处游玩的女子很多 便乘性独自游玩 只见一个女郎带着个丫鬟 手里粘着一枝梅花走过来 荣华绝带 笑容可具 王子福呆呆地注视着他 眼睛一眨不眨 竟忘了顾忌 女郎走过去几步 回头看着丫鬟说 各儿郎目光灼灼似贼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小伙子目光灼灼 像贼一样 说着便把花扔到地上 说笑着镜子走了 王子福捡起花来 惆怅了很久 像丢了魂一样 泱泱不乐地走回来 回到家中 他把花藏到枕头底下 垂着头一声不响地睡下了 饭也不吃 他母亲十分忧虑 以为他着魔了 请来和尚道士驱邪 王子福却病得更厉害 不久就消瘦下来 母亲又请来医生 开房吃药还是不管用 整天迷迷糊糊 母亲抚摸着 问他得病的缘由 他默默不语 正好无声来了 王母便嘱咐他 暗中询问儿子 无声来到床前 王子福见了他 流下泪来 无声进前 说了些安慰的话 渐渐盘问起他的病由 王子福全部识说了 并请他 并请他替自己想想办法 无声笑着说 你也太吃了 这有什么难办的 我替你查访查访那女子 她既然徒步在野外走 必定不是大家闺秀 如果她还没定亲 事情当然好办 就是定了亲 咱们豁出去 多花点彩礼 也会办成 只要你病好了 这是包在我身上 王子福听了 脸上露出了笑容 乌声出来告诉王母经过 便开始四处探访那女郎的下落 但虽然多方查找 仍没有一点头绪 王母大为忧虑 一筹莫展 王子福自无声走后 心情舒畅 也肯稍稍吃点饭了 过了几天 无声又来了 王子福便问 事情怎么样了 无声哄他说 已经打听明白了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我姑姑家的女儿 还是你的仪表妹呢 还没定亲 虽说是内亲不宜通婚 但实话告诉他们 没有不成的 王子福喜笑颜开 问 他家住在哪里 无声骗他说 住在西南山中 离这里有三十多里路 王子福又再三嘱咐 无声大包大揽地 硬撑着走了 从此后 王子福泛量日增 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 摸摸枕头底下那枝梅花 虽然枯萎了 但并没有凋落 王子福凝身摆弄着花枝 如同那女郎就在面前 又过了很久 王子福奇怪 无声再不来了 便写了封请柬 让人去请 无声借故推脱 不肯来 王子福十分生气 郁郁不欢 母亲担心他又要犯病 急急忙忙地给他提亲 但每次和他商量 他都摇头不愿意 只是天天盼着无声来 无声一直没有音讯 王子福更加怨恨 转而一想 那女子的家 离这里只是三十里路 何必仰仗他人呢 于是 把那枝梅花噎到袖子里 也不告诉家人 自己一人 父亲去了 王子福孤孤单单地走着 也无处问路 只是望着南山走去 大约走了三十多里 已进入山中 只见乱山重叠 满目葱绿 令人神清气爽 山中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行人 只有弯弯曲曲的山路 无声地伸向山深处 远远望见谷底 在丛花乱树中 隐隐约约有个小村庄 王子福便走下山 进入村准 村里房屋不多 都是茅屋 但非常干净整洁 朝北的一家 大门掩映在丝丝垂柳中 墙内的桃花杏花 开得繁杂茂盛 中间夹杂着几颗修竹 野鸟在花丛中 欢快地鸣唱着 王子福以为是谁家的花园 不敢贸然进去 回头见对门有块巨石 非常光滑洁净 她便走过去 坐在上面歇息 一会儿 听见墙内 有个女子拉着长的声音叫 笑容 声音娇媚清晰 王子福正在凝神地听 只见一个女子 手拿一枝杏花 自动往西走来 边走边低着头 正往头上插花 一抬头看见王子福 便不再插 含着笑走进院里去了 王子福仔细一看 正是上元节 遇到的那个女郎 她心中大喜 想进去又没个理由 想称呼姨母 担心从没来往 怕弄错了 门口也没个人可以问问 记得她坐立不安 徘徊犹豫 从早晨一直挨到太阳西斜 真是望眼欲穿 连饥渴都忘记了 不时见一个女子 从院内露出半张脸来窥探 似乎惊讶 她还不走 忽然 一个老太太扶着拐杖走了出来 看着王子福说 哪里来的小伙子 听说从早晨就在这里 一直待到现在 要干什么 莫不是饿了吗 王子福急忙起身作意 回答说 我是来探亲的 老太太耳朵笼没听清 王子福又大声说了一遍 老太太才问 你的亲戚姓什么 王子福打不上来 老太太笑着说 真稀奇呀 姓名都不知道 还探什么亲 我看你这小伙子 也是个熟呆子 不如跟我回家 吃点醋茶淡饭 家中有床 住上一晚 等明早回家 问清姓氏 再来探亲 也不迟 王子福正好肚子饿了 想吃点东西 而且进去又能接近那美人 所以十分高兴 于是跟着老太太 走进院子 这间院内白石砌露 两边都是红花 花片乱纷纷地 布满了路面石阶 顺白石路 曲曲折折地往西走 又开了一个门 院子里满是豆棚瓜架 老太太将客人请进室内 这件粉白的墙壁光明如镜 窗外有颗茂盛的海棠花 花枝从窗子里伸进屋里 室内桌椅床入都非常洁净 刚坐下 便隐约见有个人在窗外窥视 老太太喊道 小蓉 快去做饭 外面有个丫鬟高声答应 坐下后 王子福详细讲了自己的家事 老太太问 你的外祖父莫非姓吴吗 王子福回答说 是的 老太太惊讶地说 你原来是我的外甥 你母亲是我妹妹 这些年来 因为我们家很穷 又没个男子成家 所以和你家很少来往 渐渐就断了音讯 外甥长这么大了 我还不认识 王子福说 我这次就是来探望姨母 急匆匆地忘了姓氏 老太太说 我家姓秦 我一辈子没有生育 只有个女儿也是侍妾生的 她母亲改嫁走了 把她留给我抚养 她人倒不笨 只是缺少教训 整天嘻嘻哈哈的 也不知愁 过会儿 我让她来见见你 你们认识认识 过了不久 丫鬟端上饭来 还有只熟鸡 老太太 一个劲儿地让王子福多吃 吃完 丫鬟收拾起餐具 老太太吩咐说 去叫宁姑来 丫鬟答应着去了 婴宁爱花成辟 寻遍了亲戚家 到处物色家种 还偷偷地点当金钗首饰买花 不到几个月 院里院外 到处是鲜花 院后有棵木香树 紧挨着西林家 婴宁常常爬到树上 摘花插到头上玩 婆母每次碰见 总要斥责她一番 婴宁还是不改 一天 婴宁又爬树时 被西林家的儿子看见 西林子见到她的美貌 不禁神魂颠倒 婴宁也不回避 还笑了笑 西林子以为她看上了自己 样子更加狂荡 婴宁指了指墙根 笑着走了 西林子以为是指给她约会的地方 大喜过望 到了傍晚 西林子到婴宁指给的地方 果然见婴宁在那儿 便扑上去抱在怀里 忽觉下身 像被锥子刺了一下 痛彻心扉 她大声嚎叫着跌倒在地 仔细一看 哪里是婴宁 原来是一根枯木桩子 躺在墙边 刚才她交接的地方 是庄子上一个被水淋烂的孔洞 她父亲听到叫声 急忙跑过来询问 儿子只是身隐 也不言语 妻子来了 才讲了实情 电上灯 往孔洞里照了照 只见里面 有个巨大的蝎子 像小螃蟹一样 老头 劈碎了木桩 捉住蝎子杀了 把儿子背回家中 半夜就死了 老头向官府告了王子福 揭发婴宁是妖艺 县令素来仰慕王子福的才华 深知他是个老实厚道的书生 认为老头是诬告 要打他棍子 多亏王子福求情 县令才免了责打 将老头赶出了大堂 婆母对婴宁说 你平时那样痴狂 我早知会乐极生悲的 幸亏县令神明 没有牵累我们 如果碰上那种糊涂观 一定会逮了媳妇 去公堂对质 那时 我儿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亲戚邻居啊 英宁听了严肃的发誓 今后绝不再笑了 母亲说 人哪有不笑的 只是要看时候 但英宁从此后竟不再笑 有时故意逗他 他也不笑 但是脸上没有忧愁的样子 一晚 英宁忽然对着王子福 哭泣起来 王子福很诧异 英宁哽咽着说 过去 我因为跟你的日子还少 说了怕让你侵害奇怪 现在 婆母和你 对待我都十分爱恋 没有二心 我就实说了 量不会有爱吧 我本是狐狸生的 母亲临走时 把我托付给鬼母 相依十多年 才有今天 我又没有兄弟 能依靠的只有你 我的鬼母 孤寂地住在山中地下 没人联系她 让她和我父亲合葬 她在九泉之下 也是遗恨的 你若不嫌弃和麻烦和破费 让地下的人消除了悲痛 那么天下养女孩的人 也许不再忍心 将女孩溺死或丢弃了 王子福答应下来 但担心坟墓迷失在荒草里 不好寻找 英宁说 不必担心 到了商定的那天 王子福和英宁 用车载着棺材去了 英宁在一片乱草丛中 指了指坟墓的地方 发觉后果然找到了老太太的尸体 还没腐烂 英宁扶着尸体 悲哀得痛哭起来 王子福把尸体拉回来 寻到秦某的坟墓 把他们合葬了 这天夜晚 王子福梦见老太太来向她致谢 醒后跟英宁讲了这事 英宁说 我昨夜见到她了 祝福她不要惊吓了你 王子福后悔没有挽留住她 英宁说 她是鬼 这里活人多 阳气甚 她怎么能久住呢 王子福又问起小荣 英宁说 她也是狐 最聪明 是我狐母留下她照顾我的 尝射来食物喂养我 所以我总是在想念着她 昨晚我问鬼母 说是她已嫁人了 从此以后 每年的寒食 王子福夫妻二人 都要到秦家墓地寄扫 从不间断 英宁过了一年 生了个儿子 还在怀抱中时 就不怕生人 见人就笑 真像她的母亲呀 意识是说 看她没完没了的憨笑 好像是完全没有心肝的人 可是墙脚下的恶作剧 她的聪明机智 谁能比得上呢 至于妻妾怀恋鬼母 笑反而变为哭 我英宁 近乎是用笑 来隐藏自己的人了 过了很久 听见门外隐隐约约有笑声 老太太喊道 英宁 你一表兄在这里 门外仍是痴痴地笑 丫鬟将她推进屋来 她还捂着嘴 笑个不停 老太太称怪地说 有客人在 你嘻嘻哈哈地 像什么样子 英宁强忍住笑站着 王子福朝她租了一衣 老太太说 这位王郎 是你一家的孩子 一家人还不认识 也太可笑了 王子福问道 妹子多大了 老太太没听明白她的话 王子福又问了一遍 英宁忍不住 又笑得前仰后合 老太太对王子福说 我说她少教订 是哪家的 王子福是哪家的 王子福回答说 还没有 老太太说 像外甥这样的财貌 怎么十七岁了还没去亲 英宁忍也没婆家 你们俩倒挺般配 可惜是内亲 王子福默默不语 只管盯着英宁看 丫鬟小声跟英宁说 目光灼灼 贼枪没改 英宁听了又大笑起来 回头看着丫鬟说 去看看 碧桃开了没有 便急忙起身 用袖子捂着嘴 迈着嘴肃 匆匆地出去了 刚到门外 就纵声大笑 老太太也站起身 患丫鬟抱了被褥来 替王子福整理床铺 又对她说 外甥来一趟不容易 就住三无天吧 慢慢再送你回去 如显幽闷 屋后有个小花园 可以去消遣消遣 还有疏毒 第二天 王子福来到屋后 果然有个半亩大的小花园 地上细草如毡 鲜叶的洋花 点缀在草地里 有三间草房 四周全是花草树木 王子福穿过花丛 信不走着 呼听树上 传来素素的声音 仰头一看 原来是鹰宁在树上 他看见王子福 哈哈大笑起来 像要从树上掉下来 王子福急忙喊道 别这样 当心掉下来 鹰宁边笑边往下爬 快到地的时候 一时手摔了下来 一时手摔了下来 才助了笑声 王子福扶他起来 暗暗地捏了一下 他的手腕 鹰宁笑声又做 已在树上 笑得不能走路了 过了很久 才助了声 王子福 王子福等他笑够了 从袖子里拿出那只梅花 给他看 鹰宁接过去说 都枯干了 还留着干嘛 王子福说 这是上缘节时 妹子扔下的 所以保存着 鹰宁问 保存他有什么意思 王子福说 你表示相爱不忘之意 自从上缘节遇见你 我天天思念 得了重病 自以为活不成了 没想到 今天竟见到了你 求你可怜可怜我 英宁说 这算什么大事 我们是至亲 练习什么 等你回去时 我让老仆把园里的花 折一大捆 给你背去 王子福说 妹子傻嘛 怎么是傻呢 我不是爱花 是爱拿花的人 我们这样疏远的亲戚 谈什么爱 王子福说 我所谓的爱 不是亲戚之间的爱 不是亲戚之间的爱 是夫妻之间的爱 英宁不解地问 有什么不同吗 王子福说 夜里同床共枕啊 英宁低头想了半天 说 我不习惯和生人一起睡 还没说完 丫鬟悄悄走了过来 王子福急慌慌地逃走了 过了会儿 王子福和英宁 同到老太太处 老太太问 你们去哪儿了 英宁回答说 在园里一起说话来着 老太太说 饭熟了这么久了 有什么说不完的话 说了这么长时间 英宁说 大哥想和我一块睡觉 话没完 王子福大拥 急忙拿眼瞪他 英宁微微一笑 不说了 幸亏老太太耳朵龙 没听见 还在续续叨叨地追问 王子福忙用别的话掩饰 过了会儿 王子福小声责备英宁 英宁说 刚才的话不该说吗 王子福说 这是被人的话 英宁说 被别人怎能被老母呢 况且睡觉也是常试 有什么客机会的 王子福恨他不开窍 又没办法让他醒悟 刚吃完饭 家里有人牵了两头驴来找他 原来 王子福的母亲 见他出去后 过了很久没回来 才开始怀疑 村里搜了好几遍 竟没有踪影 因此去问吴生 吴生想起 自己过去说过的话 便让王母派人 去西南山村中寻找 一连找了好几个村子 才找到这里 王子福走出大门 正巧碰上 王子福便回去告诉老太太 而且请求带着英宁 一块回家 老太太喜欢地说 我早就有去看妹的心愿 但我老了 走不得远路 你能带表妹去 认识认识阿姨 这很好 于是呼唤英宁 英宁笑着来了 老太太说 有什么喜事 总是笑不够 如果不笑 就是完美的人了 说着 生气地瞪了她一眼 又说 你大哥要带你去仪家 赶快收拾收拾 收拾 招待王家的人来吃过酒饭 老太太 才送他们出门 嘱咐英宁说 你仪家天产很多 能养活闲人 去后不忙回来 学点诗文礼节 将来也好伺候公婆 就便麻烦你仪 替你找个好女婿 王子福和英宁一块上了路 直到山澳 回头一望 还依稀看见 老太太 倚着门 朝这边眺望 回到家中 王子福的母亲 见儿子 领来个美丽的姑娘 惊讶地问 是谁 王子福回答说 是宜家的女儿 母亲说 过去无声告诉你的话 都是骗你的 我并没有妹妹 哪来的外甥女儿 又询问英宁 英宁说 我不是现在的母亲生的 我父亲姓秦 他死时 我还在强暴中 不济世 母亲说 我有个姐姐 嫁给了姓秦的 倒是真的 但她已死了很久了 哪能还在人世上呢 又问英宁 她现在母亲的模样 身上的标记 都一一符合 母亲怀疑说 是我姐姐的模样 但她已死了多年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正疑虑间 无声来了 阴影忙庇入内室 无声问之缘故 茫然不解 过了很久 她忽然问 这个女子是不是叫英宁 王子福说 是 无声连称怪事 问她怎么了 无声说 我嫁给秦家的 那个姑姑去世后 姑丈单身 被狐狸迷住 得病死去 狐狸生了个女儿 名字就叫英宁 当时睡在床上 家里人都见过 姑丈去世后 狐狸还经常来 后来 秋天师在墙壁上贴上符 狐狸才带着女儿走了 这女子 莫非就是那个狐狸生的女孩吗 三人都在猜疑 只听屋里 一片嘻嘻哈哈 全是阴影的笑声 母亲说 这姑娘也太憨了 无声要求看看她 母亲走进屋 阴影还在大笑不顾 母亲催促她出去见客 她才极力憋住笑声 又面对着墙 忍了好一会儿 才走出屋子 刚一失利 反身就跑进屋内 放声大笑 一屋子的人都被逗得笑了起来 无声便自告奋勇 到西南山中去看个究竟 就便作媒提亲 只寻到那个小山村所在的地方 只见房屋全没有了 只有山花凌落而已 无声想起秦家姑姑下葬的地方 好像就在这一带 但坟墓掩没便忍不出来 只得又惊奇又叹息地反了回来 王母怀疑英宁也是鬼 便进去将无声的寻访结果告诉英宁 英宁一点也不害怕 王母又怜惜她没有家 英宁却一点也不悲伤 整天只是喊笑 众人都猜不透她 王母叫她和自己的小女儿一块住 英宁每天早晨都来请安 做的针线活精巧无比 只是好笑 谁也禁不住 她的笑虽然狂放 但不损美 众人都爱看她笑 邻居的姑娘媳妇 争着结交她 王母选了个好日子 要为儿子和英宁成亲 但终究还是怕英宁是鬼 一次 王母偷偷地在太阳底下观察英宁 见她的影子和正常人一样 到了即日 王母便让英宁穿上华丽的服装 行心腹力 英宁笑得弯着腰直不起来 只得作罢 王子福因为她憨齿 生怕她泄露了房中隐士 但英宁却十分保密 不肯对外人多说一句话 每当王母生气或忧愁时 英宁来到 一笑就化解了 有时 奴婢们犯了过错 恐怕遭到鞭打 也总是求英宁先到母亲房里说话 然后奴婢们再去见王母 总是免了处罚 聂小倩 宁采臣是浙江人 性情慷慨豪爽 品行端正 她常对人说 生平无二色 意思就是说呀 她终身不找第二个女人 又一次 她去金华 来到北郊的一个庙中 借下行装休息 寺中电塔壮丽 但是 彭浩长得比人还高 好像很长时间 没有人来过 东西两边的僧舍 门都虚掩着 只有南面一个小房子 门锁像是新的 再看殿堂的东南角落 长着丛丛满把粗的竹子 台阶下一个大水池 池中开满了野荷花 宁申很喜欢这里清幽寂静 当时正赶上学识举行考试 成立房价昂贵 宁申想住在这里 于是就散步 等僧人回来 太阳落山的时候 来了一个书生 开了南边房子的门 宁采臣上前行礼 并告诉他 自己想借住在这里的意思 那书生说 这些屋子没有房主 我也是赞住这里的 你若愿意住在这荒凉的地方 我也可早晚请教 那太好了 宁采臣很高兴 弄来草街铺在地上当床 只上木板当桌子 打算长期住在这里 这天夜里 月明高节 清光似水 宁申和那书生 在殿廊下促膝交谈 各自通报姓名 那个书生说 我姓燕 自赤霞 宁申以为他是赶考的书生 但听他的口音 不像浙江人 就问他是哪里人 书生说 我是陕西人 欲气诚恳朴实 说了一会儿 两人无话可谈了 就拱手告别 回房睡觉 宁申因为刚住到一个新地方 很久不能入睡 忽听屋子北面 有低声说话的声音 好像有人口 宁申起来 扶在北墙的石头窗下 偷偷查看 只见短墙外 有个小院落 有位四十多岁的妇人 还有一个老妈妈 穿着暗红色衣服 头上插着银首饰 拖背弯腰 老太龙中 两人正在月光下谈话 只听妇人说 小倩怎么这么久不来了 老妈妈的说 差不多快来了 妇人说 是不是对姥姥有怨言 老妈妈说 没听说 但看样有点不舒服 妇人说 那丫头不是好相处的 话没说完 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 聊斋原文上说她 仿佛厌绝 老妈妈笑着说 贝迪不说人 我们两个正说着 小妖精就不声不响的来了 幸亏没说你的坏话 又说 小娘子真是漂亮的 像画上的人 老身若是男子 也被你把魂勾去了 女子说 姥姥不夸奖我 还有谁说我好呢 妇人同女子 不知又说些什么 宁生以为 他们是邻人的家眷 就躺下睡觉 不再听了 又过了一会儿 院外才寂静无声了 宁生刚要睡着 忽然觉得 有人进了屋子 急忙起身查看 原来 是北院的那个女子 宁生 惊奇地问她干什么 女子说 月夜睡不着 愿与你共享夫妇之乐 宁生严肃地说 你应该提防别人议论 我也怕人说闲话 只要烧意失足 就会丧失道德 丢尽脸面 女子说 月里没有人知道 宁生又斥责她 女子犹豫着 想还有话说 宁生大声呵斥 快走 不然我就喊南乌的书生 女子害怕 才走了 走出门又返回来 把一钉黄金放在褥子上 宁生拿起来 扔到亭外的台阶上 说 不义之财 脏了我的口袋 女子羞惨地退了出去 拾起金字 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汉子真是铁石心肠 第二天早晨 有个蓝锡的书生 带着仆人来准备考试 住在庙中东向房里 夜里突然死了 脚心有一个小孔 像锥子刺的 血细细地流出来 众人都不知道 是什么缘故 第二天夜里 仆人也死了 症状同那书生一样 到了晚上 燕生回来 宁生问他这事 宁生认为 是鬼干的 宁生平素 刚止不阿 没有放在心上 到了半夜 那女子又来了 对宁生说 我见的人多了 没见过像你这样 刚知心肠的 你实在是圣贤 我不敢冒犯你 我叫小倩 姓孽 十八岁就死了 葬在寺庙旁边 常被妖物写破 干些下见的事 厚着脸皮伺候人家 实在不是我乐意的 如今 寺中没有可杀的人 恐怕夜叉要来害你了 宁生害怕 求他给想个办法 女子说 你与燕生住在一起 就可以免惑 宁生问 你为什么不迷惑燕生呢 小倩说 她是一个奇人 我不敢靠近 应生问 你用什么办法迷惑人 小倩说 和我亲热的人 我就偷偷用锥子 刺她的脚 等她昏迷过去 不知人事 我就摄取她的血 供妖怪引用 或者用黄金引用 但那不是金子 是罗刹鬼谷 人如留下她 就被截取出心肝 这两种办法 都是头人们之所好 宁生感谢她 问她戒备的日期 小倩回答说 明天晚上 临别时 她流着泪说 我陷进苦海 找不着岸边 郎君意气冲天 一定能救苦救难 你如肯把我的手骨 装炼起来 回去葬在安静的墓地 你的大安大德 就如同再给我一次生命一样 宁生毅然答应 问她葬在什么地方 小倩说 只要记住 白杨树上 有乌鸦潮的地方 就是我的葬身之所 说完 走出门去 一下子消失了 第二天 宁生怕烟生外出 早早把她请来 晨时候就备下韭菜 留意观察烟生的举止 并约她 在一个屋里睡觉 烟生推辞说 自己性情孤僻 爱清静 宁生不听 硬把她的行李搬过来 烟生没办法 值得把床搬过来 并嘱咐说 我知道你是个大丈夫 很仰慕你 有些隐忠 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希望你不要翻看 我的箱子包袱 否则 对我们两人都不利 宁生恭敬地答应 说完 两人都睡下 宁生把箱子放在窗台上 往枕头上一躺 不多时 憨声如雷 宁生睡不着 将近一更时 窗子外隐隐约约 有人影 一会儿 那影子靠近窗子 向里偷看 目光闪闪 宁生害怕 正想呼喊烟生 忽然 有个东西冲破箱子 直飞出去 像一匹耀眼的白脸 撞断了窗上的石灵 舒然一射 又马上返回箱中 像闪电似的熄灭了 烟生警觉地起来 宁生装睡 偷偷地看着 烟生搬过箱子 查看了一遍 拿出一件东西 对着月光 闻闻看看 宁生见那东西 白光晶莹 有二寸来长 宽如韭菜叶 烟生看完了 又结结实实地 包了好几层 仍然放进箱子里 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老妖怪 竟有这么大的胆 赶来弄坏箱子 接着又躺下了 宁生大为惊奇 起来问燕生 并把刚才看见的情景 告诉他 燕生说 既然我们交情已深 不能再隐瞒 我是个剑客 刚才要不是窗户上的石灵 那妖怪当时就死了 虽然没死 也受伤了 宁生问 你藏的是什么东西 燕生说 是剑 刚才闻了闻他 有妖魔的气味 宁生想看一看 燕生慷慨地拿出来给他看 原来是把荧光闪闪的小剑 宁生于是更加敬重燕生 天亮后 发现窗户外边有血迹 宁生出四往北 建一座座荒坟中 果然有棵白杨树 树上有个乌鸦巢 等千坟的事情安排妥当 宁生收拾行装 准备回去 燕生为他践行送别 情意深厚 又把一个破皮囊赠送给宁生 说 这是剑袋 好好珍藏 可以辟邪驱鬼 宁生想跟他学剑术 燕生说 像你这样有信义 又刚直的人 可以做剑客 但你是富贵中人 不是这条道上的人 宁生托辞 有个妹妹葬在这里 挖掘出小倩的尸骨 收敛起来 用衣被包好 租船回家了 宁生的书房靠着荒野 他就在那儿营造坟墓 把小倩葬在了书房外边 祭奠的时候 他祈祷说 怜青孤魂 藏进窝居 歌枯相闻 树不见灵于雄鬼 一欧江水饮 书不清止 性不为闲 意思就是说呀 我可怜你是个孤魂 把你葬在书房外边 相互听得见歌声和哭声 你不再受雄鬼的欺凌 请你饮一杯姜水 算不得清洁甘美 愿你不要嫌弃 宁生祷告完了 就要回去 这时 后边有人喊他 请你慢点 等我一起走 宁生回头一看 原来是小倩 小倩欢喜地谢他说 你这样讲信义 我就是四十次 也不能报答你 请让我跟你回去 拜见你的父母 给你做避切都不后悔 宁生细细地看他 白里透红的肌肤 如同细损的一双脚 白天一看 更加艳丽娇嫩 于是 宁生就同他一块来到书房 嘱咐他坐着 稍等一会儿 自己先进去 禀告母亲 母亲听了很惊愕 这时 宁生的妻子已病了很久 母亲告诫他 不要走漏风声 怕吓坏了他的妻子 刚说完 小倩以轻盈地走进来 拜倒在地上 宁生说 这就是小倩 母亲惊恐地看着他 不知如何是好 小倩对母亲说 儿 儿飘然一身 愿离父母兄弟 承蒙公子照顾 恩泽身后 愿意做婢妾 来报答公子的恩情 母亲 母亲见他温柔秀美 十分可爱 才敢同他讲话 说 小娘子看得起我儿 老甚十分喜欢 但我这一生 就这一个儿子 还指望他传宗接代 不敢让他 娶个鬼媳妇 小倩说 儿确实没有二心 我是九泉下的人 既然不能得到 母亲的信任 请让我把公子 当兄长侍奉 跟着老母亲 早晚伺候您 怎么样 母亲怜惜她的诚意 答应了 小倩便想拜见嫂子 母亲托辞她有病 小倩便没有去 又立即进了厨房 代替母亲料理饮食 出来进去 就像早就住熟了似的 天黑了 母亲害怕她 让她回去睡觉 不给她安排床入 小倩知道母亲的用意 就马上走了 路过宁生的书房 想进去又退了回来 在门外徘徊 好像害怕什么 宁生叫她 小倩说 屋里渐气吓人 以前在路上没有见你 就是这个缘故 宁生明白 是那个皮囊 就取来挂到别的房里 小倩才进去 她靠近烛光坐下 坐了一会儿 没说一句话 过了好长时间 小倩才问 你夜里读书吗 我小时候读过棱颜经 如今大半都忘了 求你给我一卷 夜里没事 请兄长指证 宁生答应了 小倩又坐了一会儿 还是不说话 二更快过去了 也不说走 宁生催促她 小倩凄惨地说 我一个外地来的孤魂 特别害怕荒芜 宁生说 书房中没有别的床可睡 况且我们是兄妹 也应避险 小倩起身 愁眉苦脸地 想要哭出来 脚步迟疑 慢慢走出房门 踏过台阶 不见了 宁生暗暗可怜她 想留她在别的床上住下 又怕母亲责备 小倩清晨就来给母亲请安 捧着脸盆侍奉洗漱 操持家务 没有不合母亲心意的 到了黄昏就告辞退去 尝到书房 就着烛光读经书 发觉宁生想睡了 才灿燃离去 先前 宁生的妻子病了 不能做家务 母亲累得疲惫不堪 自从小倩来了 母亲非常安逸 心中十分感激 待她一天比一天亲热 就像自己的女儿 竟忘记她是鬼了 不忍心晚上再赶她走 就留她同睡同气 小倩刚来时 从不吃东西喝水 半年后 渐渐喝点稀饭汤 宁生和母亲都很宠爱她 避讳说她是鬼 别人也就不知道 没多久 宁生的妻子死了 母亲私下 又娶小倩做媳妇的意思 又怕对儿子不利 小倩多少知道母亲的心思 就趁机告诉母亲说 在这里住了一年多 母亲应当知道儿的心长了 我为了不惑害行人 才跟郎君来到这里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因公子光明磊落 为天下人所敬重 实在是想依靠她帮助几年 借以博得皇帝封告 在九泉之下 也觉得光彩 母亲也知道她没有恶意 只是怕她不能生儿育女 小倩说 子女是天给的 郎君命中注定有福 会有三个光宗耀祖的儿子 不会因为是鬼妻 就没子孙 母亲相信了她 便同儿子商议 宁生很高兴 就摆下酒席 告诉了亲戚朋友 有人要求 见见新媳妇 小倩穿着漂亮衣服 坦然地出来拜客 满屋的人 都惊诧地看着她 不仅不疑心她是鬼 反而怀疑她是仙女 于是 宁生五福之内的亲属 都带着礼物 向小倩祝贺 争着与她交往 小倩善于画兰花和梅花 总是以画仇答 凡得到她画的人 都把画珍藏着 感到很荣耀 一天 小倩低头 附在窗户在窗前 心情惆怅 她忽然问道 皮囊在什么地方 宁生说 因为你害怕她 所以放到别的房里了 小倩说 我接受活人的气息 已很长时间了 不再害怕了 应该拿来挂在床头 宁生问她怎么了 小倩说 三天来 我心中恐惧不安 像是精华的妖怪 恨我远远地藏起来 怕早晚会找到这里 宁生就把皮囊拿来 小倩反复看着 说 这是剑仙装人头用的 破旧到这种程度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我今天见了她 身上还起鸡皮疙瘩 收完 便把剑袋挂在床头 第二天 小倩又让姨挂在门上 夜晚 对着蜡烛坐着 叫宁生也不要睡 忽然 有一个东西 像飞鸟一样落下来 小倩惊慌地藏进帷幕中 宁生一看 这东西形状像叶叉 垫目血舌 两只爪子抓挠着伸过来 到了门口又停住 徘徊了很久 渐渐靠近皮囊 用爪子摘取 好像要把它抓裂 皮囊内忽然隔得一响 变得有两个竹框那么大 恍惚有一个鬼怪 突出半个身子 把夜叉一把揪进去 接着就寂静无声了 皮囊也顿时缩回 原来的大小 宁生既害怕又惊诧 小倩出来 非常高兴地说 没事了 他们一块儿往皮囊里看看 只有几斗清水而已 几年以后 宁生果然考取了近视 小倩生了个男孩 宁生又纳了倩 他们又各自生了一个男孩 三个孩子 后来都做了官 而且 官生 很好 张老相公 有个张老相公 是山西人 因为女儿将要出嫁 就携带家眷 到江南去 亲自为女儿置办嫁妆 船到金山时 张老相公 预先过江 祝福家人在船上切莫煎炒 有星山气味的鱼肉 因为江中有只大猿作怪 他闻到香味 就要出来毁船吞人 在这里已经危害很久了 张老相公走了以后 家人忘记了他的嘱咐 在船上烤肉 忽然 江中巨浪滔天 霸船打翻 张老相公的妻女等人 全落水沉没 张老相公乘小船 回到大船停靠的地方 不见妻子女儿 痛不欲生 恨不得立刻报仇 他登上金山 拜见了金山寺的和尚 大听猿怪危害的情况 想除缘报仇 僧人听了非常害怕 惊讶地说 我们整年整月住在他的近处 怕遭到祸害 只好将他当神仙供奉 祈祷他不要发怒 经常屠猪宰羊 半只半只地投入江中 猿就月初吞食而去 谁敢和他作对啊 张老相公听后 立即想出一个报仇的计谋 他找来几个铁匠 在金山的半腰处安起炉灶 炼成一块百余金重的大铁块 问清了大猿常出没的地方 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 用大铁钳举起铁块投向江中 猿月初急吞而下 一会儿江上波涌如山 清客又浪稀波平 那大猿的尸体一浮上水面 过往的客商和金山寺的僧人 都为之欢快 修建了张老相公祠 在祠内悬挂了张老相公的像 并把他当作水神供奉 人们向他祈祷都很灵验 江苏常州有一个富翁 名叫李化 天产很多 但五十多岁还没有儿子 只有个女儿名叫小慧 长得如花似玉 老两口十分疼爱她 不料小慧才十四岁 就得疾病死了 家中更显得空空荡荡 冷冷清清 李化便纳毙为妾 一年后生了一子 李化带入长上明珠 给她起名叫猪儿 猪儿渐渐长大 出落的皆是英俊 亦表人才 然而生性痴呆 五六岁了还五谷不分 说话也结结巴巴不清楚 即便如此 李化也不介意 反而越加疼爱 有一年 城里来了个画园的瞎和尚 他能测知人家规格中的隐私 于是大家都惊讶地以为 他是神仙 和尚还扬言 能给人以生死祸福 他画园时 点名向人要成百上千的钱 没有一个敢违抗的 一天 和尚向李化索要一百串钱 李化很为难 给他十串 和尚嫌少不要 李化渐渐加到三十串 和尚声色俱力地说 必须给我一百串钱 少一文也不行 李化也很生气 收起钱来就走了 和尚愤恨地说 你不要后悔 不要后悔 不一会儿 猪尔突然心口惧痛 在床上滚来滚去 手抓脚蹬 面如灰土 李化害怕 盲带上八十串钱 去拜求和尚 肯请救猪尔一命 和尚冷笑着说 你拿出这么多钱 太不容易了 我一个瞎和尚 能有什么法子呢 李化无奈 回到家里一看 猪尔已经死了 李化很悲痛 写了状子 告到县官那里 县官派人 将和尚拘捕审讯 和尚极力抵赖狡辩 县官就命牙医 像雷鼓似的揍了他一顿 又命人搜身 从他身上搜出了两个牧人 一口小棺材 五面小棋子 县官大怒 出示和尚的罪证 和尚这才害怕 连连叩头求饶 县官不听 命令手下一顿乱棒 将他打死了 李化扣手 败谢了县官 回到了家 李化到家的时候 时已黄昏 正与妻子 坐在床上说话 忽然 一个小孩 急急忙忙地 走进屋里 对他说 阿翁 你为什么走得那么快 我拼命追 也追不上 细看他的长相 大约有七八岁 李化一惊 刚要问他 就见那小孩 若隐若现 如烟似雾 转眼间 已爬到床上 李化连忙将他 推下床去 落地时 一点声音也没有 小孩说 阿翁 你这是干什么 转眼间 又爬到了床上 李化很害怕 拉着妻子 就往外跑 小孩紧跟在 他俩的后面 阿翁阿婆 不停地叫喊 李化跑到 他小妾的屋里 急忙关好门 回头看时 小孩已站在跟前 李化 战战兢兢地 问小孩要干什么 小孩回答说 我是苏人 姓詹 六岁那年 父母双亡 哥嫂不容我 年我到外婆家去住 一次在门外玩耍 被和尚是妖术弥住 把我带到桑树下 杀害了 后来就强迫我 供他驱使 从此 我冤臣九泉 不能超生 幸亏阿翁为我昭雪 我心甘情愿 给您做儿子 李化说 人与鬼不是一路 我怎么能共同生活呢 小孩说 只要给我一间小屋 放上床和被褥 每天浇上一碗冷粥 其他就没事了 李化答应了他的请求 小孩很高兴 独自在屋子里住下来 早晨起床后 出入各屋 如同李化的亲生儿子一样 一天 小孩听到李化的 窃哭孩子的声音 就问 猪二死了几天了 回答说七天 小孩说 天气寒冷 尸体应该不会腐烂 派人去扒开坟看看 如果没损坏 我就可以借尸还魂 再活过来 李化听后很高兴 拉着小孩到了猪二的坟地 却开坟 开关一看 尸体完好 李化正在悲伤时 回头一看 那小孩不见了 李化心中很奇怪 就让人台会猪二的尸体 到家后 刚把猪二的尸体放到床上 就见猪二的眼珠能转动了 不一会儿 便叫着要水喝 喝完水后 出了一身汗 汗后竟然站起来了 全家人都为猪二的复活高兴 又加上 他变得非常聪明 与以前大不一样 只是到了夜间 猪二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毫无气息 翻转他的身子时 也闭着眼睛和死人一样 众人大吃一惊 以为他又死了 天江明 猪二才做梦似的清醒过来 大家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回答说 以前我跟着妖和尚时 有我们两个人 那一个叫鸽子 昨天追阿父没追上 是因为我在后边 与鸽子告别呢 他现在阴间 给江远外做义子 也很自在快活 昨夜来邀我玩耍 刚用白鼻子黄马 把我送回来 李母问 在阴间见到猪二了吗 回答说 猪二已转生了 他与阿翁没父子缘分 不过是替金灵的炎子方 来讨回百石吊钱的债罢了 当初 李化曾到金灵跑买卖 欠了炎子方一笔债未还 炎就死了 这事无人知道 李化听后 心中很震惊 李母问 孩子 见到你惠姐没有 回答说 不知道 再去时 一定打听打听 过了两三天 小孩对李母说 惠姐在阴间很好 嫁给了楚江王的小公子 打扮的猪翠馒头 一出门就有百石人 前呼后拥的开路 李母说 为什么不回娘家来看看呢 回答说 人一死就与生前的父母 没有关系了 若是有人细细地 讲述生前的事 才能使他猛地想起来 昨天我脱了江源外 经她介绍 见到了惠姐 姐姐叫我坐到 她的珊瑚床上 我就把父母想念的话 说给她听 可她像睡着了一样 我又说 姐活着时 喜欢绣病地花 剪刀刺破了手 血滴在帘子上 姐姐就把它绣成 红色的云霞 至今母亲 仍将她挂在床头的墙上 看见那帘子 就想念你 姐姐你难道忘了吗 说到这里 姐姐才想起生前的事 凄惨地说 见了丈夫 我一定告诉她 我要回家探望母亲 李母问什么时候来 回答说 不知道 一天 小孩对李母说 姐姐就要到了 随从很多 要多准备些酒饭 一会儿 她又跑回屋里说 姐姐来了 将座椅搬到堂屋 李母回答 在 便开开箱子 找了出来 小孩说 姐姐姐 姐姐让我把她放在 以前她住的闺房中 她现在累了 要休息一会儿 明天再与母亲说话 东林赵家的女儿 是先前与小慧在一起绣花的好朋友 这一夜 忽然梦见小慧戴着头巾 身着紫色披肩来看她 阴容笑貌与生贤一样 对赵女说 我现在已不在人间了 与父母见面 不亚于河山相逢 我想借你的行体 去与家人聚谈 你别害怕 天刚亮 赵女正在和母亲说话 忽然扑到地上 昏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才慢慢醒过来 对赵母说 小慧与婶婶才分别几年 你竟满头白发了 赵母惊开道 你得了疯病吗 女儿拜别赵母走了出去 赵母猜知有别的缘故 就尾随着她 一直走进李家 赵女进屋 就抱住李母大哭 李母惊慌失措 不知缘由 赵女说 我昨天回来 很疲劳 没顾上与母亲说话 女儿不孝 半路上离奇二老 让你们想念 我怎么样 才能赎罪呢 李母马上明白了 于是痛哭 随即问道 听说孩儿 如今享受荣华富贵 我心里很高兴 但你是王爷家中的人 怎么能来呢 赵女说 狼君与我感情很好 公婆也很疼爱 都不嫌我长得丑陋 小慧生前习惯用手托下盒 赵女边说 赵女边说边做出这种姿势 神情动作 酷似小慧生前的样子 过了不长时间 猪儿跑进来说 接姐姐的人到了 赵女儿 是早晚是早晚的事了 恐怕没有救了 两个鬼坐在床头 一个手指铁杖 一个拿着四五尺长的麻绳 我白天黑夜地哀求他们 他们也不走 李母哭着给李化准备兽衣 黄昏时 小孩儿跑进来说 家中的闲杂人和妇女 都暂回避一下 姐夫来看望阿翁了 待了一会儿 小孩儿拍掌大笑 李母问她笑什么 她说 我笑那两个小鬼 听说姐夫来了 吓得躲到床下 像个缩头乌龟似的 又过了不多时 见小孩儿对着空中 寒暄了一番 并向姐姐问号 接着拍手笑道 我苦苦哀求两个鬼离开 他们不走 现在真大快人心 说完走出门去 又折身回来说 姐夫走了 两个鬼被锁在 马脖子的皮带上带走了 阿父的病马上就会好 姐夫说 他回去就求大王 为父母祈求百年受限 全家人欢天喜地 夜间 李化的病果然有了好转 几天后就康复了 李化病好以后 请了个教师教小孩读书 他很聪明 十八岁就考进献学 还能说些阴间的事情 见到乡亲中有生病的人 都能指出鬼在什么地方危害 用火烤往往病人就好了 后来 他突然得了场疾病 肌肤亲子 自己说 因为鬼神怪他泄露了秘密 以示惩罚 从此 他再也不说阴间的事了 水莽草 水莽是毒草 像蛤类一样慢生 花是紫色的 像扁豆 人如果误吃了这种毒草 就会立即死去 变成水莽鬼 民间传说 这种鬼不能轮回 一定得再有被毒死的代替 才能去投生 因此 楚中桃花江一代 这种水莽鬼特别多 楚中人称呼同岁的人为童年 往来拜访时 互称耕兄耕地 子植辈们则称他们为耕博 这是本地的习俗 有个姓祖的书生 依次去拜访他的一个童年 途中非常干渴 很想喝水 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凉棚 一个老婆婆在里面施舍茶水 助生就跑了过去 老婆婆把他迎入棚内 端上茶来 十分殷勤 助生一闻 有股怪味 不像是茶水 便放下不喝 起身要走 老婆婆忙拦住他 回头向棚里喊道 三娘 端杯好茶来 一会儿便有个少女 碰着茶杯 从棚后出来 大约十四五岁年纪 容貌艳丽绝伦 纸上的戒指 腕上的镯子 光亮的能照见人影 助生见了少女 立即被吸引住 接过茶水一闻 只觉芳香无比 一饮而尽 还想再喝一杯 趁老婆婆出去 助生一下 捉住少女的牵牵手腕 从她手指上 脱下一枚戒指 少女红着脸 微微一笑 助生更加着迷 便询问她的家事 少女说 你晚上再来吧 我还在这里 助生要了她一撮茶叶 连同那枚戒指 一块儿藏在身上走了 助生赶到童年家里 忽然觉得心头不适 怀疑是喝了那杯茶水的缘故 便将经过告诉了童年 那童年惊骇地说 坏了 这是水盲鬼 我父亲就是这样被害死的 无药可救 这可怎么办呢 助生恐惧万分 忙拿出藏在身上的茶叶一看 果然是水盲草 又拿出那枚戒指 向童年描述了那少女的模样 童年想了一会儿 说那人必定是寇三娘 助生听她说的名字相符 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童年回答说 男孙父户寇家的女儿 叫三娘 以艳丽闻名 几年前误吃了水盲草死去 肯定是她在作怪害人 有人说 碰到水盲鬼的人 如果知道鬼的姓名 只要求到她生前穿过的裤子 尖水服用 就可以痊愈 助生的童年 急忙赶到寇家 讲明了实情 常跪在地 苦苦哀求帮忙 寇家却因为 有人做女儿的替身 女儿从此可以超生 坚决不给 童年无可奈何 愤愤回去 告诉了助生 助生咬牙切齿地说 我死后 绝不让她家女儿投生 这时 助生已走不动了 童年将她背回家 刚到家门 就死了 助生的母亲 嚎啕大哭 只得把她埋葬了 助生死后 留下一子 刚刚周岁 妻子不能守节 过了半年 就改嫁走了 母亲一人 抚养着小孙子 劳累不堪 天天哭泣 一天 助生母亲 正抱着孙子 在屋里啼哭 助生 忽然无声无息地进来了 助母大惊 抹着眼泪 问她情况 助生回答说 儿在地下 听到母亲哭泣 心里很敢悲伤 所以来早晚伺候您 儿虽然死了 但已成家 媳妇也马上同来 替母亲操劳 母亲不要难过了 助母惊议地问 儿媳妇是谁 助生回答说 寇家做事 儿子不救 儿非常恨他们 死后 一心要去找寇三娘 但不知道 她住在什么地方 最近遇到一个耕博 承蒙她告诉我 寇三娘的去向 儿去了后 三娘已经投生到 仁侍郎家 儿又急忙赶到人家 将她抢捉了回来 现在 她已成为儿子媳妇 跟儿相处得很融洽 没什么苦恼 过了会儿 一个女子从门外进来 大扳得非常漂亮 见了助母 跪到地上拜见 助生告诉母亲 她就是寇三娘 虽然儿媳不是活人 但助母也觉得安慰 助生便吩咐三娘干活 三娘对家务事很不习惯 但性情柔顺 让人爱恋 二人就这样住下 不走了 三娘请婆母 告诉自己娘家一声 助生不同意 但母亲顺从了三娘的心愿 还是告诉了寇家 寇老夫妇听了大惊 急忙背车赶来 看那女子果然是女儿三娘 不禁失声痛哭 三娘忙劝住了 寇老太太 见助生家非常贫困 心里很是忧伤 三娘安慰她说 女儿已成了鬼 还嫌什么贫穷呢 助狼母子待我情深意后 女儿已决意 在这里安居了 寇老太太又问 当初和你一块儿失茶的 那老婆婆是谁 三娘回答说 她姓妮 因她年老 自残不能迷惑路人 所以求女儿帮助她 现在她已投生到郡城 一个卖酒的人家 三娘说完 又看着助生说 既然已成了我家的女婿 却不拜见岳父岳母 让我心里怎好过呀 助生忙向寇老夫妇拜下去 三娘便进了厨房 带婆母做饭 款待自己的父母 寇老太太见了 不禁伤心 回去后 派了两个奴婢 来供女儿使唤 又送了一百斤银子 几十匹布 此后还不时送些酒肉等物 住母的生活 因此稍稍富裕些了 寇家也时常让三娘 回去醒亲 住不几天 三娘就说 家里没人 应早送女儿回去 有时故意留住她不让走 三娘总是飘然自回 寇老翁便替助生盖了座大房子 很华丽宽敞 但助生始终没到寇家去过 一天 村里有个中了水蟒毒的人 忽然死而复生了 大家争相传说 都认为是怪事 住生说 是我让她又活过来的 她被水蟒鬼离酒所害 我替她将离酒赶走了 才救了她 母亲说 你怎么不找个人替自己呢 住生说 儿最恨这些找人替死的水蟒鬼 正想将他们全部赶走 自己又怎肯做这种害人的勾当 况且 儿侍奉母亲最快乐 不想再投生 从此以后 凡中了水蟒毒的人 都背下丰盛的宴席 到住家祈祷 无不领宴 又过了十几年 祝母死了 祝生夫妇非常悲痛 但不接待来吊丧的客人 只命儿子穿着丧服 代为尽力 埋葬母亲后 又过了两年 祝生为儿子娶了媳妇 新媳妇就是仁侍郎的孙女 起初 仁侍郎的爱妾生了个女孩 仅几个月就死了 后来 仁侍郎听说了 三娘投生到自己家 被祝生捉回 这件奇异的事 便驱车赶到住家 认祝生为女婿 到现在 仁侍郎又将孙女 嫁给了祝生的儿子 两家更加来往不断 一天 祝生对儿子说 上帝因为我有功于仁侍 任命我做四毒木龙君 现在就要走了 一会儿便见院子里 有四匹马 驾着一辆黄围车 马的四肢上布满了灵甲 祝生夫妇盛装而出 一同上了车 儿子和儿媳 都哭着拜倒在地 瞬间 马车便无影无踪了 同一天 寇家也见女儿来到 拜别父母 说的也和祝生说的一样 母亲哭着挽留她 三娘说 祝郎已先走了 出门后 一下子就不见了 祝生的儿子 名叫祝厄 自黎晨 他请求寇家同意后 将三娘的海骨 与祝生合葬了 胡四界 上生是泰山人 平日 他独自一人在书房里读书 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 天上繁星闪烁 明月当空高照 他一个人徘徊在月影花音之下 一时之间 心头狭想万千 忽然一个女子跳墙进来 对上生说 秀才 何以这样沉思呀 上生抬头一看 见着女子容貌美丽 犹如仙女 他十分惊喜 急忙拥抱着就进了屋 二人亲密温存之至 女子自我介绍说 我姓胡 叫胡三姐 上生问她的住处 女子笑而不答 上生也就不再追问 只希望永远欢好罢了 自此以后 胡三姐夜夜来会 从不间断 一夜 上生与胡三姐对坐灯前 上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越看越觉三姐美 三姐笑着说 你单单地看着我做什么 上生回答说 我看你长得像红叶碧桃 就是看一夜也看不够 三姐说 我长得这样丑 你都看不够 若见到我四妹 还不知神魂颠倒到什么样子 上生听了 上生听了更加动心 恨不能马上见到四姐 接着就下跪 请求三姐介绍四姐来相见 第二天晚上 三姐果然领着四姐来了 这四姐年纪十五六岁 聊斋志意原文上说 她长得河粉露锤 杏花烟润 烟然含笑 魅力欲绝 上生一见 欣喜若狂 急忙请她坐下 这时 三姐与上生一起说话 四姐只是低头含羞 用手摆弄身上的绣带 一语不发 一会儿 三姐起身告辞 四姐也要一同走 上生一手拉住四姐不放 眼睛看着三姐说 请帮着说句话吧 三姐说 狂狼兴急了 就请妹妹捎带一会儿吧 四姐没说话 三姐便一人走了 上生与四姐极为欢好 接着就互相倾土自己的生平 越说越知己 四姐说 自己是狐女 上生贪恋她美貌 也不觉怪异 四姐说 三姐也是狐女 但狠狠毒 她已经杀了三个人了 只要被她引诱上了沟 没有不死的 承蒙你这样爱我 不忍心看着你死去 劝你早日与三姐断绝 上生听了很害怕 请求四姐想个办法 四姐说 我虽是狐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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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我虽子真是负心人 亲爱新郎 就不想着引线搭桥的人了 你二人本来就有缘分 我又不嫉恨你们 何必这样对待我呢 说吧就走了 过了几天 四姐因为有事 要到别处去 与上生约好 隔夜再来 这天上生无事 就到野外闲逛 山下原来就有一个绝树林子 朦胧中 忽然从林子里走出一个少妇 这少妇长得也很有风韵 走进上生说 你为什么每天恋着胡家姊妹 他们又不能给你一文钱 说着拿出一罐钱交给上生 说 你先拿回去 买点好酒 我回去拿点菜药来 今晚和你好好快乐快乐 上生拿回钱来 按妇人的吩咐买了酒 捎带一会儿 少妇果然来了 把烧鹅鸡腿放在桌子上 抽出自带的小刀割成小块 就与上生饮酒说笑 非常欢乐 酒后 二人就熄灯上床 这妇人非常淫荡 直到天明起床 她正穿鞋时 呼听有人声 侧耳一听 人已走进账目内 一看原来是胡家姊妹 妇人一见仓皇逃窜 慌忙中掉了一只鞋在床上 胡家二女追着骂道 骚胡 怎敢与人睡觉 说着追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才回来 四姐抱怨上生说 你真没出息 竟与骚胡匹配 我不能再亲近你了 怒气冲冲的就要走 上生既羞愧又惶恐 连连认错 态度恳切 三姐又从中和解 四姐才渐渐消了气 又和以前一样 相好了 一天 一个陕西人 骑着头驴来拜访上家 上生的父亲开门后 那人就说 我是来寻找妖精的 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近来才知道 在你这里 上父因听这人说话奇怪 就问详情 那人回答说 小人天天在外 周游四方 一年中八九个月不在家 我弟弟在家 被妖精蛊惑而死 我回来听说 非常气愤 决心找到妖精除掉他 我已奔走了几千里路了 一直没找到踪影 现在发现在你家 不除掉他 你家也将有人 及我弟弟之后被害死 这一段时间里 上生与虎女来往密切的事 上父也略有耳闻 听陕仁这一说 心里很害怕 就请陕仁进屋 要求快做法出妖 陕仁拿出两个瓶子 摆在地上 念了很长时间的咒语 就见有四团黑烟 分别钻入两个瓶子里 陕仁说 全家都到齐了 接着拿出猪膀胱 蒙住瓶口 捆风得严严实实 上父很高兴 执意留闪人吃饭 上生知道这一切 心里很绝可怜 他走进瓶子偷看 就听四姐在瓶中说 做事不救 真是负心人 上生更加动心 急忙去开瓶风 但截子很牢固 解不开 四姐又说 不用费劲了 只要放到坛上的大旗 用旗上的月头 刺破中盘光 我就能出去了 上生照办了 就见一丝白气 从瓶中冒出 伸往天空中去了 闪人饭后出来 见坛上大旗 放倒在地 大惊说 逃走了 这一定是公子干的 他拿起瓶子摇了摇 又贴近耳朵 听了听说 幸好只跑了一个 那一个活该不死 可以赦免他 说吧 戴上瓶就告辞了 后来 上生在地里 看着庸人割麦子 远远看见 四姐坐在树下 上生走过去 拉住她的手 安慰她 四姐说 别后十多年了 今大胆已练成 但还是没有忘记郎君 因此再来看看你 上生要求她一起回家 四姐说 我已今非昔比了 不能再染红尘 以后再见吧 说完就不见了 又过了二十多年 上生正独自一人在家 见四姐从外面来了 便高兴地迎接她 四姐对上生说 我现在已列入仙人级了 本来不应在下凡尘 但感念你的恩情 特来告诉你的去世之期 你可早做准备 也不要悲伤 我一定想法度你为鬼仙 也不会受苦 说吧 即辞别而去 到了四姐说的 上生将死的那一天 上生果然去世了 上生是我朋友李文玉的亲戚 这是李文玉亲眼见过 快刀 明代末年 济南府属下各地有很多强盗 每个县都设置军队 不到强盗就杀掉 张秋县的强盗尤其多 这个县的官军中 有一个士兵 佩戴的刀特别锋利 杀人不用费劲 一天 官军捕获了十几个强盗 全部押赴法场斩首 其中一个强盗 认得这个士兵 便犹豫地凑上前去说 听说您的刀最快 砍头不用砍第二次 求您杀我吧 士兵说 好吧 你跟在我身边 不要离开我 强盗跟着士兵来到刑场 士兵一刀砍去 强盗的脑袋 咕噜一声掉下来 滚到树部之外 一边在地上打着转 嘴里还大声称赞道 好快的刀 侠女 南京有个姓顾的书生 博学多才 能写绘画 她家里却非常贫穷 因为母亲年老 顾生不忍离开老母西夏 只好天天给人家画画 得点钱维持生计 顾生已经25岁了 还没娶妻 她家对门是一所空房子 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少女 借住在里边 因为她们家里没有男人 所以也从没问过 她们是什么人 一天 顾生偶然从外头回家 见对门的女子 从她母亲房里出来 约有18、9岁 长得秀丽风雅 世间无比 女子迎头碰见顾生 也不太回避 但神情冷峻威严 这女子走后 顾生走到母亲房里 询问母亲 母亲说 刚才来的是对门的女郎 来向我借剪刀尺子 她说她家也只有一个母亲 别无他人 我看这个女孩子 不像穷家人 问她为什么不嫁人 她说母亲年老 无人侍奉 明天我过去看看她母亲 顺便暗示一下 如果她们要求条件不高 我们结亲 你可以带养她的母亲 第二天 顾母去女郎家里拜访 见她母亲是一个龙老太太 看她家里穷得 没有隔夜粮 问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 回答说靠女儿做针线活 顾母慢慢试探着 说了一起过日子的想法 老太太似乎同意 但女儿默默不语 意思不太愿意 顾母没再说什么 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 仔细想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对顾生说 莫不是女子嫌我们家穷 这孩子为人严肃 不说也不笑 艳如桃梨 而冷如霜雪 真是个怪人 母子俩猜疑了一会儿 也就罢了 一天 顾生坐在房子里作画 有个少年来求她画幅画 这少年长得很漂亮 但样子很轻薄 顾生问她从哪里来 她说是邻村的 自此以后 每三两天就来一次 稍稍熟了点 就渐渐与顾生说笑 顾生拥抱她 她也不太拒绝 随即关系暧昧起来 从此 两人来往更加亲热 依次 那少年见女郎走过 用眼盯着她走远 问顾生是谁 顾生说是对门的女子 少年说 这女子长得这么漂亮 神情却非常可怕 一会儿 顾生到母亲屋里 她母亲说 刚才女子来借米 说是断吹已经一天了 这个女孩子很孝顺 家里穷得可怜 应该多少周记她一些 顾生听了母亲的话 就背一斗米去她家 并转告了母亲的话 女子留下米来 也不说感谢的话 自此 女子也常到顾生家 见到顾母做衣服鞋子 她就拿过来替顾母做 出出尽尽 帮着操持家务 就像顾家的儿媳妇一样 顾生看到这样 越发感激女子 后来 顾家每次得到别人送来的礼物 总是分一半给女子的母亲 而女子也仍不说感谢一类的客气话 依次 顾母的阴处生病 疼得日夜喊叫 女子天天来看望她 给她擦洗换药 一天来三四次 顾母很是不安 但女子却从不嫌脏 顾母说 哎 我们家到哪里娶到个像你这样的媳妇 早晚伺候老生到死 说吧 就哭起来 女子安慰她说 你儿子很孝顺 胜过我们姑女寡母几百倍呢 顾母又说 在我床头来来去去的 这岂是孝子能办得到的 广且老生亦是暮年之人 早晚难保不入土 我所不放心的 就是没有后代根苗 他俩正说着 顾生进屋来 顾生哭着对儿子说 我们欠姑娘的太多了 你不要忘记 要报答她的大恩大德呀 顾生听了 向女子施礼感谢 女子说 你照顾我母亲 我都没有谢你 你何必谢我呢 于是顾生更加敬爱她 然而女子的举止一直很严肃 顾生一点也不敢轻易接近她 一天 女子出门回来 顾生注视着她 她忽然一回头 向顾生奄然一笑 顾生喜出望外 就跟在女子后面 进了她的家门 顾生想亲近她 女子也不拒绝 欣然同意 事后 女子告诫顾生说 这事只可依而不可在 顾生没表示同意 就回了家 到了次日 顾生又约女子相会 女子非常严肃的 连离也不理她就走了 此后 女子仍天天来顾家 天天相见 并不给顾生好话听 好脸色看 有时顾生说句笑话逗她 她就愣于拒绝 有一次 女子忽然在没有人的地方 问顾生 前几天常来的那个少年是谁 顾生告诉了她 女子接着说 那人举止行动 几次对我无礼 因为是你的朋友 我没有理她 请转告她 要再对我无礼 她是不想活了 到了当天晚上 顾生把女子的话 告诉了那少年 并且告诫她说 你要小心 她可不是好惹的 少年说 既然她不可侵犯 你怎么侵犯了她呢 顾生表白 并无其事 少年又说 若是没有事 怎么男女之间不好说的话 她都说给你呢 顾生一时回答不上来 少年又说 请你也转告她 不要装模作样 不然的话 我就到处给你们宣扬 顾生听了很生气 怒形欲色 那少年就走了 一天晚上 顾生正一个人 坐在屋子里 女子忽然来了 笑着说 我与你情愿未断 这岂不是天意 顾生高兴得不得了 急忙把女子抱在怀里 忽然听到有脚步声 两人惊慌起来 就见少年推门进来 顾生惊问 你要干什么 少年笑着说 我来看真洁的人呀 又望着女子说 今天不怪我啦 女子柳眉倒树 脸面发红 一句话不说 急忙翻开上衣 露出一个皮囊 随手抽出一把匕首 闪闪发光 少年一见 吓得拔腿就跑 女子追出门外 四下一看 不见踪影 她把匕首往空中一抛 嘎嘎有声 一道亮光 像长虹一样 接着就有一件东西 扑的落在地上 顾生急忙用蜡烛一照 见识一只白狐 已经伸手两处了 她大惊失色 女子说 这就是你练着的好朋友 我本来想饶了她 谁知她偏偏不想活 便收了匕首 放在窍里 顾生又拉女子进屋 女子说 刚才让妖精扫了信 等明晚吧 说吧 出门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 女子果然又来了 二人便共同还好 顾生问她有什么法术 女子说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需要保密 泄露了恐怕对你不利 顾生又与女子 商量嫁娶的事 女子说 我们已经同床共诊 我又帮助你干家务 已经成了夫妻 还谈什么嫁娶呢 顾生又说 你是不是嫌我家穷 女子说 你家固然穷 难道我家富有 今晚相会 正是连你穷呀 临走时又对顾生说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不能次数太多 该来的时候 我自然就来 不该来的时候 你强求也没有用 以后 两人遇到一起 顾生每每 想引她单独说句话 女子每次都避开了 但是 她来顾家缝衣做饭 料理家务依然如故 不亚于真正的媳妇 又过了几个月 女子的母亲去世了 顾生竭尽全力 帮助女子料理丧事 女子从此 就一个人过日子 顾生想 女子一个人住在家里 可以随便去找她了 于是 她就跳墙进了 女子的院子 隔着窗子叫她 但喊了好几声 没有人答应 她看看门 门关得好好的 人却没在屋里 顾生暗想 女子可能与别人约会 第二夜 又去探看 人和昨晚一样 她便将一个玉佩 放在窗台上 回家了 隔了一天 顾生与女子 在顾母房里相遇 顾生走出房来 女子也追了出来 对顾生说 你怀疑我了 人都有自己的心事 有的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今天不叫你怀疑 也不可能 但是有一件急事 你得赶快帮我想法子 顾生问是什么事 女子说 我已怀孕八个月了 恐怕不久就要生了 我的名分并没有分明 只能给你生下来 但不能帮你抚养 你可以秘密告诉你母亲 找一个奶妈 假说是抱了个小孩 不能说是我生的 顾生答应后 告诉了母亲 她母亲笑着说 这个姑娘真奇怪 娶她她不愿意 却与我儿私自相好 高兴地同意了 他们的要求 只等生下孩子再说 又过了一个多月 一连几天 女子没有来顾家 顾母心里有疑虑 就去女子家探看 一看 大门关得严严的 院里寂静无声 叫门很长时间 女子才蓬头购面 从屋里出来 请顾母进了屋 又把门关上 顾母进屋一看 一个小婴儿 已经在床上了 顾母惊讶地问 生了多少时候了 回答说 三天了 顾母 顾母解开小褥子一看 是一个小男孩 宽宽的脑门 非常可爱 顾母高兴地说 我的儿 你已经为老神 生孙子了 今后你孤单一人 哪里去安身 女子说 我还有一件心事未了 不能告诉母亲 等夜里没有人时 可把小儿抱去 顾母回到家里 与儿子说了这一切 心里都暗暗觉得奇怪 到了夜里 便把婴儿抱回去了 又过了几天 夜半三更时 女子忽然推开 顾生的门进来 手里提着一个皮口袋 笑着对顾生说 我的大事已办完了 从此 咱们就分别了 顾生急着问 是什么原因 女子说 你帮我奉养母亲的恩德 我一时一刻不会忘记 以前我曾对你说过 可一而不可二 是说报答你的恩情 不在于与你同居 而是因你佳贫 不能娶妻 想给你留下后代根苗 本来希望一次就能怀孕 谁知又来了月经 所以破戒又与你同房了一次 今日既已报答了你的大恩大德 我的心事也已了却了 没什么遗憾了 顾生问 皮带中是什么东西 回答说 仇人的头 打开一看 血肉模糊 顾生非常惊慌 细问原因 女子说 过去一直没有与你说 就是因为事情机密 怕走漏了丰盛 今天大事已经成功 不妨告诉你 我本是浙江人 父亲官居司马 为仇人陷害 被超斩满门 我背着母亲逃了出来 隐姓埋名三年了 之所以没有立即报仇 就是因为有老母在世 后来老母去世 却又有一婴儿在肚内 因此又推迟了一些时间 那些夜晚我没有在家 失去探探仇人的家的道路 和门户 怕不熟 出了失误 说吧 就出了顾生房门 回头又嘱咐说 我所生的孩子 你要好好地养着 你福薄 而且没有多少受限 这个孩子 可以给你光宗药祖 夜已深了 不要惊动老母亲 我走了 顾生心甚凄凉 正想问她到哪里去 女子身子一闪 像电光一亮 就不见了 顾生呆呆地立在那里 像木头一样 一直站了很久很久 到了天亮 顾生告诉了她母亲 母子两人 只有感叹而已 三年后 顾生果然死了 她的儿子 十八岁就中了近视 奉养祖母 直到送终 酒友 有个车生 家产还算不上中等人家 可是整天饮酒 晚上如不饮上三大杯 便不能睡觉 因此 床头的酒瓮经常不空 一天夜里 车生睡醒 一转身 觉得好像有个人 同她睡在一块 起初她以为 是盖在身上的衣服掉了 用手一摸 毛茸茸的一件东西 像猫 但比猫大 用灯一照 原来是只狐狸 像犬一样握着 醉得呼呼大睡 她一看自己的酒瓶 全空了 就笑着说 这是我的酒友啊 不忍心惊醒她 给她盖上衣服 用胳膊搂着她 一块儿睡下 又留着烛光 看她的变化 半夜 狐狸欠伸伸腰 睡醒了 车生笑着说 睡得真美啊 打开盖着的衣服一看 是一位俊俏书生 书生起身 在床前跪拜 叩谢车生的不杀之恩 车生说 我嗜酒成癖 但人们都认为我吃 你才是我的知己 如果你不疑心 我们就结为久友 说着又拉她上床睡一下 说 你可以常来 但我们不要互相猜疑 狐狸答应了 车生早晨醒了以后 狐狸已经走了 她就准备了一些美酒 专门等候着狐狸来 到了晚上 狐狸果然来了 二人促膝畅饮 狐狸酒量很大 说话诽谐 两人相见恨晚 狐狸说 几次来饮你的美酒 怎么报答你呢 车生说 斗酒之欢 何必挂在嘴上 狐狸说 虽然这样 你并不富裕 弄点酒钱很不容易 我应当为你筹划 我应当为你筹划点酒 第二天晚上 狐狐狸来告诉车生说 从这里往东南七里路 路边有遗失的金钱 你可早点去捡来 第二天早上 车生去了 果然失到二两银子 于是 就买了佳肴 以备夜里饮酒用 狐狸又告诉车生说 院后的地窖里 藏着银子 你应当挖出来 车生按照他说的做了 果然挖出 成百上千的银钱 车生高兴地说 我口袋里有钱了 不用再为买酒犯愁了 狐狸说 不对 车折中的那点水 怎够长时间捧用呢 我要再为你想个法子 又过了一天 告诉车生说 急市上的荞麦价钱很便宜 这是期货 你可以囤积 车生听从了狐狸的话 收买了四十多袋荞麦 人们都笑话他 没过多长时间 天大汉 地里的骨子豆子都枯死了 只有桥麦还可以种 车生卖桥麦种 赚了比原来多十倍的钱 从此就很富裕了 他又买了二百亩肥沃的粮田 只要问狐狐狸 说多种麦子 麦子就丰收 多种高粱 高粱就丰收 种植的枣与碗都让狐狸决定 车生同狐狐狸的关系越来越好 狐狸称呼车生的妻子为嫂 把车生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儿子 后来车生死了 狐狸就不再来了 莲香 宜州有个书生 姓桑 名小 自子明 少年时就成了孤儿 一个人在红花布居住 桑生性情文静 不好交往 除了每天去东林吃两顿饭外 其余时间都在住所 东林的书生与他开玩笑说 你独自一人住在这院子里 不怕有鬼狐吗 桑生笑着说 大丈夫还怕鬼狐 熊的来了 我有利剑 辞的来了 我还要开门收留他呢 东林的书生回去后 与朋友们谋划好了 到了晚上 用梯子 月墙把一个妓女 送进桑生住的院子里 那妓女走到桑生的房子前 亲扣房门 桑生瞧了瞧 问他是谁 那妓女自称是鬼 桑生非常恐惧 鸦齿咯咯的响 妓女在门外徘徊了一会儿 才去了 第二天凌晨 东林的书生来到桑生的书斋 桑生把夜间遇鬼的事诉说了一遍 并说要回家 东林的书生拍一首大笑 讥笑他说 怎么不开门收留他呢 桑生一下明白是假鬼 随即安心照常住下来 过了半年 夜里又有个女子叩门 桑生以为 又是朋友与他开玩笑 便开门请他进来 一看 原来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桑生吃惊地问 他是从哪里来的 女子说 我叫莲香 是西林的妓女 因为红花布一带 妓院很多 桑生也便信而不疑 随后 两人灭竹灯床 亲热欢好 从此 每隔三五夜 莲香就来一次 一天晚上 桑生独自坐在书斋里 对着灯凝响 一个女子轻轻推门进来 桑生以为是莲香又来了 忙起身与他说话 一照面并不认识这女子 这女子大约十五六岁 非常的漂亮 聊斋圆文上说她 斗绣垂条 风流秀慢 心部之间若缓若往 意思就是说 她还没有竖发 两臂下垂 长袖拖地 十分的风流美丽 走起落来 飘然若鲜 桑生十分惊奇 怀疑她是胡金 女子说 我是梁家女子 姓李 爱慕你高雅风流 希望你能见爱 桑生一听 欣喜异常 急忙去拉她的手 却凉入冰块 她吃惊地问 怎么这样凉啊 女子回答说 我自幼身体单弱 今晚来时 又蒙了一身的霜露 怎么能不凉呢 说把宽衣上床 竟然是处女 女子说 我为情愿 把真操交给了你 你若不嫌我丑陋 愿意常来陪伴 这里还有别人来吧 桑生说 没有别人 只是西林有个妓女 胆不常来 李女说 应当避开她 我不同于妓院里的人 请您一定保密 可以她来我去 我去她来 不一会儿 雄机爆笑 李女便起身告辞 林总将一只绣鞋 赠给桑生 说 这是我脚上穿的 常摆弄她 可以寄托你的思念之情 但是 有外人在场时 千万别摆弄她 桑生接过绣鞋一看 尖尖地像锥子 很是喜欢 第二天晚上 没人在屋 桑生就把鞋拿出来摆弄 李女忽然轻飘飘地来了 两人又气热一番 此后 只要拿出绣鞋 李女便随即到来 桑生奇怪地询问原因 李女笑着说 是碰巧了 一天夜间 莲香来到书房 吃惊地问道 桑郎 你的气色怎么这样不好啊 桑生说 我自己不觉得呀 莲香便起身告辞 约好十天后再相会 莲香走后 李女每夜都来 从没间断 李女问桑生 你的情人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 桑生便把两人十天之约告诉了她 李女笑着说 你看 我比得上莲香美吗 桑生说 你两人可称双绝 但相比之下 莲香的体肤 要比你温暖些 李女闻言变色说 你说双美 是对我说 她必定是月宫嫦娥 我一定比不上她 因此很不高兴 算计起来 十天的约期已到 祝福桑生不要说出去 到时 她要偷偷地 看一看莲香 次夜 莲香果然来了 与桑生嬉笑言谈 非常融洽 睡觉时 莲香大为惊骇地说 坏了 才十天不见 你怎么老损疲困到这个程度啊 你保证 没别的女人来过吗 桑生问她 为什么这样说 莲香说 我观察你的精神气色 脉象虚乱如丝 是被鬼缠身的症状 次夜 李女进门 桑生就问 你偷看莲香长得怎样 李女答 确实很美 我原来便认为 人间没有如此美貌的人 果然是个狐 她走后 我一直跟着 原来 她住在南山 一个山洞里 桑生怀疑 李女嫉妒 也没理会 她的话 隔了一夜 桑生对 莲香细言 我是绝对不信 可偏有人 说你是胡精 莲香 桑生慌忙问 是谁说的 桑生笑着说 是我自己和你闹着玩的 莲香说 狐狸哪些地方与人不一样 桑生说 被狐狸迷住的人都会得病 严重的还会丧命 因此很可怕 莲香说 不是这样 像你这般年龄 刑防三天后 惊气便可复原 纵然是狐狸 也没什么害处 假若天天纵情淫乐 人比狐狸更厉害 世间死了那么多淫途色鬼 难道都是被狐狸迷惑死的吗 虽是如此 必定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桑生竭力表白没有 莲香追问得更急 迫不得已就实说了 莲香说 我本来就奇怪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弱得这么快 难道 李女不是人吗 你先不要声张 明晚我也像她那样 偷偷地看看她 到了夜间 李女来到 与桑生才说了几句话 便听到窗外 有人咳嗽 慌忙离去 莲香进屋 对桑生说 你太危险了 李女真是鬼 若还贪恋她的美色 不与她一刀两断的话 你的死气尽了 桑生以为 莲香极度礼女 也没吭声 莲香说 我知道你 割不断与她的感情 可是 我也不忍心看你死去 明天 我会带药来医治你的病 幸亏重度不深 十天就可以治好 请允许我 看护着你康复 次夜 莲香果然带了一小包药来 给桑生服药 不大功夫 就泄了两三次 桑生只觉得内脏清爽 精神倍增 心中虽然感激莲香 但始终不信 自己患的是鬼病 莲香夜夜同床 陪伴着桑生 他几次求欢 都被莲香拒绝了 几天后 桑生的身体 又健壮起来 莲香临走 殷妾嘱咐桑生 一定要断绝 与李女的关系 桑生假意答应了 待到桑生夜间闭门后 又在灯下 将绣鞋拿出把玩 李女忽然来了 几天不见 他一脸不高兴 桑生说 他天天为我煎药治病 请不要怨他 对你好不好 在我 李女这才稍稍高兴些 桑生在枕边小声说 我最爱你了 但有人说 你是鬼 李女张口结舍了很久 才骂道 这一定是 这一定是那个 骚狐狸精 乱说一气来迷惑你 你若不与他 断绝了往来 我就不再来了 说完就 呜呜地哭 桑生说了 无数劝慰的好话 他才罢休 隔了一夜 李女说 去了 从此 李女无夜不来 与桑生欢会 大约过了两个月 桑生便觉得浑身乏力 萎靡不振 起初还自我安慰 后来 一天天变得枯瘦如柴 每顿饭 只能喝一碗粥 本想回家调养 但还是练着李女 不忍离去 挨了几天 终于病倒在床上 再也起不来了 连生见他病重 天天派书童来送饭送水 直到这时 桑生才怀疑李女 对他说 我毁不该不听莲香的话 弄到这不田地 说完便昏死过去 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 睁眼四下看了看 李女早没了踪影 从此关系断绝 桑生一个人躺在空房里 盼望莲香 盼望的望眼欲穿 一天 他正在想念莲香时 忽然有人先连进来 睁眼一看 果然是莲香 莲香走到床前 嘲笑着说 香八老 我是瞎说吗 桑生气不成声 过了一阵 自己说知道错了 求莲香快救命 莲香说 你已病入膏肓 实在无法救治了 我这是来向你决别的 你证明我并不是出于极度 桑生非常难过地说 我枕头下有件东西 烦你替我把它弄坏 莲香找出简式之袖鞋 便拿到灯下 反复细看 李女忽然进来 一见莲香 转身想逃 莲香用身体挡住了门 李女很窘 急得不知从哪里走 桑生数落着 指责李女 李女无言以对 莲香笑着说 我今天才有机会 与你当面对峙 以前你说 桑郎的病不是你造成的 今天看你怎么说 李女低头谢罪 莲香说 这么漂亮的美人 怎么会为了为爱结仇呢 李女跪在地上 哭得很悲痛 恳请莲香救救桑生 莲香便把李女扶起来 详细询问她的生平 李女说 我是李通盼的女儿 少年妖王 埋在院外 我好比是死了的春残 情思未断 与三郎交好 是我的心愿 这他与死地 确实不是出于本心 莲香说 听说鬼都愿意置人于死地 意图死后在阴间 可以藏在一起 是吗 李女说 不是 两个鬼在一块 没什么乐趣 如果有乐趣 阴间的少年郎 难道少吗 莲香说 你傻呀 夜夜交换 人都受不了 何况是鬼呢 李女也问 听说 胡能迷人至死 你有什么法术 能不致如此呢 莲香说 你说的 是那些采人精血 不养自身的胡 我不是那一类的 我不是那一类的 因此 世间有不害人的胡 而绝没有不害人的鬼 这是因为 鬼的阴气太胜了 桑生听了他们的对话 才知道 鬼狐都是真的 幸亏 相处已久 根本没觉得害怕 但一想到 自己已是 奄奄一息的人 不由得 世生痛哭起来 莲香问李女 你有救桑狼的办法吗 李女红着脸摇头 说无能为力 莲香笑说 恐怕桑狼身体健壮后 醋娘子又要吃羊梅了 李女拜了拜说 如有高明医生救的桑狼 使我不负罪狼君 我一定在阴间老老实实 哪敢有脸再到人间来 莲香解开药带 取出药来说 我早就知道有金片 分别后 我跑遍了三山五岳 采集草药 历时三个多月 才配起了药方 损牢过度待死的人 服用后没有不康复的 但是病因谁得 还需由谁出药引子 这就不得不转求你 全力协助 李女问 需要什么 莲香说 需要你樱桃小口中 一点唾液罢了 我将药丸放进她口中 反你口对口 用唾液把它送下去 李女听吧 修得面红耳赤 低着头直瞅着绣花鞋犯男 莲香取笑说 妹妹最得意的 就只有绣鞋 李女更敢羞惨 无地自容 莲香又说 这不是你往常 最熟练的技巧吗 今天怎么这样吝啬 说吧 将药丸放入桑生的口中 转身催促李女 李女不得已 只好口对口地 输送唾液 莲香说 再拓 女子拓了一口 一连三四次 要完才送下去 不一会儿 就听到桑生的肚子 雷鸣般地响起来 莲香又给她 服下一碗后 亲自为她揭唇不弃 桑生觉得 丹田发热 精神焕发 莲香说 病好了 这时雄鸡爆笑 李女 彷徨地告别走了 莲香因桑生出狱 还需调养 特别是吃喝没有着落 便将院门繁琐 让人物认为 桑生已经回家 皆已断绝外界来往 自己日夜护理她 李女也每夜必来 殷勤伺候 侍奉莲香 也像亲姐姐一般 莲香也很疼爱她 过了三个月 桑生完全恢复了健康 此后 李女一连好几夜没来 有时来了 也只是看一看便走 对坐时 也总是闷闷不乐 莲香曾多次留她 与桑生共寝 她都坚决不肯 又一次 桑生追上她 硬把她抱回来 觉得她身子 轻如草人 李女走不成 回来便合一而卧 身子全曲取来 不到二尺长 莲香越发爱恋她 示意桑生拥抱她 但无论怎样 也摇不醒她 桑生无奈 只好自己睡下 急着醒来找她时 又不知去向了 此后十几天 李女再也没有来过 桑生非常想念她 经常拿出秀席来 与莲香共同把玩 莲香说 如此美貌女子 我见了都很喜欢她 何况你们男人呢 桑生说 以前一栋秀鞋 她立刻就到 心里很怀疑 但是始终没想到 她是鬼 现在间歇斯人 实在太令人难过了 说着说着 泪流满面 这以前 有个姓张的财主 她的女儿名叫燕儿 十五岁时死了 过了一夜 又苏醒过来 睁眼一看 起身就向外跑 张财主急忙关上门 她出不去 便自己说 我是李同派女儿的灵魂 感谢桑郎的关照 我送给她的绣鞋 还在她那里 我真的是鬼啊 关起我来 有什么好处呀 张翁听她说的 有些缘故 就问她 为何来到这里 燕儿低头看了一下 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旁边有人说 桑生已回家养病了 燕儿执意分辨说 没有 家人非常怀疑 东里的书生 听说这件事以后 就从墙头上 偷偷观察桑生住处 见桑生正与一个美女说话 她就突然闯了进去 仓促之间 以不见女子的踪影 林生很惊议 再三追问桑生 桑生笑着说 我过去与你说过 辞的来了 我就留下她 林生将燕儿刚才的话 向桑生说了一遍 桑生马上开锁出门 想去打听一下 但转念一想 没有去的理由 十分苦恼 张母听说 桑生果然没有回家 越发觉得奇怪 就派女佣 到桑生那里要绣鞋 桑生将鞋交给她 燕儿见到绣鞋 十分高兴 急忙试穿 绣鞋却比脚小了一寸多 她大吃一惊 拿过镜子一照 模模糊糊像是明白 自己是借尸还魂了 于是便把以前发生的事 细细说了一遍 张母才相信了 燕儿对镜哭着说 我对那时的容貌很有自信 但是每当借了脸相解 还自愧不如 而今成了这个样子 做人还不如做鬼呢 拿着袖鞋放声大哭 谁也劝说不住 哭完后 蒙上被子就躺在床上 饭也不吃 不久全身浮肿起来 七天不吃东西也没死 而浮肿却渐渐消了 此后她便饥饿难忍 开始吃饭 过了几天浑身发痒 脱了一层皮 早晨起床时 睡鞋掉下来 拾起来再穿时 鞋子又肥又大 是穿以前的绣鞋 肥瘦正合适 她很是喜欢 再照镜子 眉眼已和过去一样 更为高兴 书席打扮好了 去见母亲 凡是见她的人 都非常高兴 莲香听说这一奇闻 就劝桑生 向张家提亲 桑生觉得 两家贫富悬殊 没敢唐突去提 不久 逢张母寿臣 桑生就随着 张家的子婿们 前去祝寿 张母见帖上 有桑生的名字 就让燕儿 躲在帘子后 偷偷辨认 桑生最后一个道 燕儿急忙跑上去 拉住桑生的袖子 要跟她一块回家 张母训斥她一顿 燕儿才害羞地回到屋里 桑生仔细辨认燕儿 确实离女再生 不觉流泪 败倒在张母面前不起来 张母忙上前 把她扶了起来 并不轻视她 桑生出来后 就托燕儿的舅舅前去提亲 张母议定下良辰吉日 招桑生为养老女婿 桑生回去 把这事告诉连香 并商量怎么办 连香难过了好一阵子 才决定要和桑生分别 桑生大吃一惊 泪如雨下 连香说 你被人家昭罪成婚 我跟着去 有什么脸面 桑生再三考虑 还是先把连香送回家去 再回来迎娶燕儿 连香应允 桑生把实情告诉了张家 张家听说 他已有了妻子 便怒气冲冲地训斥她 燕儿在一旁 极力为桑生辩解 张家才同意了桑生的请求 婚期到了 桑生亲自去迎娶燕儿 他家的摆设 本来很不像样 可是等迎亲回来时 从大门到新房 全是花毡铺地 千百只灯笼蜡烛 照耀得如同白昼 莲香扶新娘入了洞房 蒙头筹一接下 他们就高兴得像以前那样 莲香陪伴他俩喝和婚酒 细细询问了燕儿还魂的事 燕儿说 那天离开后 心中闷闷不乐 觉得自己是鬼 没脸见你们 决定再也不回坟里去了 便随风飘游 每每见到世上的人 就非常羡慕 白天藏在草丛中 夜里有着自己的脚 信不走 偶然到了张家 见一个少女病死在床上 魂就付到她身上 没想到真的活了 莲香听了 沉默了很久 好像是在思索什么 过了两个月 莲香生下一个儿子 产后得病 日渐沉重 她握住燕儿的手说 我只好把孩子托付给你了 希望你能把她当作亲儿子 来抚养 燕儿流下了眼泪 并千方百计地劝慰她 几次要给她请医生 都被莲香拒绝了 眼看着莲香 生命垂危 气若有死 桑生和燕儿都难过地哭泣 忽然 她又睁开眼说 不要这样 你们愿我活 我却愿意死 若有缘分 十年之后 还能再见面 说完就断了气 掀开背 要给她穿寿衣时 她以化为胡 桑生不忍心另眼相待 仍以隆重的葬礼 安葬了她 莲香生的孩子 取名胡儿 燕儿抚养她 如同亲生 每逢清明节 都抱着她 到莲香的坟上哭泣 后来 桑生考中了举人 家境渐渐富裕起来 而燕儿 一直愁着没有生育 胡儿聪明伶俐 只是体弱多病 燕儿就经常劝桑生 再取一切 一天 丫鬟忽然来禀报 门外有个老婆子 领着个女孩要卖 燕儿就让领进来看看 乍见面便吃惊地说 脸香结转世了 桑生细看那女孩 酷似脸香 夜觉惊异 便问 你多大了 回答说 十四岁 又问 聘金要多少 老太婆答 我这古老婆子 只有这么个闺女 但愿能给她找个好人家 我也有个吃饭的地方 日后老骨头 不至于丢在荒山野谷中 也就满足了 桑生多付了些银两 买下姑娘 燕儿握住姑娘的手 来到内室 托起她的下颌笑问 你认识我吗 姑娘回答 不认识 细问她的身世 姑娘说 我姓伟 父亲在徐城卖酒 已死了三年了 燕儿数着指头细算 莲香已死了整十四年 再仔细观察姑娘的容貌神态 无处不向莲香 于是 拍着她的头大声叫道 莲姐 莲姐 你说十年后再见面 当真没骗我 姑娘向大梦初醒似的 疑了一声 盯着燕儿细看 桑生健壮 高兴地笑着说 这真是似曾相识 燕归来呀 姑娘流着泪说道 是了 我听母亲说 我一出生就会说话 家中人以为 是不祥之兆 让我喝了狗血 就忘了前世燕果 今天才如梦初醒 娘子 你不就是那个 不愿做鬼的李妹妹吗 三人共同回忆 前生事 百感交集 韩石节 那天 燕儿说 今天是我与桑郎 每年哭记姐姐的日子 便与姑娘 同到莲香墓前 见墓地野草丛生 树也长高了 姑娘也触景 伤情的叹息 燕儿对桑生说 我与莲香姐两世都是好友 不忍分离 应该把前世的尸骨 同葬一幕 桑生听从她的意见 就挖开李女的坟 取出尸骨 运回来 与莲香的合葬在一起 亲友们知道 这桩怪事后 都穿着几服 赶来观看葬礼 不约而来的达到几百人 我更虚年 南游到了宜州 下雨天走不了 住在旅店里 有个叫刘子静的 是桑生家的一个表亲 拿出同乡王子章写的桑生传 约万语字 我得以细看了一下 这里只是故事的大概情况 意识是说 唉 死了的要求生 活着的又想死 天下所最难得的 那就是人的身躯呀 遗憾的是 有些具备此身躯的人 却往往不加珍惜爱护 以至于不明不白活着不如狐 狐狸糊涂死去不如鬼呀 阿宝 广东西边有个叫孙子楚的人 是个名士 他生来就有六个手指 性格憨厚 口齿迟钝 别人骗他 他都信以为真 有时遇到作息上有歌迹在 他远远地看见 转身便走了 别人知道他有这种脾气 就把他骗来 让妓女挑逗逼迫他 他就羞得脸一直红到脖子 汗珠直往下躺 大家因此而笑话他 形容他呆痴的样子 到处传说 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孙痴 本县有个大商人某翁 可与王侯比赋 他的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大富商有个女儿叫阿宝 长得非常漂亮 他父母正忙着为他挑选家序 许多名门贵族的子弟 争着来求亲 商人都没看中 正巧 孙子楚的妻子死了 有人捉弄他 劝他到大富商家提亲 孙子楚也没想想自己的情况 净托梅人去了 商人也知道孙子楚的名字 但嫌他太穷没答应 梅人要离开的时候 正好遇上阿宝 阿宝问什么事 梅人讲了来意 阿宝便开玩笑地说 他如能把那个多余的指头砍了 我就嫁给他 媒婆把这话告诉了孙子楚 孙子楚自言自语道 这不难 媒婆走后 孙子楚便用斧头把第六个指头剁去了 血流如注 痛得他几乎死了过去 过了几天 刚能起床 便到媒婆家 把已剁掉六指的手给他看 媒婆吓了一跳 忙去富商家告诉了阿宝 阿宝也很惊奇 又开了个玩笑说 孙子楚还得去掉那个吃尽才行 孙子楚听后大声辩解 说自己并不痴呆 然而却没有机会当面向阿宝表白 转念一想 阿宝也未必美如天仙 何必把自己的身价抬那么高 因此 求亲的念头也就凉了下来 正好清明节到了 按风俗 这一天是妇女们到郊外踏青的日子 一些轻薄少年也结伴同行 对妇女们平头论足随意调笑 有几个文棚师友 也硬把孙子楚拉去了 有的嘲笑他说 不想看看你那位可疑的美人吗 孙子楚知道大家在戏弄自己 但因为受了阿宝的嘲弄 也想见见阿宝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便欣然随大家边走边看 远远地见一个女子在树下歇息 一群恶少把他围得像一堵墙似的 朋友们说 这一定是阿宝了 跑过去一看 果然是阿宝 仔细看 真是美丽无比 十分动人 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阿宝急忙起身走了 众人神魂颠倒 平头论足 简直要发狂了 唯有孙子楚默默无语 大家都走开了 可回头一看 孙子楚仍然呆呆地站在那儿 喊他也不答应 大家来拉他说 魂随阿宝去了吗 孙子楚还是不说话 大家因为他平时就呆板少雨 也不奇怪 有人推着他 有人拉着他 回家去了 孙子楚到家后 一头倒在床上 整天昏睡不起 像醉了一样 喊也喊不醒 家里人以为他丢了魂 到野外给他叫魂 也不见笑 用镜拍打着问他 他在含糊朦胧地说 我在阿宝家 再细问他时 又默默无语了 家里人心里很害怕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初孙子楚见阿宝走了 心里非常难舍 觉得自己的身子也跟他走了 渐渐地靠在了他的衣袋上 也没有人呵斥他 于是跟阿宝回了家 坐着躺着都和阿宝在一起 到了夜里便与阿宝交欢 很是亲热欢快 可就是觉得肚子里特别饿 想回家一趟 却不认得回家的路 阿宝每每梦到与男人睡觉 问他的名字都是说 我是孙子楚 阿宝心里很奇怪 可也不便告诉别人 孙子楚躺了三天 眼看就要断气了 家里人又急又怕 就托人到商人家里 恳求给孙子楚招魂 商人笑着说 平日素无往来 怎么会把魂丢在我家呢 孙家人哀求不已 商人才答应了 巫婆拿着孙子楚的旧衣服 草席子来到商人家 阿宝知道了来意后 害怕极了 他不让巫婆到别处去 直接把巫婆带到自己房中 任凭巫婆招呼一番后 离去了 巫婆刚回到孙家门口 屋内床上的孙子楚 已经深吟起来 醒来后 他还能清清楚楚地说出 阿宝室内摆设用具的名字和颜色 一点不错 阿宝听说后 更加害怕了 但心里也感到了 孙子楚的情意之深 孙子楚能起床后 不论坐着还是站着 总是若有所思 精神恍惚 好像丢了什么 常打听阿宝的消息 盼望能再见到阿宝 遇佛节那天 听说阿宝要到水月寺烧香 孙子楚一早就去 在路边等候 只看得头昏眼花 到中午 阿宝才来 阿宝从车里看到了孙子楚 用牵手撩起帘子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孙子楚更加动了情 就在后面跟着走 阿宝忽然让丫鬟 来问他的性命 孙子楚恨殷勤地说了 更加昏破摇荡 直到车走了以后 他才回家 孙子楚回家后 旧病复发 不吃不喝 昏睡中喊着阿宝的名字 只恨自己的灵魂 不能再像上次那样 到阿宝的家里去 他家中养了一只鹦鹉 这时突然死了 小孩子拿着 在床边玩 孙子楚看见了心想 我如果能变成鹦鹉 展翅就可飞到 阿宝的房里了 心里正想着 孙子果然已经 变成了一只鹦鹉 偏然飞了出去 一直飞到阿宝的房中 阿宝高兴地捉住他 将他的腿用绳子捆住 用麻子喂他 鹦鹉忽然口吐人眼说 姐姐别绑我 我是孙子楚啊 阿宝吓了一跳 忙解开绳子 鹦鹉也不飞走 阿宝对着鹦鹉祷告说 你的深情已鸣刻在我心中 现在我们人情不同类 良音怎么能复原呢 鹦鹉说 能在你的身边 我的心愿已经满足了 其他人喂他 他不吃 只有阿宝喂他 他才肯吃 阿宝坐下 鹦鹉就蹲在他的膝上 阿宝躺下 鹦鹉就喂在他的身边 这样过了三天 阿宝很可怜他 就悄悄派人去查看孙子楚 见孙子楚将卧在床上 已经断气三天了 只是心口窝 还有点温暖 阿宝又祷告说 你要是能重新变成人 我就是死 也要与你相伴 鹦鹉说 你骗我 阿宝立刻发起誓来 鹦鹉斜着眼睛 好像在思索什么 一会儿 阿宝裹脚 把鞋拖到床下 鹦鹉猛地冲下 用嘴叼起鞋来 飞走了 阿宝急忙呼唤他 鹦鹉已经飞远了 阿宝派个老妈妈 前去探望 孙子楚 果然已经醒过来了 孙家的人 见鹦鹉叼来一只绣鞋 便落地死了 正感到奇怪 孙子楚已经醒来 刚醒就开始找鞋 大家都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正好 阿宝家的老妈妈赶到 进房看到孙子楚 就问他鞋在哪里 孙子楚说 鞋是阿宝发誓的信物 请你代我转告 我孙子楚 不会忘记 他金字般的诺言 老妈妈回来 把话照样说了一遍 阿宝更是奇怪 便让丫鬟 把这些事 故意泄露给自己的母亲 母亲又详细 询问明白后才说 孙子楚这个人 还是有才学的 名声也不错 但却像司马向儒一样贫寒 选了几年的女婿 最后竟得到这样的 恐怕会被险贵们笑话 阿宝因为邪的缘故 不肯他假 父母只好听了他的 有人跑去告诉孙子楚 这个消息 孙子楚非常高兴 并立刻痊愈了 阿宝的父母 想把孙子楚招坠过来 阿宝说 女婿不应该常住在岳父家里 何况他家又贫穷 住长了会让人家瞧不起 女儿既然已经答应了他 住草屋 吃粗饭 绝无怨言 孙子楚于是去迎娶新娘成婚 两人相见 如隔世的夫妻又团圆了一样高兴 自此以后 孙子楚家有了阿宝的嫁妆 增加了财务家产 生活有了好转 孙子楚只逝迷在书里 不知道至家理财 阿宝是个善于当家过日子的人 家中诸事都不用孙子楚操心 过了三年 家中更富了 可是孙子楚忽然得热病死了 阿宝哭得非常悲痛 眼里的泪水始终没有干过 觉也不睡 饭也不吃 谁劝也不听 趁着夜里偷偷地上吊了 丫鬟发现后 急忙救护才醒了过来 可是总也不吃东西 三天后 家人召集亲友 准备给孙子楚送葬 听到棺材里传出身影之声 打开一看 孙子楚复活了 孙子楚自己说 我见到了阎王 阎王说我这个人生平朴实诚恳 命令我当了布曹 忽然有人说 孙布曹的妻子将要到了 阎王查了生死簿 说 他还不到死的时候 又有人说 他已经三天不吃饭了 阎王回身说 你妻子的结义行为感动了我 让你再生阳士吧 于是就派马夫牵着马 把我送了回来 从此以后 孙子楚的身体 渐渐恢复了正常 这年适逢相识 进考场之前 一群少年戏弄孙子楚 一起拟了七个偏怪的试题 把孙子楚骗到僻静之处 说 这是有人通过关系得到的试题 因为咱们友好 才偷偷地告诉你 孙子楚信以为真 黑天白日地琢磨 准备好了七篇八古文 大家都暗暗地嘲笑他 当时主考官考虑到 用过去的题目会有抄袭之弊 有意的一番常规 试题发下来 竟与孙子楚准备的七题 一模一样 孙子楚中了乡氏投名 第二年又中了晋氏 进了汉林院 皇上听说了孙子楚这些怪事 把他召来询问 孙子楚全部如实地奏鸣了 皇上非常地称赞和高兴 后来又召见阿宝 赏赐了很多东西 一史事曰 幸吃则其至宁 故书吃者闻必公 义吃者记必粮 是之骆驼而无成者 皆自为不吃者也 且如粉花荡产 如至倾家 故吃人是哉 义是之会邪而过 乃是真吃 比孙子何吃乎 刚才我读的这段文言文 是聊斋志义中的原文 现在我首先把它的意思 跟大家解释一下 义史事 是蒲松林在聊斋志义中的自称 义史事说 性情吃的人 义制十分专注 所以书吃一定善于闻 义吃者记忆一定精良 你看世上那些骆驼无成的人 都是自作聪明 认为自己不吃不傻的人 他们有的为了烟花女子倾家荡产 有的沉迷赌博败家 这些难道是吃人干的事吗 由此看来 聪明过头 算计过分 才是真正的吃 孙子楚 哪里有一点吃呢 大家都知道 我读的是聊斋志义的白话版 在读的过程中 偶尔会引用原文写的精彩的一些词句 整段的读原文还是第一次 因为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所以我愿意把它读出来 和大家分享 明朝散文家张黛说过 人无辟不可语交 以其无深情也 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嗜好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那么他就无真情可言 推悟及人 这样的人 当然不值得交往 我们本文的主人公孙子楚 就是一个有真情的人 看似痴呆 其实是专注 是用心 而我觉得 我也是个有点像孙子楚的痴人 我喜欢朗读 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都用在了陆书上 可以说有点如痴如醉了 记得录金粉世家的时候 录到最后二十多回的时候 已经是冬天了 而我录音的那个房间 却偏偏没有暖气 为了不断更 录音的时候 我就把一个厚厚的小被子 裹在腿上 上半身穿着羽绒服 可是录完一回 还是动得手脚冰凉 家里人看到我这个样子 都说我傻 说我 你又不挣钱 又不是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干嘛受这个罪 不知道你图个啥 我说 啥也不图 就图个乐 因为我爱好朗读 所以傻傻的快乐着 我从2017年开始 在喜马拉雅做主播 刚开始 只有四个粉丝 其中还有三个 是以前的同学 2018年 我买了录音设备 开始录小说 第一部小说 提笑音缘 虽然只是个尝试 却让我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 我的粉丝开始慢慢增长 到现在 已经有一万多人了 很多听友给我加油 让我一定要坚持录书 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再说回聊斋之意吧 聊斋之意的原文 语言是很精炼 优美 富有哲理的 但是文言文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不太好理解 我读白话版 也是为了节省大家的宝贵时间 让大家能够利用碎片时间 了解聊斋之意这部经典名著 为了让大家能够体会到 原文的语言之美 遇到原文写得特别好的词句语段 我就会为大家朗读出来 和大家分享 这样我们就既可以享受原文的美 又可以听得懂故事了 把聊斋原文和白话文对照参考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种朗读方式 别忘了多多帮我点赞分享 赞助也很欢迎哦 都说聊斋之意是一部孤奋之书 相信有了彼此的陪伴 我们就不会孤独 更不会愤世嫉俗了 因为有你懂我 曹州府有一个姓李的书生 家里很富有 但住宅不宽敞 宅子后面有一个几亩地的园子 一直荒废着 一天 一个老头来租他的房子住 远处一百两银子做租金 李生以没有多余的房子为由 谢绝他 老头对李生说 请你放心收下租金 不要顾虑 李生也不知道他的意思 就暂且收下租金 看看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天 村里的人建有车马家眷 进了李家的大门 纷纷扬扬好像有很多人 大家都怀疑 李家宅子并不大 怎么住得下这么多人 有的来问李公子 李却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 回家看了看 并没任何迹象和动静 过了一天 租房子的老头忽然来拜访 对李生说 搬来贵府已经好几天了 事事都得重新安排 又得支锅做饭 又得大铺睡觉 一直没来得及来拜访主人 今天叫小女做了顿便饭 请您一定赏光 过去坐坐 李公子当即跟着老头去赴宴 一走进他家后面的园子 忽见房射一片 非常华丽 都是新盖的 进入正房 房里陈设也很漂亮 酒顶正在廊下沸着 茶露的烟也从厨房里 鸟鸟冒向天空 刚落座一会儿 就端上了韭菜 尽是山珍海味 时常看到门外 有少年人来来往往 又听到男女青年 勾勾说话 欢声笑语 不绝于耳 家人奴婢 像有一百多人 李公子心里已经明白 这家人是胡 李生喝完了酒 回到自己房里 心里暗器杀机 他每次去赶集 就买下一些硫磺盲销 积攒了几百斤 暗暗布满后花园 等他不知好了 就骤然点燃 顿时 满园烈火冲天 浓烟滚滚 烧得臭不可闻 群壶乱叫之声 惊天动地 嘈杂一片 烧了一阵子 大火才灭了 进园子一看 满园都是烧死的狐狸 焦头烂额 不计其数 李生正简看见 老头自外面进来 满面凄惨 则问李公子说 我与你往日无仇 近日无恨 租你的荒原 出银百两做租金 也算对得起你 你怎么忍心 烧灭我的全家 这个奇仇大恨 哪有不报的道理 说完 愤然而去 李生怕他来报复 加强了防范 可是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任何动静 顺治初年 山中盗贼群起 约聚集了一万多人 官兵也不能剿灭他们 李生因为家中 人多裁缝 天天发愁 怕贼下山来抢劫 正在为难之际 村中来了一个算命先生 自称南山翁 算人的生死命运 祸福吉凶 了然如他亲见 一时名声大震 李公子也请他来家算卦 算命先生一进屋 就肃然起敬 惊呼 足下乃真主也 李公子听了大吃一惊 以为这是无稽之谈 算命先生 却郑重其事地坚持这样说 李公子半信半疑 对算命先生说 哪有白手起家 而成了帝王的 算命先生说 不然 自古君王君主 有很多是出身匹夫的 有谁生下来 就是天子的呢 李公子仍持怀疑态度 但对算命先生 却尊敬起来 请他上座 算命先生 竟以卧龙自举 提议 先准备甲咒几千套 弓箭几千副 李公子顾虑 招不起人马来 算命先生说 臣愿为大王联合珠山人马 定立盟约 并宣扬大王为真龙天子 山中将领士族 必然前来响应 李公子很高兴 便让先生去按计划行事 他把家藏的银子 全部拿出来 制造甲咒 购买弓箭 准备启事 隔了几天 算命人来说 凭借大王的抚慰 加上我三寸不烂之蛇 各山头领 没有不愿归你指挥的 果然 没出十天 就有数千人马来归顺 于是 李公子便拜算命先生为军师 竖起大旗 设置五色彩旗 占据山头 建造围墙 一时声势大阵 县官带兵来脚 算命人指挥兵马 大的官兵大败而归 县官害怕 报告了眼州之州 眼州兵远来讨伐 算命先生又指挥人马埋伏起来 一举将眼州兵大的大败 伤亡惨重 从此 李公子声势更大 人马到了一万多 李公子便自立为九山王 算命先生筹马少 又筹划派一支兵 抢劫了京城借往江南的军马 于是九山王威震天下 加封算命先生为护国大将军 从此 李公子在山上高枕无忧 非常自负 以为黄袍加身 称王称帝的日子 为期不远了 不料 东府因为夺马一事 已经准备禁较他们 后来又得到眼州兵败的报告 便汇集了六路兵马 精兵数千 四面包脚九山王 这时人喊马轿 遍布山谷 九山王大为震惊 呼唤算命人来商议对策 却已不见了 九山王束手无策 他登上山顶一望 常叹道 我今日才知朝廷的势力之大了 不久 官兵攻破山寨 李公子被擒 妻子老小全家被杀 他这才明白 算命先生就是当年的老狐狸 原来是以杀害李公子满门 来报他当年的灭族之仇的 意思是说 一个人拥着妻子 关着门光着头 哪里会被杀 即使被杀 又怎么会灭族 狐狸的计谋也够巧妙的了 但土壤里没有种子 即使浇水也不会生苗 那个人杀狐残忍 心田中就已有道根了 所以狐狸才得以使其萌芽成长 而对他施加报复 现在你拉住过路人 就告诉他说 你是天子 没有不被吓跑的 明明诱导他干灭族的勾当 而他竟乐于听信 七小被杀 又合足道 不过人听荒诞之言的时候 开始听到发怒 接着听就疑惑了 又继续听就相信了 直到身败名裂 才知道错了 大致和这个故事相似 尊化狐鼠 朱成县秋宫 在尊化当官时 官署中原就有很多胡 署中最后面的一座楼上 雄狐成群的住在上面 成了狐的老窝 还经常出来祸害人 越是念他们走 闹得就越厉害 以前凡在这里当官的人 都是摆上贡品 对他们恭敬地祷告 没有敢得罪这些胡的 秋宫来这里上任后 听说有这样的事 很生气 这些胡也害怕秋宫性情刚烈 就变成一个老婆婆 告诉秋宫的家人说 请转告大人 我们不要为仇 给三天时间 我们带领全家老小搬走 秋宫听了也不言喻 到了第二天 秋宫阅兵已毙 告诉大家不要解散 叫重兵把各营的大炮都抬来 突然包围了属后的楼 秋宫命千门大炮齐发 顷刻之间几丈高的大楼摧毁平地 群壶的毛皮 血肉 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 只见滚滚浓烟中 有一缕白气冲天而去 大家都望着天空说 逃了一只胡 然而自此后 树中却太平无事了 后两年 秋宫打发得利仆人 送银子若干去京都 打算托人办理升迁 事还没有着落 就暂时把银子藏在班医的家里 忽然有一个老头到宫殿喊冤叫去 说他妻子被人杀害 还揭发囚公苛扣军饷 行贿高官 银子现藏在某人家里 可以去查证 皇帝下旨 押着老头去班医家检查 但怎么也搜不到银子 老头就用一只脚点地 差人明白他的意思 挖开地一看 果然挖出银子来 银子上还刻着某郡蟹的字样 接着找老头已经不见了 官府拿了地方上的户口名册 想找这个老头 竟没有其人 丘公因此案被处死了 人们才知 这个老头就是当年逃走的狐狸 意思是说 狐狸迷惑人确实可杀 然而服罪之后释放他们 也可以成全我的仁德 丘公可以说是痛恨他过分了 但如果说杀狐的人是杨镇这样的清官 那么狐狸就抓不到把柄 去实施报复了 张成 河南有个姓张的人 租籍是山东 明朝末年山东大乱 他的妻子被清兵抢走了 张某常年客居河南 后来就在河南安了家 娶了妻子 生了个儿子 娶名张乐 不久 妻子死了 张某又娶了一个妻子 也生了个儿子 娶名张成 既是牛氏 性情凶悍 常嫉恨张乐 把他当作牛马使唤 给他吃粗略的饭食 又让张乐上山砍柴 责令他每天必须砍够一蛋 如果砍不够 就鞭打辱骂 张乐几乎无法忍受 牛氏对亲生的儿子张成 像宝贝一样 偷偷给他吃美味的食物 让他到学堂去读书 后来张成渐渐长大了 性情忠厚孝顺 他不忍心哥哥那样劳累 暗暗地劝说母亲 牛氏不听 一天 张乐进山砍柴 还没砍完 忽然下起暴雨 他只好躲避在岩石下 雨停了 天也黑了 他肚子太饿 只好背着柴回家 牛氏看到砍得柴不够树 就发怒不给饭吃 张乐忍饥挨饿 只得进屋躺下 张成从学堂里回来 看见哥哥沮丧的样子 就问 哥哥病了吗 张乐说 没事 我就是饿的 张成问他原因 张乐把实情说了 张成悲伤地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 张成怀里揣着饼 来送给哥哥吃 哥哥问他 饼是哪儿来的 他说 我从家中偷了面 让邻居做的 你只管吃 不要说出去 张乐吃了饼 嘱咐弟弟说 以后不要这样了 事情泄露了 会连累弟弟的 况且一天吃一顿饭 虽然饿 也不会饿死 张成说 哥哥本来身体就弱 怎么能多打柴呢 第二天 吃过饭后 张成偷偷上山 来到哥哥砍柴的地方 哥哥见到他 惊奇地问 你来干什么 张成回答说 帮哥哥砍柴 张乐问 谁叫你来的 张成说 是我自己来的 哥哥说 别说弟弟不能砍柴 就是能砍也不行 催促他快回去 张成不听 手脚并用扯着柴鹤 还说 明天要带斧头来 哥哥过去制止他 见他手指出血 血也磨破了 心痛地说 你不快回去 我就用斧头割井自杀了 张成才回去了 哥哥送了他一半路 才又回去 张乐砍完柴回家 又到学堂去 祝福弟弟的老师说 我弟弟年龄小 要严加看管 不要让他出去 山里虎狼很多 老师说 上午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已经责打了他 张乐回到家 张乐回到家 对张成说 不听我的话 挨打了吧 张成笑着说 没有 第二天 张成怀里揣着斧头 又上山了 哥哥惊骇地说 我再三告诉你 不要来 你怎么又来了 张成不说话 急忙砍起柴来 累得汗流满面 一刻不停 约摸砍得够一捆了 也不向哥哥告辞 便回去了 老师又责打了他 张成就把实情告诉老师 老师赞叹张成的品行 也就不禁止他了 哥哥屡次劝阻他 他始终不听 一天 张乐兄弟俩 同其他一些人 到山中砍柴 突然 来了一只老虎 众人都害怕地 浮在地上 老虎禁止 把张成叼走了 老虎叼着人走得慢 被张乐追上 他使劲用斧头砍去 郑重虎咖 老虎疼得狂奔起来 张乐再也追不上了 痛哭着返回来 众人都安慰他 他哭得更悲痛了 说 我弟弟不同于 别人家的弟弟 况且是为我死的 我还活着干什么 说着就用斧头 朝自己的脖颈砍去 众人急忙救死 斧头已经砍入肉中 一寸多 血如泉涌 昏死过去 众人害怕极了 撕了衣服 给张乐裹住伤口 一起送他回家 后母牛士哭着骂道 你杀了我儿子 想在脖子上 浅浅割一下来 躺塞吗 张乐深吟着说 母亲不要烦恼 弟弟死了 我绝不活着 众人把他放到床上 伤口疼得睡不着 只是白天黑夜 靠着墙壁坐着哭泣 父亲害怕他也死了 时常到床前喂他点饭 牛士见了总是大骂一顿 张乐于是不再吃东西 三天之后就死了 村里有一个巫师走无常 张乐的魂魄在路上遇见他 诉说了自己的苦难 又询问弟弟在什么地方 巫师说没看见 但反身带着张乐走了 来到一个都市 看见一个穿黑衣衫的人 从城中出来 巫师截住他 替张乐打听张成 黑衣人从配囊中 拿出文碟查看 上面有一百多男女的姓名 但没有姓张的 巫师怀疑在别的文碟上 黑衣人说 这条路属我管 怎么会有差错 张乐不信张成没死 一定要巫师同他进城 城中新鬼旧鬼来来往往 也有老相识 问他们都没有人知道张成的下落 忽然众鬼一起叫 菩萨来了 张乐抬头看去 见云中有一个高大的人 浑身上下散放光芒 顿时世界一片光明 巫师向张乐 贺喜说 大郎真有福气 菩萨几十年才到阴司一次 给众冤鬼 拔苦救难 今天 你正好就碰上了 于是 拉张乐一起跪道 众鬼 纷纷嚷嚷 和掌一起送 慈悲救苦的导词 欢腾之声 震天动地 菩萨用羊柳枝 变洒甘露 水珠细如尘雾 不一会儿 云霞光明都不见了 菩萨也不知 哪里去了 张乐觉得 脖子上粘有甘露 斧头砍的伤口 不再疼痛了 巫师仍领着他 一同回家 看见村里的门了 才告辞去了 张乐死了两天 突然又苏醒过来 把自己见到和遇到的事 讲了一遍 说张成没有死 后母认为 她这是编造骗人的鬼话 反而辱骂他 张乐满肚子委屈 无法申辩 默默创痕 已全好了 便支撑着起来 叩拜父亲说 我将穿云入海 去寻找弟弟 如果见不到弟弟 我一辈子也不会回来了 愿父亲仍然以为 儿已经死了 张老汉 领他到没人的地方 相对哭泣了一阵 也没敢留他 张乐离家出走后 大街小巷到处寻访 弟弟的下落 路上盘缠用光了 就要着饭走 过了一年 来到金陵 一天 张乐衣衫蓝绿 勾搂着身子 正在路上走着 偶然看见 十几个骑马的过来 他赶紧到路旁躲避 其中有一个人 像个官长 年纪有四十来岁 健壮的兵族 高大的骏马 前呼后拥 随行的一个少年 骑一匹小马 不住地看张乐 张乐因为 他是富贵人家的公子 不敢抬头看 少年勒住马 忽然跳下马来 大叫 这不是我哥哥吗 张乐抬头仔细一看 原来是张成 他握着弟弟的手 放声大哭 张成也哭着说 哥哥 怎么流落到这个地步 张乐说了事情的缘由 张成更伤心了 骑马的人都下来 问了缘故 并告知了官长 官长命腾出一匹马 给张乐起 一同到他的家里 张乐这才详细地 问了张成后来的经过 原来老虎 钓了张成去 不知什么时候 把他扔在了路边 张成在路旁 躺了一宿 正好张别家 从京都来 路过这里 见张成 相貌文雅 爱连地抚摸他 张成 渐渐苏醒过来 说了自己的家乡住处 可是已经相距很远了 张别家将他带回家中 又用药给他敷伤口 过了好几天才好了 张别家没有儿子 就认他做儿子 刚才张成是跟随张别家 去游玩回来 张成把经过全部告诉哥哥 刚说完张别家进来了 张别家对他败一些不已 张成到里面 捧出新衣服 给哥哥换上 又置办了酒菜 续谈礼后经过 张别家问 贵家族在河南 有多少人口 张别家说 没有 父亲小时候是山东人 流落到河南 张别家说 我也是山东人 你家乡归哪里管辖 张乐回答说 曾听父亲说过 属东昌府管辖 张别家惊喜地说 我们是同乡 为什么流落到河南 张乐说 明末清兵入境 抢走了我的前母 父亲遭遇战祸 家产被扫荡一空 先是在西边做生意 往来熟悉了 就在那儿定居了 张别家惊奇地问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乐告诉了他 张别家瞠目结舍 又低头想着什么 急不走进内室 不一会儿 太夫人出来了 张乐兄弟两人一同叩拜 拜毕 太夫人问张乐说 你是张炳之的孙子吗 张乐说 是 太夫人哭着对张别家说 这是你弟弟啊 张乐兄弟俩不知是怎么回事 太夫人说 我跟你父亲三年流落到北边去 跟了黑孤山半年 生了你的这个哥哥 又过了半年 黑孤山死了 你哥哥不关在旗下 做了别家 如今已卸任了 常常思念家乡 就脱离了奇迹 恢复了原来的宗族 多次派人到山东 打听你父亲的下落 没有一点消息 怎么会知道 你父亲西迁了呢 于是又对别家说 你把弟弟当儿子 真是罪过 张别家说 我以前问过张成 张成没有说过是山东人 想必是他年幼不记得了 就按年龄次序排队 别家41岁为兄长 张成16岁最小 张那22岁为老二 别家得了两个弟弟 非常欢喜 同他们住在一间屋里 尽数离散的端游 商量着回归故里的事情 太夫人怕不被容纳 张别家说 能在一起过就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就分开过 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人呢 于是就卖了房子 置办行装 定好日子启程 回到家乡 张乐和张成先到家中 给父亲报信 父亲自从张乐走后 妻子牛氏也死了 孤苦伶仃 对影自叹 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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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张乐回来 惊喜交加 晃晃乎乎 又见到了张成 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流泪 兄弟俩又告诉说 别嫁 母子来了 张老汉 惊呆了 也不会哭 也不会笑了 只是呆呆地站着 不多会儿 别嫁进来 拜见父亲 太夫人抱住张老汉 相对大哭 看见婢女仆人 屋里屋外都站满了 张老汉 不知如何是好 张成不见母亲 一问 才知已经死了 哭得昏了过去 有一顿饭功夫 才苏醒过来 张别嫁拿出钱来 建造楼阁 请了老师 教两个弟弟读书 曹中马循欢腾 室内人声喧闹 俨然成了大户人家 意识是说 我从头到尾 听了这个故事 落了好几次眼泪 十多岁的孩子 拿着斧子 帮着哥哥一起砍柴 看到这里 我感慨地说 像王懒这样的人 真的又出现了吗 于是 落了第一次眼泪 后来老虎叼走了张成 我不禁大叫 苍天何以昏溃如此呀 于是 又落了一次眼泪 知道兄弟相遇 则高兴地 为此落了一次眼泪 转而得到了一个兄长 又一次落泪 则是为了这位张别嫁 一家团员 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无以名状 则为张老翁 再落了一次眼泪 不知道 后世还有像我这样 容易掉眼泪的人吗 刚才这段 一时事说的话中 有这样一句 像王懒这样的人 真的又出现了吗 我看了以后 不知道王懒是谁 查了一下才知道 在禁书 王翔传中记载 王翔 少年的时候 对他的继母很孝顺 继母却总是虐待他 继母所生的弟弟王懒 每次见到王翔被打 就痛哭 劝他的母亲 并且帮助王翔 完成继母刁难的苦差 继母每每想害王翔 王懒就先尝继母 给王翔的食物 终于保全了王翔 这里以王懒比张成 无令 无县又为县令 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为人刚毅耿直 无县民俗 最敬重城皇神 当地人用木头 雕成神像 再披上紧致衣服 把神像打扮得栩栩如生 每到城皇神的诞辰 居民们都要脸赐做神会 用华丽的车子拉着神像 在大街游行 打着五颜六色的旗帜 和各种各样的仪仗 拍着整整齐齐的队伍 一路吹吹打打 呜呜哇哇 跟着看热闹的人 挤满了大街小巷 时间长了 做神会成了风俗习惯 每年都不敢稍有懈怠 有一次 这位县令外出 正好碰上做神会 便命游行的队伍停下 询问究竟 人们告诉了他 县令又得知 做神会要花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 不禁大怒 指着神像斥则说 你是主管一个县的城皇神 如果冥完不灵 就是糊涂昏庸的鬼 不值得人们供奉你 如你有灵 就应该知道爱惜民利 怎么拿这些无意的花费 来耗费民之民高呢 骂完 命人把神像拉倒在地 打了二十板子 从此才破除了这个陋席 县令为官 清正无私 只是年纪轻轻 很贪玩 一年多后 有一次 他偶然在关崖中上梯子 逃屋檐下的鸟窝 失足掉了下来 摔断了大腿 不久就死了 人们听到 城皇庙中传出县令 愤怒的吵嚷声 似乎在和城皇神争执 连续几天也没停止 无县的人不忘记 县令的恩德 聚集到城皇庙里 为他们调解 又另建了一个祠堂 供奉县令 争执声才消失了 县令的祠堂 也称城皇庙 春秋暗时祭祀 比原来的城皇神 更加灵验 无县至今 还有两个城皇 围水湖 围县李某有一所闲房要出租 一天忽然来了一个老翁 想租赁这所房子 每年愿出租金五十两银子 李某答应了 老翁走了后 却再没有音讯 李某便嘱咐家人 把房子再租给别人 第二天老翁来了 说 以讲妥把房子租给我 为什么又要租给别人 李某告诉他说 自己怀疑他不再来了 老翁说 我马上就要搬来常住 之所以迟迟没搬过来 是因为我选择的乔迁吉日 在十天之后 老翁又先付给李某一年的租金 说 这座房子就是空上一年 你也不要再过问了 李某送他出去 询问他搬家的确切日期 老翁说了 后来 又过了那日期好几天 老翁还是没有踪影 李某就去查看动静 只见大门从里边插着 院里吹烟鸟鸟鸟生气 人声嘈杂 李某大为惊讶 投进明帖拜访 老翁急忙迎了出来 将他请进屋内 满面笑容 言谈和蔼可亲 李某回来后 派人赠给老翁家一些东西 老翁盛情款待了派去的人 也回送了很多礼物 又过了几天 李某摆下酒席 请老翁聚会 二人谈得十分投机 李某问起老翁的家乡 回答是陕西 李某惊讶 陕西距这里太远 老翁说 你们这里是福地 陕西不能再住了 那里将要发生大灾难 当时正天下太平 李某听了老翁的话 也没在意 没有深问 又隔了一天 老翁下帖子回请李某 就席上的菜肴 摆设都非常的奢侈华丽 李某更加惊议 怀疑老翁是桂冠 老翁因为和他交往深了 便自称是狐仙 李某惊骇万分 此后逢人便说 本县的官身听说后 天天有人骑着马 去拜访老翁 都想和他结交 老翁无不恭敬地接待 渐渐地和郡官也来往起来 但是唯独本县县令要求见他 老翁总是借故推辞 县令又托李某先给介绍介绍 老翁仍旧不愿见 李某询问缘故 老翁离席凑近李某 悄悄悄地说 您不知道 郡县令前世势头驴 现在虽然人模苟样地 统治着老百姓 却是一个见了钱 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无耻之徒 我虽然不是人类 也羞于和他交往 李某便托辞告诉县令 说胡翁畏惧县令的神明 所以不敢相见 县令信以为真 也就不再勉强了 这是康熙十一年的事 不久 陕西果然遭了兵乱 胡能先知先觉 看来是真的了 广平县的冯老头有个儿子 自向儒 父子都是秀才 老头年近六十 性格耿直 但家中一贫如洗 七年间 老太太和儿媳相继死去 一切家务都得由冯老头自己操劳 一天夜里 向儒坐在月光下 呼见东林的女子 在墙上向这边偷看 向儒仔细看她 很漂亮 向儒走近她 女子向她微笑 向儒向她招手 女子不过来也不走开 再三请求 女子才从墙上爬梯子过来 于是两人就睡在了一起 向儒问她的名字 女子说 我是林家女儿 叫红玉 冯生很喜欢她 和她约定永远相好 红玉答应了 从此 两人便夜夜来往 大约过了半年多 一夜 冯老头半夜起来 听到儿子房里 有女子的说笑声 偷偷一看 见一个女子坐在里面 冯老头大怒 把儿子叫出来 骂道 你这畜生干了些什么事 咱们家如此贫苦 你不刻苦读书 反而学做淫荡之事 被人知道 丧你的品德 别人不知道 也损你的阳寿 冯生跪下认错 流着泪说 一定改 冯老头又呵斥红玉说 女子不守归戒 既玷污了自己 又玷污了别人 倘若这事被人发觉 丢丑的 该不只是我们一家 骂完了 气愤地回去睡觉了 红玉流着泪说 父亲的训会 实在让人羞愧 我们两人缘分尽了 冯生说 父亲在 我不能自作主张 你如果有情 还应当忍辱为好 女子坚决绝交 冯生就哭了起来 女子对他说 我与你没有媒术之言 父母之命 思乡结合 怎么能白头偕老 此地有一个家偶 你可以聘娶她 冯生说家中贫穷 女子说 明天晚上等着我 我为你想个办法 第二天 第二天夜里 红玉果然来了 拿出四十两银子送给 冯生 说 里这六十里 有个无村 村中魏家的姑娘 十八岁了 因为要的财力很高 所以还没有许配人家 你以重金满足他家的要求 一定会答应你的 说完 就告别走了 冯生找机会告诉父亲 想到无村相亲 但隐瞒了红玉赠送银子的事 冯老头担心家穷没钱 不让儿子去 冯生婉转地说 只是去试探一下 看怎么样 冯老头点头答应了 冯生就借了仆人和车马 到了魏家 姓魏的老头是个装护人 冯生招呼他出来 和他说要向他提亲 魏老头知道 冯生家是很有声望的家族 又见他仪表堂堂 性情豁达 心里应允了 可担心他家不舍得花钱 冯生听他话说得吞吞吐吐 明白他的意思 就把银子都拿出来 放在桌上 魏老头才高兴了 请邻居的书生做忠人 用红纸写了婚约 冯生进屋拜见岳母 见他们住的房子十分狭窄 魏女正依偎在母亲身后 冯生稍微斜眼看了他一眼 见魏女虽然是贫家装束 但光彩艳丽 心中暗暗高兴 魏老头借房子款待女婿 又对冯生说 公子不必亲自迎娶 等我为女儿多少准备些衣服嫁妆 用花轿送去 冯生同他定下成亲的日期 就回去了 回家后 冯生骗父亲说 魏家喜爱清寒门第 不要财力 冯老头也很高兴 到了日子 魏家果然送女儿来了 魏女过门后 勤俭孝顺 夫妻感情深厚 过了两年 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福尔 一次赶上清明节 冯生夫妇两人抱着孩子去扫墓 遇到县里一位姓宋的绅士 姓宋的当过御使 因为行贿罪被免职 回家隐居 但仍然大失隐畏 这天 他也上坟回来 看见魏女很漂亮 就想据为己有 问村里的人 得知是冯生的媳妇 姓宋的以为冯生是个穷秀才 用重金贿赂他 就可以打动他的心 便派家人去探口风 冯生乍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怒醒于色 转念一想 敌不过宋家的势力 便收敛怒戎 换上笑脸 进去告诉父亲 冯老头一听大怒 跑出去对着宋家的家人 指天化地 臭骂了一通 宋家的人像老鼠一样逃跑了 姓宋的也生了气 竟派了好多人闯入冯生家 殴打冯老头和冯生 吵闹得像开了锅 卫女听到把孩子放在床上 披散着头发大声呼救 那帮家伙竟然一拥而上 将他抬去 轰然离去 冯老头父子两人受了重伤 倒在地上呻吟 小孩在屋里咕咕啼哭 年居们都可怜他们 把父子两人扶到床上 过了一天 冯生能拄着拐杖起来了 老头儿却气得吃不下饭 凸鞋死了 冯生大哭 抱着儿子去告状 一直告到省都府 不知告了多少遍 还是伸不了冤 后来冯生听说 妻子不屈从那姓宋的死了 他更加悲痛 满肚子的冤恨 无处申诉 多次想去路上刺杀行送的 又怕他仆人多 儿子又没处寄托 日夜哀死 觉也睡不着 一天 忽然有一个大汉来到冯家 那人长着卷曲的烙腮胡子 四方脸 跟冯家从无交往 冯生拉他坐下 刚想问他的家乡姓名 客人突然问道 你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难道忘了报仇吗 冯生怀疑他是宋家的侦探 只是用假话应酬着 客人气得怒目远征 猛然起身 边往外走边说 我以为你是一个君子 现在才知道 是个不足挂齿的庸俗之辈 冯生见他果然是个义人 忙跪下挽留他 说 我实在是怕送家的人来试探我 现在把心里话全部告诉你 我握心肠胆 四季报仇 已经很长时间了 只是可怜我这强宝中的婴儿 怕断了冯家香火 你是为义士 能否为我抚养孩子 客人说 这是妇人们的事 我做不到 你想托付别人的事 请你自己去做 而你想自己去做的事 我愿意替你去办 冯生听了 跪在地上直颗响头 客人看也不看 就出去了 冯生追出去 问他的姓氏 客人说 如不成功 不受人埋怨 成功了 也不受人报答 说完就走了 冯生害怕招来灾祸 抱着儿子逃走了 到了夜里 宋家所有的人都睡了 有个人越过几道墙进去 杀了姓宋的父子三人 和一个媳妇 一个奴婢 宋家拿了壮旨告到官府 官府大惊 宋家咬定是冯生干的 官府便派牙役捉拿冯生 冯生逃得不知去向 官府更加相信 是冯生杀的人 宋家仆人同官府牙役到处搜捕 夜里来到南山 听到小孩提哭 跟踪过去将冯生抓住 捆起来带回去 小孩哭得更厉害了 那帮人夺过孩子扔掉了 冯生冤愤欲绝 见到县令 县令问冯生 你为什么杀人 冯生说 冤枉啊 他是夜里死的 我在白天就出门了 而且抱着咕咕啼哭的孩子 怎么能越强杀人 县令说 没杀人 你为什么逃走 冯生哑口无言 无法辩解 被关进狱中 冯生哭着说 我死了不可惜 孤儿有什么罪 县令说 你杀人家的人多了 杀你的儿子 有什么可怨的 冯生被隔除功名 屡次受到酷刑 但始终没有招供 有一天夜里 县令刚刚睡下 听到有东西打在床上 阵阵有声 县令吓得大喊大叫 全家都被他惊醒了 围过来用蜡烛一照 原来是一把锋利如霜的短刀 扎入床内一寸多 牢牢地拔不出来 县令看了丧魂落魄 派人拿着刀到处搜索 没有一点踪迹 县令心中很胆怯 又认为 姓宋的已经死了 没什么可怕的 就把案件呈报上级衙门 替冯生辩解开拓 把冯生释放了 冯生回到家里 瓮里没有一粒粮食 孤身一人 对着空荡荡的屋子 幸亏邻居怜悯他 送点吃的来 才能勉强度日 一想到大仇已爆 冯生便露出笑容 又想到 遭受这次残酷的灾祸 几乎全家被害 又不断地落泪 接着又想到 半辈子穷透了 又失去了儿子 断了香火 不禁在没人的地方 失声痛哭 不能抑制 如此过了半年 官府对犯人的追捕 也松懈了 冯生就去哀求县令 要求把卫士的尸骨 判给他 等把妻子的尸骨 埋葬好回到家里 冯生悲痛欲绝 在空床上翻来覆去 觉得没法再活了 忽然听到 有敲门的 冯生定神细听 听见门外 有人正低声 和小孩说话 冯生急忙起身 从门缝里往外看了看 好像是个女子 刚打开门 那女子便问 大渊已经昭雪 庆幸你安然无恙 声音很熟悉 但仓促之间 想不起是谁 用烛光一照 原来是红玉 挽着一个小孩 在他腿边嬉笑 风生来不及询问 就抱着红玉 呜呜哭开了 红玉也惨然泪下 接着把小孩 推到他面前说 你忘了你父亲了吗 小孩牵住红玉的衣服 目光灼灼地看着风生 风生仔细一看 原来是福儿 非常吃惊 哭着说 儿子是从哪里找到的 红玉说 实话告诉你 往日说 我是邻居的女儿 是假的 我实际是狐仙 那天刚巧夜间走路 看见孩子在骨口啼哭 就抱到陕西抚养 听说大难已经过去 就带他来与你团聚了 风生挥泪败泄 小孩在红玉怀中 像依偎在母亲怀里 竟然不再认得父亲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 红玉就急忙起床 风生问他干什么 他回答说 我想回去 风生光着身子跪在床头 哭得抬不起头来 红玉笑着说 我骗你的 如今夹到新疮 非早起晚睡不可 接着就剪除杂草 清扫庭院 像男人一样操作 风生忧虑家中贫穷 不能维持生活 红玉说 你只管闭门苦毒 不要问家中盈亏 还不至于饿死人吧 就拿出钱来买了纺织工具 租下几十亩田地 雇了庸人耕作 他自己扛着锄头除草 拉来藤螺修补房屋 天天如此 村里人听到风生的媳妇 如此贤惠 都愿意帮助他 大约过了半年 人定兴旺 家里富裕了 风生说 已经是劫后余生了 多亏你白手起家 只有一件事没有安排妥当 怎么办 问他什么事 他说 考试的日期已临近了 秀才的资格还没恢复 红玉笑着说 我前几天已经把四两银子寄给了学官 你的名字已经重新登记上了 如果等你说 早就误事了 风生更觉得神奇 这次考试 风生中了举人 这年他三十六岁 家中良田连片 房屋宽广 红玉轻盈柔美 好像可以随风飘去 但操作胜过农家妇女 虽然是严冬 又很劳苦 但双手还是细腻如枝 他自己说 已经三十八岁了 可看上去 就像二十才出头的人 意识是说 孩子贤能 父亲有德 所以得到了狭义的果报 非但人有狭义 胡也狭义 这段遭遇真的很离奇 而昏庸的棺材 令人发指 刀子砍在木头里 阵阵有声 为何不能移到床上 稍稍半尺左右啊 如果让苏梓美 读到这个故事 一定满饮一大杯说 可惜没有看中啊 鲁公女 昭远县有一个书生叫张鱼蛋 性情放荡不羁 在一座荒庙里读书 当时 昭远县的县官是鲁公 三寒人士 他有一个女儿专号打猎 有一次 张生在野外遇到鲁公女 聊斋原文上说 见其风姿捐秀 着锦雕球 跨小丽居 翩然若画 意思就是说 见他长得风韵捐美 姿态秀丽 身穿锦缎雕皮袄 骑着一匹小马居 像画上的人一样 张生回到庙中 每每想起这女子的美貌 心里总是念念不忘 后来听说 这女子忽然死了 张生悲伤得不得了 鲁公因为离老家很远 便把女儿的灵鹫 暂时寄存在 张生读书的荒谬里 张生因为和鲁公女 有一面之缘 对她非常崇敬 犹如对神明一般 她每走都到鲁公女 灵前烧香 吃饭时必定祭奠 每每举着酒杯 对着鲁公女灵鹫注稿说 我才见了你一面 就常在梦里想到你 没想到 你这欲一样的人 竟然死了 现在你虽近在我的身边 但却如远距万里河山 何等遗憾 我活着要受礼法拘束 你死了的人 该无禁忌了吧 你在酒泉之下 有灵的话应当姗姗走来 以安慰我的倾慕之情 张生日日祷告 将近半个月 一天晚上 她正在灯下读书 忽然一抬头 见鲁公女 韩笑站在灯下 张生惊讶地起来询问 女子说 感念你对我的一片真情 不能相忘 所以不必私奔的嫌疑 来与你相会 张生大喜过望 二人于是共同还好 此后 鲁公女没有一晚不来 她对张生说 我生前好骑马射箭 以射张杀戮为快事 罪孽很大 死了以后无处可去 若是你真的爱我 凡你替我念金刚经 五千零四十八卷 我生生世世 永远不忘记你 张生恭恭敬敬地 答应她的嘱托 从此 常常夜里起来 到鲁公女旧前 念着佛诸诵经 以此 偶然碰上节日 张生想带鲁公女 一起回家过节 女子担忧 自己腿脚没劲 走不动 张生要背着她走 女子笑着同意了 张生像背个小孩一样 一点也不觉得重 此后 背着她走路 成了常事 张生考试时 也背她一块儿去 但必须夜里走 有一年 省里开科考试 张生要去复考 女子说 你福气薄 去了也是徒劳往返 张生听了她的话 就没有去参加考试 又过了四五年 陆公罢了官 穷得没有钱雇车 把女儿的棺材运走 就打算就地埋了 但苦于没有坟地 这是张生知道后 就对陆公说 我有块薄地在庙旁 愿埋下你家女公子 陆公大喜 张生又张罢了 张生又张罗着 帮助料理丧事 陆公对张生非常感激 但也不知道张生是为了什么 陆公罢官回家去了 张生与陆公女仍然欢好如初 一天夜里 女子依在张生怀里 哭得泪如雨下 对张生说 我们相好五年 现在要分别了 我受你的恩义 几事都不足以相报 张生惊讶地问他 他说 承蒙你给我这九泉之下的人 释迦恩惠 现在你已为我念满了金树 所以我得以脱生到 河北鲁户部家 若是你不忘今天 再过十五年的八月十六日 请你去鲁户部家相会 张生也伤心地哭着说 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再过十五年 我就快入棺材了 相会又能怎样呢 女子说 到时我愿给你当奴婢 作为报答 一会儿他又说 你可送我六七里路 这半路上有很多荆棘 我穿着长裙子难以走路 说吧 抱着张生的脖子 张生便送他上了大路 到了大路上 这路旁有许多车马 马上又骑着一人的 又骑着两人的 车有的坐着三人四人的 甚至坐十几个人的不等 唯有一辆以金花为装饰 挂着珠红秀莲的车子 只有一个老婆子坐在里面 老婆子见鲁宫女来了 就叫着 来了 女子答应 来了 女子回过头来对张生说 就送到这里 你回去吧 不要忘了我刚才说的话 张生答应着 女子就走到车前 老婆子伸手拉她上了车 铃铛一响 车马就向遥远的地方走去了 张生无精打采地回到庙里 将十五年后相会的日期 记在墙上 想到念经还有这样大的作用 就更加诚心念经 她夜里做梦 梦见神人告诉她 你稚气很好 但需要到南海去 她问神 南海多远 神人说 愿在天边 尽在眼前方寸之地 醒来以后 她领悟了神人的意思 就念起菩提经来 修行更加诚心 三年后 张生的大儿子张正 二儿子张明 相继高中 张生虽然一下子显贵起来 可她仍然坚持修行 一次 梦见一个轻衣人请她 到了一个宫殿中 见殿中坐着一个神 像是菩萨 对她说 你行善可喜 可惜不能长寿 幸好请示了上帝 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张生跪下叩头 菩萨叫她起来坐下 请她喝茶 茶香又如兰花 又叫童子 领她到一个池子里 去洗澡 池水很清 里边的鱼都能看得很清楚 进入池中 水很温热 蓬起来闻一闻 有荷叶香味 一会儿 她渐渐到了深处 十足陷入水底 水深没了头顶 一下子就惊醒了 大为惊异 从此 张生身体更加健壮 眼更明了 自己捋了一下胡子 白胡子都落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 黑胡子也落了 脸上也没有了皱纹 又数月后 面目像儿童 跟十五六岁一样 还好游戏 也像个孩子 很不注意衣服事物 礼仪小节 完出了事 两个儿子就去救她 不久 她老夫人老病去世了 张生的儿子们 要给她取 大户人家的女儿 为济世 她说 等我到河北去一趟 回来再说 张生屈指一算 已经到了与鲁公女 约定相会的时候了 便命人背马 率仆人到了河北 一打听 果然有个鲁户部 早先 鲁公生一女儿 生下来就会说话 长大了 更加聪明漂亮 父母最喜爱她 一些富贵人家来求婚 女儿都不愿意 父母觉得奇怪 就问她 女儿详细说了生前的姻缘 大家给她算了算时间 大笑着说 傻丫头 蟑螂现在一年过半百了 人事变迁 怕她尸骨都烂了 就是还活着 也老掉牙了 女儿不听 还是等着 母亲见她决心不动摇 与鲁公计谋 叫看门的 不要通报客人 等过了约期 她就会绝望了 果然 不长时间 张生就来访问 看门的 不给她通报 张生不得已 回到旅店 心里又不痛快 又没有办法 就去郊外散心 也借此机会 暗暗打听女子的消息 脱生后的鲁公女 以为张生赴约 终日哭泣 也不吃东西 母亲对她说 张生不来 一定是去世了 就是活着 违背了盟约 错也不在你 女子也不说话 终日躺在床上 卢公很忧心 也想知道 张生到底 是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 托辞交由 正好遇到张生 一见是个少年 十分惊讶 互相谈了几句话 见张生风流潇洒 卢公很喜欢 便邀他到家里去 张生刚想问话 卢公忽然立起 叫客人等一下 自己匆匆进内房 告诉了女儿 女儿很高兴 自己奋力起床 出来一看 见长得不大像张生 就哭着回房了 埋怨父亲 托辞交由 卢公 卢公极力表明 这个人就是张生 女儿也不说话 只是哭 卢公出来 情绪傲丧 对张生 也不热情接待了 张生问 贵妇有当户部的吗 卢公随便应了一声 有 眼睛向别处看 似乎不像待客的样子 张生感到有些慢待自己 就告辞走了 卢公女只是哭 几天就哭死了 张生夜里做梦 见卢公女来对她说 来找我的果然是你吗 你年纪相貌都变了 见了面竟没有认出 现在我已忧愁而死 烦你赶快到赌替词 召回我的魂 还能复活 晚了就来不及了 张生醒来 急忙去叫卢户部的门 果然 他女儿已经死了两天了 张生悲动欲绝 进屋调研一番 把梦中的事告诉了卢公 卢公听从了他的话 急忙去土地坠 召回了女儿的魂 又掀开被子 抚摸着女儿的尸体 一面叫女儿的名字 一面祷告 不多时 便听到女儿喉咙里 格格的响 见他朱唇一张 吐出一块冰样的痰 渐渐呻吟起来 卢公高兴得不得了 敬请张生客厅就坐 命人摆上酒宴 细问张生门地 才知道他家是巨族大户 越发高兴 于是选择良辰即日 命女儿与张生成了亲 张生在卢公府住了半个月 便带着妻子回家 卢公亲自护送女儿 并在张府上住了半年才回家 张生夫妇住在一起 真像小两口一样 很多人认为 卢公女的儿媳是他婆婆 因为他的儿媳都是近四十的人了 卢公回家后 过了一年就死了 儿子很小 被豪强人家欺悟 家产几乎都被人霸占了 张生夫妇就把他接了来养着 成了一家人 韩生是大户人家的子弟 为人好客 同村有一个姓徐的 经常在他家喝酒 有一次 韩生和徐某又在家里宴饮 门外忽然来了个道士 手托着饭波画园 仆人们给他钱和粮食却不要 也不走 仆人生气地走开了 不再理他 韩生听见 门口激波的声音响了很久 叫来仆人询问 仆人向他禀报了事情经过 话还没说完 道士已经静止走了进来 韩生让他入座 道士举手向主客略意致意 便坐下了 韩生简略地问了一下他的来历 得知他住在村东的破庙中 便说道长什么时候来到村东庙里住下的 我竟一点也不知道 太缺主人之礼了 道士回答说 小道刚来此地不久 跟人没什么交往 听说您慷慨好客 所以来求杯酒喝 韩生听说 便真上酒 让道士举杯畅饮 徐某见道士穿得又脏又破 很瞧不起 傲慢地不大理睬他 韩生也把道士当作一般的江湖时刻对待 道士一连喝了二十多杯 告辞离去 从此后 韩生每次宴会 道士总是不请自道 见到饭就吃 见到酒就喝 次数多了 韩生也多少有些厌烦起来 一次在酒席上 徐某嘲笑道士说 道长天天当客人 自己难道一次东道主也不做吗 道士笑着说 我和你一样 都是双肩拖着一张嘴罢了 徐某大为羞惨 乌言可对 道士又说 话虽这样说 但小道很早就诚意想邀请了 小道定当尽力准备几杯水酒 聊以报答 喝完后 道士嘱咐说 明天中午 敬请光临 第二天 韩生和徐某 一起去村东庙中 怀疑道士什么也没准备 一路走去 见道士已在途中等候 边谈边走 已到庙门 金门一看 见房舍院落 幻然一新 楼台亭阁阁 延绵一片 韩徐柯二人大吃一惊 说道 很久没来这里 这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道士回答说 刚竣工不久 等走进屋子 又见陈舍富丽堂皇 连富贵大家 都没这般气派 二人不禁肃然起敬 入席坐下后 往来上菜真久的 都是些十几岁的聪明小童 穿着紧衣红鞋 酒香菜美极为丰盛 饭后又上了些水果 都很珍奇 叫不上名来 乘在用水晶玉石制作的盘里 光滑精英 照亮了桌机床榻 又用大玻璃杯盛酒 杯子周长一尺多 这时道士命小童说 去叫十家姐妹来 小童去了不一会儿 便见有两个美人进来 一个细高 犹如风柏弱柳 另一个身材稍矮 年龄也小 二人都妩媚多姿 俊俏无比 道士命他们唱歌劝酒 年小的那个积极儿歌 高个儿地吹着冻枭伴奏 声音清晰嘹亮 一首歌唱完 道士举杯劝酒 喝完后 命小童都针上 回头看着二女说 美人很久没有跳舞了 还能跳吗 话刚说完 便有童仆在地上 铺下了毛毡 两个美人在毡上 翩翩队舞起来 这件长袖飞舞 香气四散 舞完以后 娇媚的血已在画屏上喘息 韩徐二人看得神魂颠倒 不知不觉喝得大醉 道士也不管他们 自己举起杯来 一饮而尽 站起身 对两个客人说 请你们自珍自饮吧 我去稍微休息一会儿 马上就来 说完便走了 南屋墙下 摆着一张精美的裸电床 两个女子铺上紧入 扶着道士躺下 道士拉着高个的 那个同床共枕 命年小的在一边 给他挠痒 韩徐二人见此情景 十分不平 徐某大叫 道士不得无礼 跑了过去 要扰乱他们 道士急忙起来 逃走了 徐某见年小的美女 还站在床下 趁着酒意 把她拉到北边 一张床上 公然拥抱着她 躺下了 见道士床上的美人 还睡在被窝里 便对韩生说 你怎么这样傻呀 韩生听了 静止上了道士的床 想跟那美女亲热 却见她沉沉睡去 搬也搬不动 便搂抱着她 睡着了 天亮后 韩生一下子 从醉酒和睡梦中 醒过来 觉得怀中有个东西 非常冰冷 一看 自己原来是抱着 快长条石 躺在石阶下 急忙看看徐某 见她还没醒过来 头准着块 毛坑里的臭石头 呼呼大睡 在一个破厕所里 韩生 韩生忙提醒她 二人都非常敬意 四驾一看 只有一院荒草 两间破房而已 河北省有一个大户人家 想请一名教书先生 忽然来了一个秀才 找上门来推荐自己 主人就请她进来谈 此人说话开朗直爽 住客谈得很投机 秀才自我介绍姓胡 主人便聘请她 来家教书 胡适教书很勤奋 学识也很渊博 比一般教书先生好得多 就是好出馆游玩 并且常常深夜才回来 大门关着 不听见敲门 人已进屋了 于是家人都怀疑她是胡 但仔细观察 又看不出她有什么恶意 所以主人仍然按照常理对待她 不因为她是胡而怠慢 胡适知道主人有一个女儿 想向主人求婚 几次向主人示意 主人都佯装不懂 有一天 胡适向主人说 要出去办点事 主人同意后 他便走了 第二天 有个客人来拜访主人 拴一头黑驴在门外 主人请他进屋 这人年约五十多岁 衣服鞋袜光鲜洁净 谈吐风雅 编主落座后 来人才说明 是给胡适提亲的 主人听了 沉默了很久才说 我与胡先生 已是莫逆之交 何必非成为亲戚不可呢 况且 小女已经许配人家了 请带我转告先生 惋谢她的好意 客人说 我知道女公子并没许亲 何必这样坚决推辞呢 客人再三恳求 主人执意不肯 客人有些不高兴地说 胡先生也是世家大族 怎么就配不上你家呢 主人就直截了当地说 实话实说吧 因为我们不是同类 客人听了大怒 主人也生了气 两人争吵起来 客人立起来用手抓主人 主人就命家人用棍子把它打了出去 客人驴子也没骑就跑了 众人见着驴毛是黑的 长着大耳朵 长尾巴 个头很大 可是牵他不动 一赶他 驴就随手倒下了 却是个正在鸣叫的草虫 主人因为客人走时很气愤 估计肯定回来报复 所以叫家人做了戒备 第二天果然有大批胡兵来犯 有骑兵还有步兵 有持戈的 有拿弓箭的 人喊马轿 声势浩大 主人不敢出去 胡兵扬言要用火烧屋 主人越发害怕 这时有个大胆的家人 带领大伙叫喊着冲了出去 两箱撕打 飞时放箭 各有伤亡 胡兵渐渐败退 纷纷逃走 丢弃了一些刀剑在地上 亮如霜 走近时起一看 都是些高亮叶子 众人笑着说 就是这么大本事吗 但仍怕他们再来 于是加强了戒备 第三天 家人正聚集在一起议论 忽见一个巨人从天而降 高一丈多 身处好几尺 挥舞着一把像门扇一样的大刀 追着众人砍杀 众人一剑便拿石块打他 放箭射他 一打那巨人就倒下死了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个用草扎的哀仗 众人更加不怕胡兵了 这一仗后 胡兵三天没再来 家人们也稍有懈怠 一天 主人正在上厕所 忽见胡兵朝他乱箭射来 都射到他的钉上 主人大叫 命家人来反击 胡兵才退去 主人拔出钉上的剑一看 竟是些黄好杆子 以后越鱼 小规模的经常打来打去 虽无有什么大害 却也日夜不宁 需要天天放饭 主人很是苦恼 一天 胡氏亲自带胡兵来饭 主人也亲自出面 胡氏见主人出来了 有点不好意思 就躲在众胡后面 主人叫他 他才出来相见 主人对他说 我自认为没有对你失礼的地方 为什么三番五次 心兵动众来扰乱我 众胡正要朝主人放箭 胡氏立即制止住 主人便走向前去 握住胡氏的手 请他进屋 并设宴款待 主人从容地说 先生是明白人 一定能理解 以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能不愿与你结亲吗 可是先生的房子 车马 都不与我们人类一样 小女嫁过去 先生也会认为不合适 况且俗语说 强扭的瓜不甜 先生看 怎么好呢 胡氏觉得很惭愧 主人又说 没有关系 咱们交情人仍在 你若不嫌 我是成俗之辈 我有个小儿子 今年才十五六岁 愿与你们结亲 不知有合适的女孩子 没有 胡氏高兴地说 我有个小妹妹 年纪比小公子小一岁 长得很不丑 愿意嫁给小公子 不知同意吗 主人弃身败谢 胡氏也答败 于是饮酒谈心 以前的不快 顿时消除 主人又命家人 白酒招待同来的胡兵 上下人等皆大欢喜 接着又问胡住在哪里 准备去纳聘礼 胡氏谢绝了 说日后自会送来 一直喝到黄昏 胡氏才大醉而归 此后主人家里 才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一年的功夫过去了 胡氏一直没有来 主人怀疑她忘记了婚约 但还是坚持等着 又过了半年 胡氏忽然来了 寒暄以后 胡氏说 小妹已经长大成人 请你选个吉日过门成亲 好来侍奉公婆 主人大喜 随即一同定了日子 准备成亲 到了那天夜里 果然有车马人等来送新人 新娘的嫁妆非常丰盛 摆了满满一心房 新娘美丽异常 见了公婆温顺有礼 主人夫妇极为高兴 胡氏与一个弟弟来送亲 弟弟的言谈举止也很风雅 饮酒海量 兄弟二人 一直喝到天明才走 新娘过门后 能预知年成风茜 平时 公婆都听她的主意 居家过日子 胡氏兄弟 以及亲家婆 还时常来走亲戚 人人都见过他们 苏仙 高明徒任宾州知府时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姓苏的民女 在河边洗衣服 河中有一块大石头 女子蹲在石头上 有一缕青苔 碧缕柔滑 非常可爱 在水面上飘荡 围着石头飘动了三圈 民女看了后心里一动 回家以后 竟然怀了孕 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她母亲私下问她 女子把石琴告诉了母亲 母亲一时也弄不明白 几个月后 竟然生下了一个男孩 家人想偷着把她扔掉 但女子不忍心 藏在柜子里养着她 女子也决心不出嫁 以表明 好女不嫁二夫 然而 没有丈夫就生孩子 总归是不光彩的事 孩子已经长到七岁了 还从没让她出来见外人 一天 儿子忽然对母亲说 儿已渐渐长大 怎么能长久关在家里呢 我要走了 不能连累母亲一辈子 问她到哪里去 她说 我不是人种 我要腾云上天 母亲哭着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 等到母亲归天时 儿才来 我走了以后 你若需要什么 就打开藏我的柜子要 要什么有什么 说吧 带别母亲就走 母亲出门看时 已无影无踪了 女子回去告诉她的老母亲 老母也觉得很奇怪 此后 女子坚守救治 一直没有嫁人 与母亲相依为命 但是 家境却越来越困难了 有时 吃了上顿 没下顿 这时 女子忽然想起 儿子临走时的话 打开柜子 果然有米有面 于是 烧火做饭 叫母亲吃 后来 缺什么就要什么 有求必应 又过了三年 女子的母亲 因病死了 一切丧葬用品 都是取自贵中 葬了母亲后 女子独自一人过日子 一直过了三十年 从未接近过男人 一天 邻居一个妇人 去女子家借货 见她一个人 坐在空房里 与她说了一会儿话 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 忽见一团彩云 围着女子的房子 清清楚楚 像盖子一样 云中立着一个人 穿着华丽的衣服 仔细一看 就是苏家的女子 转了很长时间 就渐渐身高 看不见了 邻居们都非常疑惑 到她屋里一看 见她打扮得非常漂亮 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已经没有气了 大家因为她孤苦一人 正议论怎么给她出病 忽然一个少年进来 这少年长得英俊睽违 向着众人一一道谢 邻居们也听说过 这女子曾有个孩子 所以也不怀疑 少年拿出钱来 埋葬了母亲 并在木旁栽下两棵桃树 就告辞而去 走了几步就脚下生云 然后就不见了 后来 这两棵桃树结的桃 甘甜未美 当地人都叫她苏仙桃树 年年枝叶繁茂 硕果累累 在这里做官的 每每拿着这桃 馈赠亲友